在下阎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01集 三千五百幽骑快速离开一座尸横遍野的战场 北莽战兵斧兵被杀多达一万四千人 牛羊走散将近二十万头 幽骑的马蹄足迹最北处 其实已经踩在了龙腰洲境内 然后迅速南下 刚才这场战役 这已经是幽骑在葫芦口外第五次帮北莽点燃狼烟了 北莽等于是用两千战力平平的游骑性命来确定这只精锐幽骑的位置 以此来压缩幽骑辗转腾挪的余地 相信很快就会有龙腰洲的主力骑军 温风而动 玉鸾刀在撤退途中猛然抬头 看到两头飞禽在天空中迅猛追逐 与此同时 徐凤年从剑囊中抽出了一根羽箭 晚宫如满月砰的一声 徐凤年一箭射出 将那油损射杀当场 只见那头海东青刺破云霄 他双爪勾住那只被箭矢贯穿的油损尸体轻轻抛下 在主人头顶盘旋几圈后一闪而逝了 徐凤年丢掉油损的尸体 把那根羽箭放回寄挂于马鞍左侧的箭囊 五次齐战追杀下来 两弩不论是弩矩本身还是弩箭都所剩不多 所以不得不换上那些战后缴获而得的北莽奇功 徐凤年和玉鸾刀就都用上了一张带有浓重西蜀降座烙印的铁胎工 玉鸾刀环视四周忧心忡忡 如果还不是能够以战养战 甚至不用北莽后继兵力来围堵 咱北梁哲之骑军就真的已经垮了 先前济州奔系五百里 不是身体强壮的骑族扛不住 即便当时就已经是一人双马 但战马仍是被祸害得很惨 长途奔袭追求兵贵神速和出席不易 但既然是长途 那么骑族可以凭借坚毅性格来支撑 可战马却不行 尤其这个世界不是秋高马肥之计 马镖不足 北梁牧山马阵官员不是神仙 同样改变不了这个现实 后来稍作修整 又是骑行六百里赶往葫芦口外 好在当时有收缴来的北马战马 来最大程度降低这种无形的战损 可连续大规模转移 且间隙短暂到不足以的五场骑战下来 就算战马依然可以不断轮换 但是现阶段已经变成是从一个战场火速奔赴另一个战场的骑族扛不住了 之所以还未流露出显著疲态 玉鸾刀下意识看了眼身边一身披甲戎装的徐凤年 他收回视线 转头去看周围那一张张脸孔 这名年轻主将心中充满自豪 一万幽旗能打到这个地步 已经相当了不得了 沙地一万四千多并不稀奇 北马获送资中粮草的骑军 都是南朝边阵二三流的战力 有两场骑战 从接触到收尾 根本就是一边倒的屠杀 可龙腰桌和虎路口之间的这条补给线 给他们打得瘫痪大半 以及最后牵扯了骑马郭万北马边境 精锐骑军的被动转移 给他们几千骑牵着鼻子兜圈子 这才是幽旗最大的攻击 骑军南下途中 早先让樊小差和弥凤杰 都先后护送幽旗伤患离去的徐凤年 轻声开口 我们这张弓 崩得太紧了 谁说不是 现在难就难在 找个地方停下来 既然东边 被誉为秋冬两纳部的两名年轻将领 也大军开拔了 我们往东撤退 已经不可能 何况 王爷也说过 谍报上已经显示 阳远在命红静岩 率领一半柔然铁骑 撤出葫芦口 要毒死我们的南下路线 玉栏刀望向西边 若有所思 去西 那里 可是梁州北线 南院大王董卓亲自坐镇指挥的北莽主力大军就在那里 正在向虎斗城发起攻势 双方兵力总计 带有七十万 去那里 就真的是自投罗网 给北莽蛮子送人头 送军功了 别说仅剩的三千五百起 就是三万五千起 在没有几方大军侧应的前提下 根本不够北莽包饺子的 就算遇上那两名纳波或者是红静岩的如然铁骑 纵然挥下幽棋全军战死 我也不会往西走 徐凤年也遥望西边 似乎在等人 徐凤年是在等待那马贼头目 宋刁儿 此人在皇甫平暗中扶植下 拉拢起来一千马贼轻壮 也许改变不了幽州大局 但毕竟可以帮助玉兰岛的幽州骑军缓上一口气 只不过 他对只有一面之缘的宋刁儿 不敢抱有太大期望 如果不是宋刁儿马贼队伍中 由北梁高手潜伏彻肘 徐凤年甚至都不会让宋刁儿赶来领路 设身处地去站在宋刁儿的位置考虑问题 一千马贼 投靠谁不是投靠啊 北蒙如今形势稳居上风 宋刁儿若是起了反心 拿三千五百幽州骑军去当个投名状 被玉兰刀这只骑军折腾得焦头烂额的杨元赞 恐怕不会吝啬一个万夫长啊 甚至在徐凤年看来 本就是南朝氏族出身的宋刁儿 如果一点心思都没有过 从头到尾都站在北梁这边 那才是怪事儿呢 至于真相到底如何 徐凤年得跟宋刁儿的信使见过面 才能判断 一旦宋刁儿不敢亲身赶来 不在队伍中 那么徐凤年就只能把这颗棋子视为变色了 那么玉兰刀和无路可退的幽棋 注定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两大纳波或是柔然铁棋 死磕到底了 而他徐凤年也会单枪匹马去找到宋刁儿 既然他可以让北梁让皇甫平带给宋刁儿称霸关外的马贼势力 那他徐凤年也可以亲手拿回来 范范的赤猴还剩下多少 原先赤猴老族如今不足六十人 后面陆陆续续顶替上去了八百多棋 才堪堪维持住四百赤猴的数目 所以可以说范都尉的折损最为惨重 没法子的事情 在关外作战 升为赤猴肯定会死在最前头 不过我们这些仗打下来也不是白打的 三千五百戚比起离开幽州境内前 战力提升了许多 只要让我们松口气能彻底缓过来 对上红经炎同等兵力的荣染铁骑 我们也敢延胜 在这之前 只以部族著称于世的幽州 谁会有如此想法 这三千五百人如果能够活着回到幽州 肯定对于整个幽州战区都大有弊意 副将石玉卢和苏文瑶都神情微妙 不敢大话 他们是生怕徐凤年误解了主将的话语 误以为尤其是在抱怨自己身陷死地的尴尬处境 羽卵刀突然笑了 给咱们这一闹 不光是龙腰壳 吸橘子三招 伤筋动骨 元气大伤 恐怕北方草原上也要继续割下肉来 拖拔菩萨之前 好不容易镇压下来那些大吸踢 说不定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他们本来对先打北梁具有意义 在这些不见兔子不三英的家伙们看来 啃一个浑身上下只有硬骨头 没有肥肉的地方 谁都不乐意 哪里比得上去打兵力空虚的冀州 只要过了冀州 那就是沃吐千里的富饶中原 数不清的金银和人口 抢到手软 要不然打两辽也行 一劳永逸 只要打趴下顾剑堂 那就是长驱南下 濒临城下 我们这趟葫芦口之行 杀敌多少不去说 肯定可以让执意先下北梁 再谋中原的董卓和太平令 恨得牙痒痒 说不定这会儿正在跳脚骂人吧 苏文尧正在低头 一根一根检查 穿搓在剑囊中的剑势 随手丢掉两根 剑杆出现一丝裂痕的剑势 听到主将玉鸾刀的邪区说法后 轻轻笑出声 那些吸踢也不是都是真传 也晓得不打下咱们北梁 什么由济州寇关 南下大略中原 什么一路打到泰安城 都是虚的 我们尤其才多少人 就已经让他们的补给线 鸡飞狗跳 要是全部北梁边军都没人管 他们南朝还要不要了 指不定连北莽王庭 都被咱们捣烂了 只不过道理归道理 是个人就都希望少做事 多获利 他们北莽权贵 想着去打济州 打辽东 我还巴不得他们这么多呢 咱们北梁可以少死多少人啊 董胖子和那太平令真是该死 是 侍侯主官范粪 一起突治 跟几位将领禀报军情 正南方向三十里外有八百旗 加州比起先前我们遇到的那些北蛮骑军 要更胜一筹 应该是从葫芦口内撤出的先头部队 看情况 咱们若是接着往南 最多再碰上两三波这类做鱼饵的小骨骑军 然后很快就可以遇上柔然铁骑了 鱼鸾刀 皮笑肉不笑 英俊脸庞上满是那些机遇已久的利器 柔然铁骑不铁骑的先不管 鱼饵不吃白不吃 咱们就先拿这八百旗打打牙记 石玉卢苏文尧 一切照老规矩来 现在鱼鸾刀手头的幽骑不过三千五百 一切都得怎么持家有道怎么来 还没有展开厮杀的战场外 一五五旗北莽马篮子跟那八百旗背道而驰 快速向南狂奔 试图向南方主力大军传递已经遭遇幽州骑军的重要情报 突然从侧翼后方出现了一个绕过主战场的不起眼的小黑点 这道身影奔走如急雷 竟是远远的快过了战马飞奔 他绕出一个半圆拦在五旗去路上 双脚在黄沙大地上采花出一阵飞扬尘土 五名马篮子被眼前这幅古怪场景给愣了一下 一百步外的前方站着个斜背一把北梁刀的瘦弱孩子 这个神情冷漠的孩子跟五旗开始对冲 与为首一齐相聚二十不时 路线轨迹神出鬼没的孩子已经躲过了四只箭矢 高高跃起中虎抓住最后那根射向他胸腾的语剑 对着那名抽出战刀的马篮子就是一拳锤在战马头颅上 头颅炸裂前腿折断的整匹战马几乎是被一拳打得到掀起来 那名身为武掌的马篮子前扑出去 胸口给那背刀孩子又是一拳打断 直接就把后边一起马篮子撞飞出去 第三期被孩子丢置出的箭矢贯穿猴怒坠马而亡 左右两车躲过一劫的马篮子是不敢恋战了 快马加鞭策马前冲 孩子转身撒腿狂奔 赶上一起马篮子后 双手扯出一匹战马的马尾双脚一定 那匹狂奔中的战马愣是被他扯的马蹄一顿 马尾断去痛苦思明拼了命的加速前冲 孩子一步略处跟那匹战马并肩后 随手一拳横扫而出击中战马 把那马背上的北蒙赤猴连同战马一起砸的横飞 那名双脚来不及离开马凳的马篮子倒地后硬生生的 是被战马的背脊给花冲撞死 这个孩子身形没有丝毫的凝制 很快又追上了最后一起心惊胆战的马篮子 一个弯腰双手各自攥紧一条马后腿双脚原地一拧 就把马蹄离地的战马在空中给旋转了一圈 这才狠狠地摔出去 那个马篮子被摔离马背后挣扎着 试图站起来 孩子来到他的身前 从背后抽出北凉刀往这北莽蛮子心口重重一叉 拔出后放回刀鞘 孩子脸色平静 大哥子 第三百九十七个了 随后感到的都尉范粪和四百赤猴都遥遥地看到了这营 没有上前言语 而是开始向北列阵 其中饭粪帮那孩子带去一匹战马后拍了拍自己腰间的北凉刀 小将军 要不我战死后战刀也归你 我也不贪心 到时候你帮我载掉50个北盲蛮子就行 余地龙跳到马背上 背刀袖手而立 翻了个白眼 如今幽州骑军都喜欢昵称这个叫余地龙的孩子为小将军 两天前余地龙本该被徐凤年安排去护送六十商骑撤向东方 但是这孩子死活不肯 哪怕徐凤年一脸怒容 孩子也只是一手牵着那匹记挂有大个子一物铁甲的战马 背着那柄北凉刀既不说话也不离开 后来是一名轻伤的校尉主动要求离开主力 亲自护送伤员撤退 离开前跟这位之前几场大战中大杀四方的小将军开玩笑说 就当欠他50个北盲蛮子的军功了 徐凤年这才默认余地龙的留下 孩子大概是真的很敬畏徐凤年这个师父 就算留在了军中 也不敢在玉兰刀他们身边出现 一人一起孤苦伶仃的掉在骑军尾巴上 也从不跟人说话 除了跟泛分的赤猴出去刺探军情 就始终那么孤单的默默跟在大军后头 正面战场上 北蒙800骑军在前后三次冲锋下死伤殆尽 七八十溃散逃窜的尤其也被余地龙和泛分的四百赤猴捕杀的一干二净 徐凤年轻轻抬起头望向西边 战场外有隔岸观火的石鱼旗出现在远处 徐凤年的心一尘 视野中 他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徐凤年拍马脱枪上前 一人一起快要穿过整座战场时 冰死的年轻骑俗抬起手臂 试图举起那把北蒙战斗 徐凤年轻轻瞥了他一眼 没有递出铁枪继续策马前行 但是很快身后不远处便有两名幽骑同时搭弓射出一剑 一剑射透那北蒙骑足持刀的手臂 另外一根羽剑从侧面叮入了年轻蛮子的脸颊 跟徐凤年迎面而来的那十余旗 人人披挂铁甲 但是样式混乱 不像是正规变军出身 大多是满身遮掩不住的浓烈匪气 其中为首一起在近距离看到徐凤年后仍是有些震惊 翻身下马也没敢泄露徐凤年的身份 毕恭毕敬的跪地道 我将红镖来迟 万死难辞 起来吧 宋雕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麾下有1200余气 在来之前有过一场波折 内部倾斜了300人之多 其中仅是北莽珠网碟子就挖出来四人 哦 挖出来 徐凤年不知可否笑意完美 红镖不敢说话 红镖曾经是一手调教出徽山那只私人骑军的自习客卿 后来跟首席客卿黄放佛分道扬镳 后者依旧在大雪平上做那不愿飞入帝王倾向家堂前 搭巢的野燕子 而更有野心报复的红镖则是击身了北梁行物 袭击着在西北战场上能建功立业 可惜一直得不到重用 后来在皇甫平受益下潜入了宋雕儿的贼窝 既是辅助也是坚士 红镖如今已经是货真价实的一品金刚境界武副了 距离那轻轻扣指可问长生的指旋径也仅是一步之遥 红镖身后那群马贼汉匪中有人阴阳怪气的嘖嘖出声 红头领才知道您老人家原来不叫红镖叫红票啊 跟兄弟们还这么见外可就失了英雄好汉的本分啊 怎么见着了北梁的玉大将军膝盖就软了 那名宋布马贼的当家人之一显然是将眼前马背上的年轻武将当成了幽崎主将玉兰刀了 毕竟如此年轻却能够统领万人的边军将领 不管是在北莽还是北梁斑斑手指头也能是数得过来的功力心极重的红标对徐凤年这个北梁铁骑共主那是心甘情愿当个马前阻 这段时日在宋雕二贼窝里以大局为众事事隐忍 早就憋了一肚子的力气 听到那个连宋雕二心腹都算不上的小头目在耳边锅躁傻心顿气 就在红标马上要一掌拍碎那可怜虫天灵盖的时候 徐凤年伸出铁枪在红标的肩头拍了拍对他笑着摇了摇头 徐凤年远望过去 宋雕二的千骑快到了 玉鸾刀石玉炉 饭粪以及余地龙的四骑此时也策马而来 看到这些就算披甲配刀也是一身匪扣气焰的马贼都没怎么上心 倒是赤猴老族出身的饭粪有些无地自容 先前光顾着在战阵上砍杀了 竟然把这十来其乌合之众给漏过去 不怀好意的都尉大人眼神阴瑟瑟的盯着这些家伙 在边境上谁黑吃黑最厉害 不是大古马贼吞并小古势力 而是北梁边军拿些马贼当练兵对象 这跟北梁赤猴去流民之地杀人试炼 以此晋升游弄手是差不多的路数 红标身后那几名马贼在徐凤年单骑出现的时候感受并不深刻 还敢摆摆架子 可当玉兰刀四骑并列后 马贼跟北梁边军在气势上的天然差距一下子就展露无遗了 徐凤年对玉兰刀轻声说道 马上有1200骑马贼出现 虽然名义上是盟友 但会不会有意外 暂时还难说 你先拉一千优骑过来 我们按照最坏的打算来 范芬跃跃欲试 把到嘴边的王爷那个净称偷偷地咽回了肚子使劲地嚷嚷 莫将那四百人足够了 本来就没有杀爽力 兄弟们手痒得很 玉兰刀没有自作主张望向徐凤年徐凤年笑着点头 范芬根本不用发号施令 当他勾勾抬起手臂 做了个向西轻轻握拳和松开五指的姿势 四百赤猴马上就如一线潮水般的涌来 这种一副明摆着老子就是耀武扬威的架势 让红标之外的十余骑马贼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 玉兰刀瞥了眼这些小规模厮杀还凑合 但大规模骑军现阵肯定很悬的马贼来到徐凤年的身边投去了询问的延伸 葫芦口外的地盘马贼再熟悉不过 能帮我们提供一个大军休整的地点 玉兰刀轻轻松了口气 这帮马贼果真能成事的话别的不敢说 哪怕对上那一万如软铁骑 我们三千两百骑不但能杀他个回本 肯定还会有盈语 半个时辰后 远处一千多骑呼啸而至 随着送刁二马贼主力的到来 红标深厚 那十来骑胆气也撞了几分 其中性子较为浮躁暴力的 甚至都敢对四百骑幽州赤猴怒目相视 这段时日内整个两网边境都在传言这支幽州骑军的疯狂和彪悍 最注重敏锐嗅觉的马贼当然是不会错过此事 从幽州出发马不停蹄赶到冀州北部最后一路奔袭到湖路口以北 那个叫玉兰兜的年轻将军硬是把一万幽州青旗打得只剩下了三四千人 已经交过手的敌人中有北蒙东线上的两位老资历万夫长 有龙腰州边境三大军阵中的湖关长鱼和兵路 而且接下来马上要面对秋冬两位纳波的狩猎 红敬炎亲自率领的一万柔然铁骑北上堵截 还得再加上从西边紧急赶赴湖路口的春纳波拓拔契约 四位纳波 除了至今还留在大草原上的下纳波皇室成员耶律玉户 其余三位 既是有望成为北蒙大将军就看谁更早一步登顶的家伙 可都是奔着玉兰刀的那颗向上头颅来的 还有传言说谁能剿灭幽州骑军 就可以拿着玉兰刀的脑袋去南朝西京觐见皇帝 成为继董卓之后 又一位可以豢养司军数目上部封顶的北蒙大将军 当一千多马贼看到四百幽州赤猴列阵在前很快乐将停马 慢马生很快也此起彼伏了 徐凤年对红标开口 你我一起过去 两棋向前徐凤年平静出生 清凉山一共派了六名高手你知道身份底细的只有三个三人死了几个只有一人在与珠网蝶子撕破脸后战死了末将因为得到幽州皇府将军的命令不许过早暴露身份所以没有出手但是末将在暗中劫杀了从马贼老巢偷溜出去的十六旗都是北蒙蛮子 与此同时玉栏刀悄然反身回到战场那白面书生宋雕二双手握着马江轻轻一家马腹意态懒散的驱马向前随着马被颠簸上下起伏颇有几分不贵天地不贵王的散仙风范 只是当他看到那个身影后如遭雷击眼眸骤然眯起满脸匪夷所思的慌张神色呀 他下意识地直起腰杆驾驭骏驻马加速前冲 等到宋雕二认清那张脸庞后 这名在最近几年在塞外过着如鱼得水神仙生活的马贼领袖如释重负 眼前那一起虽然是神态仿佛 但索性 终究不是那个人呢 宋雕二腾出一只手习惯性摸了摸腰间那块羊枝玉佩 哼 敢问可是那杀敌三万的御将军 拖着内杆铁枪的徐凤年冷笑开口 哼 怎么 宋雕二不认识我了 这算不算贵人多忘事 听着这刻骨铭心的熟悉嗓音 宋雕二抚摸着玉佩的手指就是一颤 以他的拙然心智自然猜得出当初那个随口就能让果一都为皇府平听命行事的俊义公子歌正是日后从北莽腹地拎走徐怀南和第五末两颗头颅返回北梁的世子殿下 此时的黎阳王朝第一大藩王徐凤年 宋雕二无比狼狈的翻滚下马双手撑帝 不过这是王爷大甲光临 宋雕二该死 徐凤年手中内杆铁枪的枪劲儿在沙地上轻轻划过 宋雕二只听到从自己头顶传来一句问话 密信上让你来接引幽州骑军 可没有说让你大摇大摆带着见不得光的一千多旗啊 宋雕二脸色苍白 挥禀王爷 葫芦口外如今遍地都是北莽赤猴 甚至还有许多动辄即是千人以上的北莽正规边军 加上宋雕二治下不力 先前在一处朝鲜内已经内讧过一场 人心涣散 宋雕二侵朝出动 出此下策实在是逼不得已 为了能够顺利给王爷还有豫将军带路 又不至于泄露机密 只能把所有兄弟都带上 好与梁州骑军一起前往那座最隐秘的山谷 说此以来 宋雕二队伍就算仍有贼心不死的北莽余孽 消息也走脱不了 哈哈 听上去哪里是什么下策 分明是滴水不漏的万全之策 宋雕二 你有心了 宋雕二依旧低着头 为王爷效忠效死 是晓得几辈子修来的天大福气 如果不是王爷和皇甫将军栽培 宋雕二如今不过是领着三十六旗在关外打秋风度日的可怜虫 宋雕二如何敢不尽心尽力 场中气氛格外凝重 一千多马贼和四百幽州骑军遥遥对峙 中间是坐在马背上的徐凤年和跪地不起的宋雕儿 红标起码位于徐凤年的身后 徐凤年抬起手臂 这个动作吓得那群马贼打了个机灵 以为一言不合 双方就要撕破脸皮动刀子了 他们一千多马贼在塞外大漠能够横着走是不假呀 但眼前可是那足有三千多的幽州铁骑呀 当时宋雕二以血腥手段弹压支持北莽的一方势力 许多中间力量之所以袖手旁观 甚至墙头草的偏向宋雕儿 除了宋雕儿本人的冷酷手腕 也有发自肺腑 畏惧北凉铁骑的原因 虽说此时是北莽大军在压着北凉打 但所有马贼骨子里仍是更忌惮 但那些从不把马贼当人看的北凉骑军 总觉得北凉边军哪怕斗不过北莽的百万大军 但既然那幸运的几千人就能把葫芦口外搅得天翻地覆 真铁了心要收拾他们这一千多马贼 到时候随便派出几千徐家骑军还不是轻而易举啊 不过很快所有马贼就如是重负了 只见有一头飞禽刺破云霄坠落在那披甲武将的手臂上 徐凤年轻轻振臂让海东青离开 也没有理睬 始终低着头 看不清表情的宋雕儿 提起铁枪指了指马贼中的两人 红彪 那两人在宋雕儿身边多久了 红彪举目望去 看到那对年纪都不大的男女 听说那年轻男子最早是在一年前出现过 但很快就离开马贼队伍 前不久与那女子一起回来 潜伏在马贼中的珠网碟子也是经由此人揭发 才有那场窝里斗 末将只知道此人是孤塞州丙子家族的数字 与宋雕儿自有熟识 宋雕儿说此人早年差点进入那权贵子弟扎堆的旗舰岳府 不知为何是个病秧子 总是满身药味 至于那女子身份不详 只说是京产州人士 有个杀吉的绰号 平时喜好与人拼酒 末将观察过这名女子 袁末是接近小宗师实力的身手 双手满是老箭练甲子 但她身上江湖气不中 徐凤年望着那一千骑马贼突然开口 宋雕儿 是不是没想到调到三千两百幽州旗不说 还让我这个北梁王都咬勾了吧 别忍了 想笑就笑出来吧 宋雕儿抬起头 一脸茫然 红标心头巨震 徐凤年看着这个运势好到无以复加的马贼 哈哈哈哈 清凉山明暗两拨人 红标这些名面上的被你留下来帮你演戏迎忧玉兰刀的幽州奇军 这不奇怪 但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把暗中那些北梁高手都杀掉的 按理说 听朝阁阁和浮水房出动了三名小宗师以你宋雕儿手头上那些寒碜的顶尖武力就算成功了也瞒不住红标这些老江湖才对 我猜你啊应该是在一年前就有了左右逢源两边讨好的念头直到杨元赞率领三十万大军涌入葫芦口才开始下定决心投靠北马 说吧 那对年轻男女是北莽何方神圣啊 宋雕儿呆滞恶然 抬起头与坐在马上的徐凤年对视 然后他一点一点的崩起脸 接着是嘴角翘起了一丝弧度 继而笑意开始微微的荡漾起来 当他拍了拍袍子上的尘土起身之后 已经是一张袒露无遗的灿烂笑脸了 暴怒的红标刚要出手捏死这只胆大包天的蝼蚁 徐凤年一手脱枪 另一只手摇了摇阻止了红标杀人 除了那两对男女 还躲着哪位能让你凌微不乱的世外高人 或者说是几位 宋雕儿笑意不减伸出一根手指晃了晃 不多就一个 真不凑巧 正好能够抗衡王爷您老人家 当然这位老祖宗一开始不是奔着王爷来的 所以说呀 小的自打遇上王爷后 这运气啊 根本就是好到挡都挡不住了 从马贼队伍中突出现三起 拓跋菩萨 红敬严 慕容宝顶邓茂 崇良 北茂如今也没几个拿得出手的武道宗师了 拓跋菩萨应该不会出现在这里 后边四个除了王秀手下败将的邓茂 我都已经打过照面 也都不在这里 道德宗自从大真人员青山飞身后后继无人 齐剑岳府一等磁牌名有五个 剑气竟死了 同仁师祖则等于没了 前不久大岳府也死了 那位两字磁牌夺魁的韩姑贵为太子妃 更不可能 提兵山的帝母末死了 就高手而言也后继无人 公主坟听说小念头死在了幽州 至于杀死她的那个人 还在等着徐彦兵的第三强 王爷 你是如何都料想不到的 说到底还是北莽的诚意比你们北连更足 在你出现之前 人家开出的价格是万夫涨 在你确定会出现之后 我宋雕二可就是龙腰洲持节令之下第一人了 宋雕二有模有样的面朝徐凤年鞠躬致谢 他身后不远处便是那三起 红彪看着这马贼汗水 尽头后背的滑稽景象 忍不住吃笑一声 宋雕二重新抬头站好后拍了拍心口 不愧是天下第一人的徐凤年 小的其实都要怕死了 小的谢王爷不杀之恩 徐凤年看到年轻男女之间的那一起后 哑然失笑 哈哈 老先生 原来是你 白发苍苍的年迈老如生 身材消瘦 乍看之下毫无高人气度就只是个穷精好手的老薛鸠而已 徐凤年有些感慨 老人亦是如此 两人初次相逢是在那个如今早已成为北莽大军迎债的宴回关内 徐凤年当初还调侃了兜兜不休的老人一句 哎 老先生 你弯腰看一看 书袋掉了没 老人正是游历黎阳二十年的北莽太平丽 老人指了指身边那个年轻男子 拓拔气晕 春那不 也是我齐剑岳府的补算子慢 臭骑老子算不上 就是太慢 前不久 他说你肯定会出现在葫芦口外 老夫就跟着他来了 老人又指了指左手那女子 耶律玉户 他没有什么恶意 纯粹是想亲眼见一见你 老人指了指自己 老夫当然很想要你的脑袋 但是比想象中早了一两年 有些失望 但更多是佩服 使不想瞒 当下除了秋冬两那波的七千底细经骑马上入场 还有洪敬岩的一万柔然铁骑也会补上空缺 你执意要逃 老夫自然拦不住 但你只能撇开三千两百旗单独往西走 你走之前想杀人泄愤的话 除了拓拔祭运和耶律玉户你不能杀 其他人老夫拦都懒得拦 随你 西边是拓拔菩萨在等我 拓拔菩萨不能动 我大忙练气是没了 你北凉还有坛台平静和观音宗 此消彼掌拓拔菩萨一动就会打草惊蛇 届时徐燕兵肯定要来 那呼言大官乐得不跟人打架 嗯 如果拓拔菩萨动身赶来 我此时肯定就要在归途中了 那是慕容宝鼎和崇良联手 徐霄打仗劳官天下第一 娶媳妇天下第一 生个儿子还是天下第一 最后还能老死床踏厉害啊 要我看呀 张巨鹿比徐霄差远了 边境上双方都严密封锁起来 可凉州幽州境内都有谍报传回 楚禄山这回没有兵性险招孤注一掷 为了你把凉州主力调到葫芦口 幸亏你们北梁的都护大人没有真的这么做 否则我们南院大王的五十万大军得跟着跑断颓 说不定还讨不到半点好 不过啊 长远看来 舍弃梁州的急功近利之举看似大起步 可注定是不明之地 老先生 你都胜券在握了 还这么帮着红禁言拖延时间啊 那病殃殃的拓拔气韵会心一笑 而那个耶律玉户则是目不转睛 仔细凝视这个与想象中那个伟岸形象 有着天壤之别的年轻人 从头到尾都没有送刁二插嘴的份 他也拾去除了那个红标随便拎出一位吐口唾沫都能淹死他了 他巴不得谁都别理会他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当宋雕二听到太平令的那句过河拆桥刻薄寡恩的言语后 真正是战战兢兢肝胆欲裂 就怕徐凤年随手一铁枪就把自己捅出个大窟窿来 不过看情形徐凤年是自顾不暇呀 应该不在意他宋雕二一个马贼的生死了 宋雕二在庆幸之余更是恼羞成怒 想着等他成为全权主持龙腰州半数边镇军武的大人物后 定是要杀入幽州 突然耶律玉户发现太平令和拓拔气韵相视一笑 只是笑意中都带着几分自嘲和一丝无奈 耶律玉户皱紧眉头 仍是死死盯住那个形式有为常理的年轻男子 顺向思索 他得不出结论 那就逆向 眼前这家伙不可能为了在帝师和拓拔气韵面前假装淡定而纹丝不动 定是有所屏障 葫芦口内 卧宫鸾鹤两城已经实现了 幽州方面不可能抽调出足够兵力越过重出防线来支援他和那个叫玉兰刀的年轻武将 而梁州主力也没有动作 梁州主力 他终于松开了眉头 先前眼神中那种猫抓老鼠的玩味一点点的退去转为兵了 徐凤年看了看这个据说扬言要他二姐徐卫雄好看的北莽女子一眼 哼 瞪了我老半天了 是想让我怀孕还是让你自己怀孕啊 不等耶律玉户言语反击 徐凤年笑了笑 哼 千万别有路在我手里的那天 谢谢徐凤年提了提手中铁枪看着他徐凤年没了笑容 只是缓缓开口 否则我就把你的尸体挂在上头 蝉是葫芦口外的北莽那条补给线 螳螂是徐凤年和玉兰刀的幽州骑军 黄雀是太平令三人和那右耳的一千骑马贼 两大纳波的七千荆棋 红镜岩的一万柔然铁骑 冲凉和慕容保顶 这也就形成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有趣局面 但真正有趣的则是那堪称压轴的弹弓在策 在下颜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02集 老人轻轻叹息一声 但还是对徐凤年笑了笑 走了走了 可惜呀 红镜岩的柔然铁骑估计是大半都走不掉了 从东县辛苦赶来的两位纳波 也要白跑一趟 徐凤年 老夫会烧话给董卓 让他再重视一些楚炉山 徐凤年猛然望向马贼队伍中不起眼的义气 老先生 我厚道呀 让崇良这种堂堂大宗师装了这么久孙子 哼哼哼 并不厌诈而已 徐凤年笑了笑老人已经拨转码头又转头问徐凤年 老夫很好奇啊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那一万机会来的 或者说是一开始就是你和独护府设好的圈套 徐凤年没有说话 老人摇了摇头缓缓离去 太平令和补算子曼拓拔弃运 一律欲祸 还有隐藏在马贼中最后关头才现身的大魔头崇良 似其北归 拓拔弃运咳嗽了几声 止住咳嗽后说道 可惜慕容宝鼎还要半天才能赶到 否则不是没有机会留下徐凤年 不是慕容宝鼎当真赶不来 是他不愿意而已 都是乱缠贼子 都是 除了慕容宝鼎姓慕容还有谁啊 老人已经闭目养神了 置若罔闻 住嘴 无功而返的魔头崇良 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什么都不掺和老人沉默许久 冷不丁开口 也屡也好 慕容也罢 就算一个北猛装不下 只要打下了黎养 不管姓什么 再大的狼子野心也都够分了 先生是我无礼了 在四七身后 那只觉得莫名其妙的一千多马贼 很是风中萧瑟呀 尤其是那个呆若目击的宋雕儿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形势怎么就急转直下 本以为要死战到底的玉兰刀来到了徐凤年身边 后者凑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咱们一起回梁州跟着大雪龙骑一起回去 玉兰刀愣了愣 眼眶瞬间就有些湿润 他迅速拨转马头急驰而去 而徐凤年丢给红标一个眼色 后者宁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欲言又止 背对红标的徐凤年平静出圣 你不用自责 办完事后 你去跟他一千多马贼说一声 想要活命也不需要他们如何拼命 稍后每个人去战场上砍下五颗柔软铁骑的脑袋 宋雕儿再愚蠢 何况他一向是自负蹊跷玲珑心的大聪明人 咱们也该知道接下来自己的下场了 于是他破通一声重重跪下 使劲的磕头 王爷大人不记小人过 宋条虽然该死 但是宋条手上还有忠心哥哥的一千两百七可以移用 甚至 甚至 甚至我还可以帮北凉 责隆起两千金状马贼 宋条一定凭死 把王爷骚扰北方的不极限 王爷 究竟饶袖的一命 宋条真的还有幼稚啊 不管宋条怎么磕头怎么求饶 徐凤年早已远去了 当宋条眼角余光 看到红标的那双脚在他死前猛然抬起头 徐凤年 好歹让老子死在你手上 红标一掌拍在这忘恩负义的马贼脑袋上往下一按将其头颅连同上半身炸成了一滩肉泥 红标轻轻轻炒 花轻轻 Het ika reduction 吐了口 folders 还有 快抖 幽州骑军刚刚清扫完毕的战场上 听到玉聒刀传来的那个消息后 没有出现劫后余声那种震天响的欢呼声 撕 所有原本以为自己又要再一次抛弃抛拷则尸体的优州骑军 一个个红着眼睛 默默将那些战死兄弟的尸体背上战马 徐凤年停下马后 望向那三千两百余幽州骑军 还有他们许多人背后 那些永远闭上眼睛的袍子 徐凤年嘴唇颤抖 最终没有说一个字 一人一起转身 开始难想 这只骑军很快就可以向西 然后再一次南下 就可以进入梁州 羽鸾刀跟上了 石玉卢和苏文瑶跟上 饭粪跟上 三千两百骑也都跟上 余地龙那个孩子 依然是吊在大军队伍的尾巴上 抽了抽鼻子 自言自语 大哥子 先牵着啊 大将军 之前没敢跟你说 死在前天战场上的刘涛 就是在鸡北村子里等你的那个年轻之后 这孩子临终前说 以后万一有空的话 希望大将军能给他们武掌在清凉山那块墓碑之前倒完酒 如果能顺手 再帮他也来一碗 是最好不过了 都尾范粪伸出手掌 妈这脸看不清表情 这孩子生前不喝酒的呀 徐凤年 徐凤年点了点头 记起那个年轻赤猴当初在村子里等到自己返回后很想说话却又不敢说话最后还是没有说上话只是腼腆憨笑着 徐凤年猛然一家马腹提起长枪直奔一万柔软铁骑和那红镜颜当红镖领着那一千两百七马贼赶到战场的时候眼前那一幕让他们毕生难忘 当马贼进入战场后被命令砍掉一颗颗柔软齐足的头颅继续堆尸为种 号称南朝第一精锐的柔软铁骑战死尸体筑起了一座座精冠 那只白甲雪亮的骑军一人双骑甚至三骑 但比起玉鸾刀率领的幽州骑军显然要更加气势雄壮 因为每期都选有一只沉重枪矛 且就甲咒而言是人马接小拳甲样式 而那些白骑开始卸甲悬挂在不骑城的战马背上准备撤出战场 马贼在剁掉柔软齐足脑袋的时候大多会下意识凝望几眼其中一骑 那一骑高坐在马背上不戴头盔提了一杆长枪身材魁 这一骑来到徐凤年的身边没有下马跟徐凤年一起望向南方 可惜洪敬炎带着几百亲卫跑回了葫芦口 否则只要他死在这里剩下的那只柔软铁骑也不值一提 杨元赞等于失去了所有能够灵活机动作战的兵力 我们就可以直接杀入葫芦口 跟北芒比一比谁更早形成包围圈 现在不行了 两个那波的七千惊奇还在东面观望 事情总不能说实权实美 如果不是你们及时赶到 北芒太平令就会和洪敬炎重凉 还有慕容宝鼎联手 不说玉兰刀和三千多幽奇 连我想走都难 那送鸟儿反水不算什么 但是那个早早猜出 我会出现在葫芦口外的拓拔气韵 此人不容小觑 他能说服堂堂北芒帝师来到此地 说明他在北芒中枢 拥有分量大到可怕的发言权 袁三哥 以后我们跟他对峙 得多留几个心眼 袁左宗细眯起那双卧蚕眉 点了点头 北梁先前更多关注董卓 对拓拔气韵确实疏忽了 徐凤年欢视一周 嗯 他人呢 王都为带着一标游弩手 先行席行了 大概是不敢见你吧 哎 青鸟这丫头 带着那个王秀遗物的刹那枪 从北莽力量回来后 就进入了大雪龙骑军 凭借战功晋升为一名油弩手都尉 这趟赶赴葫芒口救驾 他比谁都火急火凉 带着一标油弩手先行 能与主力大军拉开出将近百里路程 如果按照北梁军律啊 早就应该被主将骂得狗血淋头 然后逐出军母 也就三哥你对这位枪先王秀的遗孤 给予最大信任和容忍 我对这丫头信任 可不是因为她是什么藩王进尘 王爷您也瞧见了 从第一颗到第八颗柔然铁骑的脑袋 就都是她用刹那胡枪一口气崩碎的 哼啊 他虽说是女子 却是沙场上最好的士组 说完徐凤年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久别重逢的三徒弟吕云长 正在大弟子余帝龙身边 看上去都是吕云长在唾沫四箭 余帝龙则是一声不吭 唉 也不知道跟随白虎脸去北莽练剑的王生那丫头 有没有属于她的规觎 该走了 嗯 是啊 玉鸾刀来到徐凤年和袁左宗身侧 王爷 袁统领 唉 玉将军 大雪龙旗还缺一名副将 有没有兴趣啊 虽然我没有任命权利 但王爷就在这儿 你要是答应 我保证王爷不会拒绝 只会顺水推舟 徐凤年会心 一笑 北梁边军中几只亲军都是徐霄留给子女的家产 可以算是天底下最豪舍的手笔了 除了八百百马一丛 一直在人数上不成气候 黄蛮二的四军已经从一万旗增加到了三万 成为力保留州不失的中流砥柱 两个姐姐也各有亲军 北梁进万师打师的重骑兵可都出自这两支骑军 虽说北梁都护府对这些挂在他们名下的亲军都可调遣 但是具体的军中认识一般并不插手 大雪龙骑士好 但是我幽州骑军也丝毫不差 袁左宗笑而不言 对玉兰道的不识好歹也不以为意 相反对这个北梁外人的坚持多了几分由衷的敬佩 当时为何总领合计两州军务大权的蔡南阻拦 幽州三万骑军最终只出动一万出境 老将田恒气恼北梁都护府 或者准确说是我不够强硬 气得不愿意当那副甲 卸甲归田寒银弄孙去了 据说私底下还骂我徐凤年的胆气 都在那次抗拒圣旨中用光了 玉兰道心头意尽 田将军的赌气虽然不妥 但田恒老成持重用兵急正 幽州骑军不能少这定海神针 如果王爷是要问罪 玉兰道愿意拿所有军功为田恒赎罪 无必紧张 我没有秋后算账的意思 只是希望你回到幽州后帮我带句话给田恒 让他别怂气了 他家怎么个情况我又不是不知道 两个儿子在籍贯前就都战死 老将军哪来的孙子来含义弄孙 幽州三万骑军他来做主将 你玉兰刀做副将 石玉卢苏文尧分别授角其将军和标其将军 各领一万优旗 到时候老将军多半不肯主将 你就说啊 是我和都护府的命令 他要么当主将 要么继续含义弄孙去 石玉卢苏文尧分别授习旗将军和标其将军 各领一万优旗 到时候老将军多半不肯当主将 你就说是我和都护府的命令 他要么当主将 要么继续含义弄孙去 玉兰刀顿时笑逐掩开 多谢王爷 莫将礼命 这三千两百骑设不退营 由你玉兰刀来兼任此营第一任校围 营中士卒 我徐凤年也挂一个名字 但不以现义骑足来算别是 玉兰刀咬了咬嘴唇 红了眼睛 猛然一起转身 急驰出去数百步 从一名幽州骑足手中 接过了一杆徐子骑 面朝那三千两百幽州骑军 大将军有令 我幽州三千两百骑 射 不退营 玉兰刀高高举起内感鲜血浸透的旗帜 不退营 今日立即 三千两百骑 集体抽出北梁刀 所有的大雪龙骑军也都纷纷上马臭刀 心甘情愿为这支幽州边军中第一个赢得 赢名的永汉骑军来撞位 袁左宗作为亲身参加过一系列春秋战士的北梁老将 在同样拔刀后 下意识看了眼徐凤年 没有看到那种年轻武将都会出现的炙热和渴望 袁左宗轻声道 打仗死人免不了 我知道 走了 这支骑军向西迅速转移 在他们身后留给葫芦口外一座座柔然铁骑堆积成山的害人金冠 大概半个时辰后 百鱼骑缓缓来到这处惨烈战场 为首两骑是两个三十来岁的北莽将领 正是四大纳波中的两位同龄人 丘纳波大儒者士维和东纳波王金虫 大儒者士维望着那一座座金冠 神情复杂 在人数相当的情况下遇上那一万骑 我真没得到吗 单纯就战力而言 咱们耶律荣木两支王杖重骑其实并不逊色 在双方投入十万兵力以上的战场 在凿川阵行仪式上 重骑还是有点优势的 但你要说跟这一万骑挑个地方玩单挑 还真是没有半点悬念 没办法 整个北梁骑军的拔尖精锐都在这大雪龙骑军里 骑足年纪都到二十到三十之间 中低层武将都是四十岁左右 高层将领则无一不是打过春秋老丈的将领 每骑的战马都是北梁甲等大马 我们北莽真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大雪龙骑 不是撑不起 但关键在于谁来当主将 董卓附和 但是他已经有十万多董家军 哪怕陛下放心 但别说北庭忌惮 就是南朝也没谁愿意 柳归杨元赞这些深温官场的大将军 则是打心底都不愿意切瘦这烫手山芋的 大儒者视为潇洒下马 蹲在地上捡起了一柄血迹未干的柔然豌豆 在铠甲上一抹而过擦掉了血液 洪敬炎也真是惨 整座柔然山脉的精兵都是他的 结果还是没能抢到手那南院大王 还被封了个西京兵部侍郎 好不容易以为葫芦口好欺负 想要领着两万旗在幽州境内大开杀戒 结果攻打卧宫狼鹤两成都没他的事情 杨元赞和重谈这都开始打霞光了 总算有了立功的机会 屁点屁点掉头跑出葫芦口 好嘛 一下子就给大雪龙旗打趴下了一半病例 关键是这家伙都没赶上阵 真不晓得他还能不能坐稳那柔然共主的座位 至于以后要再跟董卓争什么 我想他自己应该也明白没戏了 王晶虫没有下马 未必如此 洪敬颜此人 没怎么见的 大如者视为拇指轻轻触碰着柔然战刀的刀锋 我很好奇那家伙怎么没跟太平令大打出手 要是能杀掉药罐子拓拔弃运 和那个快要被重谈夺去下纳波称号的娘们 然后他英勇战死在崇良手上 这该多好 由此可见 刘州那一战 这哥们真的受伤不轻啊 东纳伯大人记住那个袁廷山可是亲手逼着魏敬堂出城跟咱们打了一场 当时我可是都懵了 七八百骑军和四千部族就敢对我们尽万骑军出城作战 害得我以为黎昂还有好几万复便 或者辽西有大股骑军在我们尾巴上呢 结果半个时辰魏敬堂那些人马全死光了 袁廷山和他老上人家的七千司军骑兵也没放个屁 要不是今天给我看到这一万举柔然铁骑筑起的金冠 我都要以为咱们北蒙随便拎出十万骑军 就可以绕开北梁一鼓作气踏平中原了 袁廷山隆起的冀北骑军和燕宝李家的那只司军 此时肯定就在某地耐心的等着我们返回东线 你我不可答应 大柔者是唯一撇了撇嘴上马后抛出那柄柔然弯刀插在一座金冠顶上 风狗云亭山还真没放在我眼里 倒是那广陵道上的西楚余孽 有两个叫寇江淮和谢西锤的很感兴趣 寇江淮料挑子后 赵仪的那个福将宋利很快就带兵轻轻松松收复了江土 原本他们东线大好的局面现在沦落到给宋利压着打得不敢露头 据说西楚那座小朝堂上所有嘴脸都变了 早先雪片一般上书弹劾寇江淮拥兵自重的 现在全傻眼了 所以开始给寇江淮歌功颂得了 只要曹长青还没有出手 意味着西楚就算没有盛世 也说明没有落下风 嘿嘿 反正越乱越好 突然大儒者是为转头望向王精虫 王精虫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 谢西锤和寇江淮会出现在北梁 王精虫愣了一下 神色凝重 大儒者是为 你有这种直觉 大儒者是为摸了摸下巴 那就好玩了 不过我喜欢 王精虫在当年洪家北奔中 还是一位十岁出头的春秋移民 是跟着家族私塾的教书先生 一起诵读着圣贤书进入北莽的 他早已忘记了儿时生活的环境 但是在那种颠沛流离的道路上 临近车队之间都不绝于耳的书生朗朗 至今让这位家族进入孤赛周后 仍是坚持耕读传家的丘纳波记忆深刻 唯一幸而复过 却要害得又一次中原路程 曹长青 你内心深处是不是很痛苦 既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你曹长青又是图什么呢 大儒者是为 瞥了眼这名丘纳波 心情复杂 两人年纪相当 但是这十多年积攒下来的战功 巨傲自负的大儒者是唯一也不得不承认 王精虫不但比自己更多 比草原上的母郎耶律玉户也更多 当然 比那个刚刚在幽州葫芦口战场上一鸣惊人的重谈更多 重谈不过是才机身军武就一跃成为先锋大将 才打下卧攻城 就已经被某些人说成是更加名副其实的北莽下纳波 而王精虫却需要从底层氏族一步一步做集 武掌百夫掌千夫掌万夫掌 但是最终能够成为秋纳波还要归功于 他有个跟甲字姓氏联姻的南朝以字家族来作为靠山 大儒者视为对王精虫的复杂态度 很大程度也代表了整个北莽对这些春秋移民的左右为难 皇帝陛下何其开明 何等胸襟呢 仍然是在登基时亲手掀起了一场北南朝文人暗中说成是瓜慢抽的血案 惨案起因让人哭笑不得 竟然是一位秉字氏族老家主的一坛骨灰 这种人的死活原本北庭都懒得看上一眼 但是有一封奏折就突兀的出现在了陛下的书桌上 然后陛下下令把所有家族中有老人不愿葬在南朝的家族斩首之外 族品全部下降一等 哪怕是惨剧过后的十多年时间里 时不时还会有年迈移民死去 仍是袭击着能将骨灰埋在中原而在北蒙虚建坟中 然后被人揭发直到太平令成为北蒙帝师 这一项禁令才开始松动 北庭准许南朝移民在死后 指射衣冠中留下骨灰等待北蒙大军的马蹄 来踏平中原 哈哈哈哈 黄金虫 我们北蒙也有被誉为塞外江南的地方 跟真正的中原风土有何不同 忘了 徐凤年和袁左宗在全军中途休整的时候 并肩蹲在一处山丘顶上 如果今天的北凉三十万边君不姓徐而是姓陈 那么北凉肯定可以少死人 很多人心底都这么想 我也不例外 但是李一山说过 北凉一旦交给陈之报 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北凉更好 天下更坏 此话怎讲 袁三哥 让我先卖个关子 希望有那么一天 我可以帮师父证明他没有错 嗯 我等着便是不急 记起那个生前住在厅朝阁 死后骨灰洒在边关的枯稿书生 徐凤年闭上了眼睛 师父 你放心 徐凤年原本打算在良幽北部交界处就跟玉兰刀和幽琪不退营分开 然后前往楚禄山所在的北凉都护府 只是临时有紧急谍报说 燕文卵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要跟他面谈军务 于是徐凤年就挑了个折中的地理位置 让这位手握北梁十多万边军的布军主帅在燕之郡等他 余地龙一听说要去燕之郡 此前一路郁郁寡欢的孩子终于有了点笑容 只可惜得知徐凤年跟燕文卵约在了郡城 而不是那个师父担任过主步一段时日的毕山线 余地龙就又沉默下去 有一种过家门而不入的失落 徐凤年在深夜时分下踏在一座由浮水房精心安排的雅致宅子 一行人前脚才踏过门槛 身后就响起了一阵咒语急促敲打屋脊怨腔的雨点声 徐凤年没有睡意 到了那间藏书泼风的书房后 站在窗口看着院中雨幕 徐凤年没来由的记起了许多年少轻狂的举措 例如在那过手的不下百夫名家真记上前印艳品二字 为途经北凉侠境的外乡游侠而一致千金 游记的母位骂了北凉整整半辈子 来作为官场中南洁净的江南名士 自己不奋其人窃据高位后多有富贵诗词传世的行径 还让人送去了一封异信 大致意思说 你老儿被人捧臭脚夸散成雍容气象的玩意儿都当不得真富贵 真要有钱了 是不谈美酒真修金银诸玉的什么慵懒枕玉良那都是穷讲究 徐凤年最后在信上写了一句 雨来闲听芭蕉一千声 雨去坐看湖中一万锦来收尾 听说那位上了年纪的士林名流看到信后是气得不轻啊 然后很快就上书弹劾 先说内巴交不耐寒 枝叶寿风济裂在西北边在一珠都不意见 可清凉山竟然有一千声即一千颗 所以此人得出结论 定是北梁王徐霄侵吞军饷中饱私囊 全然不顾边陲大事有父皇恩 理当波爵 当然那会儿这种理直气壮的奏折呀 在黎阳朝廷一年到头都有 先帝赵敦也没有理睬 只不过也没有约束 徐凤年清楚的记得自己寄出信后 在江南道文坛士林上很是惹起了一番热议 一边倒骂他骂徐霄骂北梁 刚刚去上阴学宫求学的二姐徐卫雄 还回了一封家书 说他徐凤年写的狗屁不通 不过他最后又亲自写了封信给那位名士 然后所有江南名士都夹起尾巴了 不过徐霄事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段 竟然把那封信给要到他手上 在梧桐院跟儿子喝酒的时候 那叫一个马屁不止啊 说他还是跟李一山请教了半天才明白 那巴叫一千声到底是个啥意思 喝高了以后颠来倒去 就是那么几句说他是真的开心啊 儿子比他这个老子强 读书多 瞧瞧都会做事了 以后啊 肯定能当个比他徐霄更称职也更能服众的繁忙 徐凤年哪怕记忆力远超常人 但因为当时的散漫和应付 如今已不太记得徐霄的言语神情 但是徐霄有一个动作 哪怕过了这么多年记忆却是越来越深刻鲜明 那是徐霄在走路脚步都不稳的醉熏熏离开梧桐院前 从桌上收起了那封从江南到辗转回清凉山的信 小心翼翼的收入袖中 当时徐凤年就有些纳闷 你徐霄这辈子一步步走向未及人臣的辉煌仕途中 连那么多加官进爵赤锋又赤锋的圣旨 也从来都是胡乱堆放 一封寄给别人还是骂人的东西 值得你这么当回事吗 徐凤年站在窗口一宿没睡 好像是才眨眼功夫就已是新的清晨 徐凤年抬头望去 最后一场晝雨初歇天空仍是乌云密布的阴沉景象 隔壁院落传来了沉闷的撞击声 是余地龙和暂时没有跟随大雪龙骑赶赴梁州北线的吕云长在切磋寄击 两个徒弟都没有用兵器 近身薄杀 双方是拳拳倒肉以谁最先扛不住后退三步为书 没多久 那个年纪最长却只能当小师弟的吕云长就嚷着要去拿那柄大双长刀了 大概是年纪最小却是大师兄的余地龙没搭理 怨中复归寂静 徐凤年有些遗憾 如果我的境界还在巅峰 当时在葫芦口外 就不会听说那位北莽帝师有洪敬炎 崇良和慕容宝鼎作为后手 便束手束脚 不过话说回来 我徐凤年如果仍是当之无愧的新武帝 太平令和拓拔弃运等人也不会陷神 仅就境界高低而言 我也仍算瘦死骆驼比马大 只比拓拔菩萨 邓太阿 曹长青徐彦兵 忽颜大官 陈志报这六人 小书一线 但如果是此时与人生死相向 也只会把一个当今名声职将的人 放在前三甲之列 顾建堂 徐凤年走出书房站在台阶上 一名相比良帝健儿身材显得十分矮小干瘦的披甲老人 独自大步走入院中 徐凤年没有刻意摆出扫踏相迎的姿态 等到身上铁甲仍有雨水痕迹的老人走上台阶 徐凤年和他一起走向书房 桌上已经搁有一壶热茶了 但没有茶杯而是两只大碗 阎文鸾到了一碗一饮而尽 然后阎文鸾双拳撑在膝盖上看着对面的徐凤年 倒像是要兴师问罪的架势 徐凤年静等下文 这位老将是北梁军中最大的一座山头 前任齐军统领钟鸿武倒台后 袁左宗继位时日尚短 始终牢牢握住北梁布军大权的阉文鸾 可谓是一支独大 但是很多边军士族和北梁百姓都不知道一件密事啊 北梁军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徐家军 从一开始就无形中分为了两派 一派以温和的谋士李毅山为首 西磊臂之战后主张徐肖立即北上返京 另外一派呢 则以更为激进的赵长陵为核心 要一鼓作气拿下半壁江山 竭力主张割据自首以谋化江而至 与黎阳赵家南北共享天下 最后再打一场类似西磊臂的大战 以此来决定天下归属 这种潜在分裂一直蔓延到徐肖之后的锋芒旧藩 其中徐凤年的舅舅吴起 就是在那个时候心灰意冷选择离开军武 还有之后在北蒙敦煌城隐姓埋名的徐仆 两位名将之下还有许多人同样是意气用事 从此离开了徐肖身边 可以说李毅山一系的胜出只是一种惨圣 在很多至今还留在北梁军中的老人眼里 这意味着李毅山一手造就了徐肖加北梁赵天下的格局 不能说错 但十分忠勇 更重要的是赵长陵因病而英年逝世 导致了这一派丧失主心骨 加上赵长陵一手提拔起来的许多人 以阴文鸾这名春秋名将为首的北梁军头 一向不愿也不敢掺和徐家的家事 又决定了很多年后 陈之暴好似腹气一般的单其腹稀数 阎文鸾突然叹了口气 给自己倒了碗茶 想了想 又给徐凤年身前那只碗也倒上 老人端起大碗 惊生感慨 这么多年来 我心里头一直有疙瘩 去了秦梁山那么多次 都故意没去听朝阁拜见了一先生 大将军当年劝过一次 也给我拿了个别角借口搪塞过去 之后大将军也就不提这一茬了 我师父生前没有后悔他当年的决定 他一直坚信 如果争天下的话 徐霄和徐家铁骑没有这个大事 那些想要成为从龙之臣的人是痴心妄想 非是徐凤年不敬赵先生 也不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或者得了便宜卖乖 在厅朝阁内 我师父和王继九还有我二姐三人就当时行事有过一场又一场的反复推演 结论都是一样的 当时王爷在世袭罔替的关键时刻 我阎文了也猜想是拿谁来开刀立威 想来想去有一个最可能和一个最不可能 前者是让我这个碍眼的老家伙乖乖卸甲归田安心养老 最不可能的是拿下怀化大将军 因为钟红武且不论其品行好坏 在京城看来一直是大将军用来掣肘我和陈之暴的重要角色 如果依旧是太平盛世的光景 我肯定会选择钟红武 甚至不惜在他退出边军后 让他推选个心腹做北梁都护大人 也会变着法子让你燕文卵晚节不保 慢慢剪除羽翼 将赵先生的流风遗则都去除 让陈之暴彻底变成权柄可有不可大的孤家寡人 陈之暴在北梁军中的烙影也会自然而然逐渐淡去 王爷不愧是李先生的得意弟子 果然善谋且最善绝护戒 冷语伤人 不过好在还有热茶暖心 喝茶喝茶 以性情刚烈著称北梁的老将军竟然也没有当场仙桌子撕破脸 而是板着脸喝了口热茶 屋内气氛僵硬 徐凤年率先打破了沉默 却是一句题外话 听说纳兰又次放出话来 要和谢飞鱼联手点凭新的五瓶腌脂瓶和酱象瓶 那也破玩意儿都是读书人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 徐凤年喝掉茶水放下茶碗神情凝重 那我今天就跟老将军说一说几位读书人和首做过的一件正经事 嗯是四个人 燕文鸾皱了皱眉头 徐凤年说了四个名字 黄龙氏 李一山 纳兰又次 原本西 燕文鸾下意识坐直身体 徐凤年把茶壶茶碗都推开 双指并拢在桌面上画出一条轨迹 在春秋之前 自大秦立国以来 每次北方游牧民族 发动游掠侵袭 或者是中原内部的动荡不安 中原世数都是避惑南迁 历史上数次大规模衣冠渡江 宗室门阀都是由北向南 只有南迁南迁再南迁 从未有过北都广陵江 其中以勇喜末年的刘氏信蜀 和大凤覆灭后的甘露南渡最为典型 可以说春秋九国中的楚江 能够成为执牛而者 甘露南渡 带给他们的中原正统身份功不可没 跟以往截然相反的宏家北奔 众所皆知 有两条路线 其中这一条是迁徙入黎阳国都 太安城以后送大卫和后随三国移民居多夹杂有少量西处和南唐移民 徐凤年又在桌上画出一条稍显弯曲波折的轨迹 在这之后大概相距半年时间一场规模更大牵涉士族更多的空前逃难开始了风骨最硬的西处 最喜糜烂豪奢的南唐固土情节最重的西处几乎都出现在这股洪流之中大大小小十数股人流最终在如今的优良和三周形成会合之时 进入北莽孤赛龙腰两周地带造就了眼下的北莽南朝盛况 嗯 当时蜀陆山千气开熟以后咱们用部族就打得西蜀大军丢盔弃将顾建堂那家伙运气好啊 作为南唐顶梁柱的顾大祖运气又太差 几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南唐 八国君主上吊的上吊 自焚的自焚接下囚的接下囚 所以黎阳老皇帝这才说了句终于可以用赵家太平火报天下太平了 但是这跟那四人有何关系啊 传言李先生跟纳兰又辞曾经一起游历春秋 就算是真的各位其主也绝对不至于联手做事 更别提跟咱们那位北梁死士杀了很多次都没载掉的半截蛇原本戏了 哼王爷我阎文鸾虽说只是一介五夫 但总算也知晓一些打仗以外的天下是你要说这四人像咱们此时这样坐在一张桌子上谋划了那洪家北奔 我可就真的要笑掉打压了不需要草稿的牛皮也不是这么吹的吗 退一万步说 各有阵营各有所谋的四人当真巨头谋划 在中原游历二十余载的北莽太平令 又岂会察觉不到端倪 那王爷你说个屁呀 徐凤年眼神平静地看着老将军 后者破天荒的没有瞪眼回去 只是尴尬一笑摆了摆手 你接着说 我不废话了 以三寸蛇搅乱春秋的黄三甲 其实在这场千年未有的变局中什么都没有做 之所以将他拉进来只是因为没有他就不会有离央大一统的局面 更不会有洪家北奔 要说春秋之事黄龙氏此人必然绕不过去 以后的史书也是如此 黄三甲用嘴皮子合纵连横 我爹用铁骑和徐刀使得神舟入城 于是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某人眼前 虽然中原势了 但是北边还有个虎视眈眈的邻居 这个时不时就要来南边邻居家抢东西的北方恶林 比西蜀人士眼中没有教化可言的黎阳 更加粗笔野蛮 既然黎阳都能打下中原 那么更为崇尚武力的北莽 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 连黎阳都给吞并了 燕文鸾愣了一下 不由自主的陷入沉思 他只是个带兵打仗的五人 还真没有考虑过这个难题 有大将军在的时候 连同燕文鸾在内 所有北梁人几乎都拥有一种堪称自负的强大自信 那就是有北梁三十万边军在 北莽蛮子他就别想南下中原一步 这需要什么理由 不需要 大将军去世后 很快就是北蛮子百万大军压境叩关 也由不得燕文鸾去深思什么 至于洪家北奔这种陈年旧事 谁会在意呀 徐凤年停顿了许久 这才开口 我师父从不愿提起 同为谋士的纳兰又词 但跟此人是旧事 是真的 这场谋划也不是师父生前跟我说的 是我自己从蛛丝马迹中找出来的 陈亮熙在厅朝阁顶楼 便拦笔记守闸 去年末 他有过一封密信交到清凉山 证实了我的猜想 我可以断定 最初肯定是师父想到要设这个大局 一开始念头 大概发生在 西磊壁之战的尾声 打下西楚 就等于收拾干净了黄三甲 东一廊头西一锤子敲出来的烂摊子 我才在他陪徐小北规京城途中 可能是遇上了 跟当时追随燕赤王赵炳一同北行的纳兰又词 也可能两人根本就没有碰面 但有过极为隐蔽的书信来往 后来摆在台面上的事情 老将军应该或多或少知道一些 在西楚损兵折将的徐霄 在庙堂上刚刚成为北梁王 就放出话去 要在旧翻西北之前血洗广陵江 要让西楚世子的尸体堵住那条大江的入海口 没过多久 赵炳也成为辖境疆土最为广阔的烟斥王 而且很快就有了南唐余孽 起兵杀死黎阳三千留守士族的惊天惨案 噩耗以八百里加急传入京城 当时赵炳在世人眼中 心情肯定本来就很差 因为按照军功本来就该赤丰的富饶甲天下的广陵道 根本就没有赵义的份 结果南疆给了他这么一个下马威 无异于火上浇油 藩王中最试杀的赵炳 按照常理肯定火冒三丈 也使便传 赵炳持刀砍掉一颗秦柏 誓言杀绝南唐轻壮 这件事确实是真的 大将军当时还跟咱们当笑话说来着 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 当时老皇帝犒赏功臣 在最为重要的封王旧藩上 大将军挤掉顾剑堂成为北梁王 没有谁敢多说什么 顾剑堂只能当个流经的兵部尚书 只好在两朝天子眼皮子底下 鼓道出那座破烂鼓炉 有个说法是怎么说来的 嗯 聊以字 喂 对 言归正传啊 可是朝廷起先有意 让赵炳担任淮南王 别说天高于皇帝远的南疆 就是靖安王都当不上 只能当个淮南王 帮着黎扬赵氏盯紧大将军 赵炳肯定不乐意 就自己要求要去两辽当交通王 大将军后来跟我们这拨人亲口说过 赵炳跟老皇帝私下有过一场聊天 说他不乐意在大将军屁股后面吃灰 要去两辽打北马蛮子 说他赵炳就算要死 也是站死在马背上 但是结果很出人意料啊 赵炳成了燕赤王 虽然比不上赵敦的胞弟赵义 但比起那个憋屈了大半辈子的淮南王赵英 还是要束缚很多啊 燕门鸾重重拍了一下膝盖 这么一来就说得通了 要想驱赶春秋一鸣 逼迫他们北渡光临江 不把本该最不愿背井离乡的 蜀楚唐三国逼得走投无路 尤其是那些个百年国千年家的 士族门法 是不会甘心在亡国之后 又当丧家权的 王爷 这里头就是后来成为 黎阳帝氏的原本熙 这第四位谋士 出了力动了手脚吧 怎么 李先生跟此人当年 真的也有不为人知的牵连 哼 没有 原本熙只是为赵家谋而已 王爷 此话怎讲 但是徐凤年走神了 燕门鸾有些无奈 老人也没那个脸皮再问 你徐凤年不说 我燕门鸾还不能自己想啊 然后老人认真思索片刻 突然大声开口 啊 干了这么多路啊 光喝啥 担出鸟来 不够劲 王爷 来点酒 在下 燕门鸾 欢迎继续收听 雪中汗刀行 第303集 徐凤年 笑着起身 去拿酒 等他拎着两壶绿衣酒 回到书房后 燕门鸾 迫不及待 打开一会 接连痛饮三大口才罢休 狠狠 磨了磨嘴 王爷说原本锡为赵家皇帝打算盘 是不是说原本锡 根本就不放心 那些在八国版图中 根深蒂固的著冲豪法 既然不待见他们 又怕他们惹是生非 当务赵敦登记以后 发动对北莽的那场大战 担心这些移民移老 会在背后捅刀子 那么就干脆把他们撵出去 这就跟黎阳文人 必须异地围观是一个道理吗 好不容易才想到 这一步的燕门鸾 很快就自我怀疑起来 不得不再度开口问徐凤年 但是原本锡舍得 这么多所谓的衣冠士族 一口气跑到北莽去 说到这里 猛然惊醒的燕门鸾 眼神骤然冰冷起来 语气也淡了几分 死死盯住徐凤年 黎阳子勇回元年起 便颁发了一条重驴 铁器石巾 将人一鸣 一旦流入北莽 当地官员流袭三千里 冀州河州还有东县两辽 这么多年来 边境上许多人铤而走险 因此报复 事后也少有追究 可在咱们北梁 二十年来 在李先生主张下 可是光内杂号将军和师权校尉 就杀了十多个 燕门鸾握紧窗檐 那只装过了热茶 又装烈酒的大白碗 眯起眼 王爷既然今天跟本将 说起的这宏家北奔 自然大有深意 本将也打死不相信 李先生和那纳兰又辞 就是想着让北莽实力大增 才让北莽平白无骨 多出一个南朝 多出那些天天把中原 众朔挂在嘴上的近百万春秋一鸣 但如果王爷今天不能给本将一个说法 那本将可要替卧宫乱和两城的阵亡将士 以及接下来所有战死的北梁边军 都但跟王爷讨要一个说法了 徐凤年手指沾了沾酒水 弯腰在桌面上南北两端各点了一下 要成此事 先得形成一个关门打狗的局面 扬言要杀进南唐轻壮男子的照片 是做抄底的脏活 事实上 他的确是一到南疆那边 就杀了数万南唐降族 这些人里 大概有几千人是真有反心 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冤死 抄底活有人做了 还得有人来关门 徐霄就是做这个的 只不过当年他带兵赴粮 走得出奇缓慢 当时觉得自己被我师父和纳兰又此摆了一道的袁本熙 是有亡羊补牢之举的 袁本熙跟你一样 希望那些门阀势力 恕挪而死 别影响他辅助赵敦 打北莽的头等大使 但是袁本熙同样不希望那个下半年的洪家北笨 竟然会一口气直接跑到死敌北莽去 他的本意是让徐霄的大军快马加鞭 赶在这之前堵住西北大门 好把这群带宰牛羊赶回京畿一带 跟前一股洪家北奔的洪流呆在一起 所以这就有了朝廷命令顾建堂心腹将领 蔡南仓促西行的局面 只不过当时徐霄也好 冀州寒家也罢 因为各自的原因都没有阻拦 导致了当时手下齐军不多的蔡南 没能成功 之后 黎阳不敢拿徐霄怎么样 你一个寒家还收拾不了 所以朝廷很快就将寒家满门抄斩 当年逃掉一个漏网之鱼 如今又成了忠烈之后 都只是一道圣旨的事情 当年张巨鹿主持此事 是真心想要杀寒家 但要是说他是受恩师影响 因私怨而杀人 那就太小看他了 徐凤年提起酒壶后始终没有喝酒 原本西之所以没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不休 很简单 是由于几场大战下来 黎阳连战连败 赵家老底子的精锐损失惨重 然后忽然发现北蒙忙于消化南朝 想着几年后 避其功于一役 这就让赵敦主政的黎阳朝廷得以喘息 一点点历经图治 加上原本西也不觉得在将来比平国力底蕴 黎阳会输给北蒙 红家北笨啊就逐渐成为无人问津的一笔烂账 黎阳朝也不敢就此出生 因为这是以开明大度诸称于世的赵敦唯一不能触碰的逆铃 言下之意是说那些衣冠北渡是拖累了北蒙 不对 虽然那些春秋移民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蒙的上午之风 但是对那老夫人来说 接纳这些人力远大于弊 现在他们打幽州葫芦口 打梁州虎头城 就已经证明这一点 他们的攻城方式与中原无异 仅葫芦口举例 那先锋大将重弹 打沃公城和鸾鹤城 甚至都有练兵的闲情一致 打沃公只打一面 表面看上去 跟孩子过家家闹着玩差不多 但很快他打鸾鹤 就开始尝试着围三缺一 甚至破城之后 对敌对紧都残忍到故意打入那城中的巷战 如今打辖光 北蒙部族更是愈发先数 在局部战场上的伤亡人数骤减 打北梁就已经是如此步步为营 以后万一 万一北蒙真有机会 去攻打中原那些城市 除了西蜀和两辽还可一战 除此之外 谁受得住 烟尺王赵炳的大军 北蛮子假使都打到南疆了 还有意义吗 就算不提战场 那个太平令 甚至已经准备好 如何攻下北梁后 将以最快速度 填补上大量金鱼正式的文官 以此稳固后方 让北蒙其军南下 没有后顾之忧 这哥在二十年前 北蒙即便敢想 也万万做不到 老将军有没有想过 当时为什么徐霄和李一山都完全不反对我去北莽 反而是支持的态度 阎文鸾脸色依旧阴沉 但没了先前半点掩饰都没有的杀信 轻轻摇头 徐凤年望向窗外 开始明朗起来的天色 缓缓放下酒壶 老将军 耐心等着吧 我当年独自一人去北莽 只是在跟某些人传达一个消息 很冒险是不是 但如果不这么冒险 如何能让别人心甘情愿冒更大的风险 至于北莽还有谁不忘当年初衷 我不知道 但人数肯定不少 我都不知道 北莽那老玉和太平令更猜不到 阎文鸾呆若目尽 徐凤年站起身 唉 也许你会问 那些个读书人能扛得住 哼 前些年 谁敢点头 我只当是个孝 但是天底下的读书人 仅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春秋 就有死守相反成十年的王明阳 更有自寻死路的张巨鹿呀 记者还个未经汤 事实上 春秋这种 这种慷慨赴死的读书种子不少 当然 我燕文卵 也亲手杀了不少 徐凤年走到窗口 黄三甲曾经说过 这天下 肯定是读得起书 识得字的人越来越多 大体上的趋势 也是不可以阻挡的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但是 不是读过书认识字 就可以成为他黄三甲嘴上的读书人 徐凤年伸出手掌 慢慢握拳 懂得越多 握有越多 则敬畏越少 人之常情 几年前那个没重新练刀习武的世子殿下 敢对天人不敬 心园一马 心园一马 道教有心园不定 一马四驰的警示 佛家也有志愈其心 调伏圆马的说法 但是具体怎么做 都太笼统缥缈了 读书识字一直都是奢侈的寻常老百姓 做不来 儒家就很简单明了 一个字 礼 礼既是框架 其实更是一只牢笼 老百姓不懂没关系 我们定立很细的规矩 你们跟着做便是 我想 儒家能够在珠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最终一只独秀 利亚别家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当然 是个人都喜欢无拘无束 自由是天性 在这种几乎不可调和的冲通矛盾下 儒家又跟人性本恶的墨家产生了巨大分歧 儒家圣人早早提出了人性本善 后世贤人不断用各种手段潜移默化 比如 那蒙同志儿捧起书本后 就都要死记硬背 否则就会挨板子的三百千 说到底啊 这就是教化之功 而更有趣的是 道家圣人又跑出来打了个唱 说要绝胜弃智 名利百倍 绝人弃义 名副孝慈 谁对谁错 也许没有对错 黄三家覆灭春秋所作之事 只不过是给天下人一个更早拥有 叫自由的选择机会 而张巨鹿这个做了整整二十年 黎阳冯补将的读书人 则是用自己的死 为这种他背着赵家去推波助澜的后世自由 提前缝补了一条框架 也许他张巨鹿根本是徒劳 毫无意义 但既然能想到 也能做到 那就去做 这就是张巨鹿 我徐凤年做不到 你燕文鸾做不到 那些永辉之春的名臣做不到 甚至连坦坦翁和齐阳龙也一样做不到 事实上除了他这个闭眼儿 没人能做得到 也许再没办法 三寸之舌祸害世人的黄三家 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 知我罪我 其为春秋 那个没有一封遗书 一句遗言的前任首辅张巨鹿 本该笑着留给所有 把他当傻子的后人一句话 子飞鱼 安置鱼之苦乐 燕文鸾拎着酒壶 站在徐凤年身边 这是他第一次听着徐凤年长篇大论 这个年轻人当时在灵州在幽州杀人 可没这般叙叙叨叨啊 燕文鸾一手附后 一手倒酒入嘴 喝光以后晃了晃酒壶 一游未尽 那么李先生呢 世人不是都说我师父心狠熟了 喜好绝户计吗 洪家北奔 是他绝了中原读书种子的户 然后到了北梁 那十万多流明只是小事牛刀而已 接下来 大概就是北蒙了吧 嗯 燕文鸾叹了口气后 很快爽朗笑了笑 王爷 我的心结没了 说来好笑 一开始赶来燕之郡 是想厚着脸皮跟你拍马屁的 葫芦口外那些战士 你和玉鸾刀打得漂亮之际 不退营的设立 更是让整个幽州士气大阵 没想到 这后来就变味了 刚才差那么一丁点就要掀桌子打人了 当然最后下场肯定是我 被你随便揍得满地找老牙 虽然王爷没有彻底挑明 但我燕文鸾相信大将军 相信李先生 认定了这件事 我也明白为什么李先生 从一开始就不看好陈之邦 有这场洪家北奔 北梁交给他 打完了北蒙 以后的天下板上钉钉 还会有下一场读书人眼中的春秋不易战 徐凤年没有说话 神情有些疲惫 燕文鸾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开口 王爷 有件事我不说憋在肚子里面 难受 陈之报虽然离开了北梁 但我燕文鸾敢保证 他在北梁这么多年 不曾有反省 对你肯定不满 但绝对没有那种杀人的歹意 我相信他只是在等 若是大将军走后 徐凤年撑不起北梁来 他才会走出来让北梁姓陈 至于最后整个天下该姓什么 是姓慕容 还是赵 或者姓陈 那就要看那陈之报的本事了 哼 我知道 当真 啊 那我 不知道 太来真知道啊 是燕文鸾 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了 骂人不是 燕文鸾起先错愕 略做思索后 那只独眼中的笑意更盛 但顾索无奈的表情 读书人的嘴皮子 就是厉害 不服不行啊 最后 风尘仆仆赶来的北梁布军统帅 猛然抱拳 王爷 走了 还是当时咱们在幽州见面时那句话 如果有机会 就是我燕文鸾躺在棺材里了 也要抬去北马王亭 不等徐凤年说什么 老人转身 大踏步离去 经过桌子的时候 停下身形 喊了句 接住 燕文鸾拿起酒壶 丢给徐凤年 就当墨将请王爷 喝过酒了 徐凤年抬手接过酒壶 看着那个已经跨过门槛的背影 一脸惊讶 还有客人拿主人的酒 用来请客的 燕文鸾大步走在廊道中 当时本想 在相信大将军相信李先生之后 接着说相信你徐凤年的老人 那时候还是忍住 没有说出口 此时也是自言自语 大将军 想这么打仗就有滋味了 跟当年跟着大将军一样 什么都不怕 只怕不死 屋内 从头到尾都没有喝酒的徐凤年 坐回位置 神情有些凝重 那个温文尔雅的四皇子赵传 当了皇帝后 还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如果说张巨鹿的死 是他爹赵敦的寿意 那么原本系 无声无息的死 可就完全是他赵传的 赵传的冷血手腕了 不过也不奇怪 赵家先后三任皇帝 哪个不是狡兔死 走狗碰的杭家离手 这位才坐上龙椅的黎阳天子 暗中打开了几本门户 倒不是吃饱地撑着 要给北蒙两名万夫长送战功 而是在黎阳北梁 各自换了一个继承人后 先由我抗拒圣旨在先 率先表明北梁底线 而他赵传在登基后 也很快借着幽州一万旗 闯入冀州一事来怀疑颜色 而袁庭山 在失去营要城后的江公赎罪 也没让他跟老子赵敦一样 极其关注冀州军务的赵传失望 从刚得到的谍报来看 袁峰狗摇身一变 成为袁将军 除了冀州骑军 还带上了两大岳父之一雁宝家主 交给他的七千多司军精旗 守株待兔 拼掉了大儒者示威和王金虫 两位北莽纳波的八千旗 帝往太安城的捷报上是写 几方折损不过三千 破敌斩首万语 燕宝李家数代人积攒下来的那两千多老本骑兵 肯定是不在这三千骑之列的 不过这一战之后 想必新登基就有边工在手的赵传 会龙颜大悦 为了广陵道已经交头烂额的京城兵部会高兴 东线两辽也会人心鼓舞 朝野上下 尤其是士林 也会对这个原本印象不佳的原封狗大为改观 其实如果不是由我顶着帮那天下最大的剑靶子 元亭山哪怕立下数倍之多的军功 也只会惹来冷嘲热讽和猜忌 哼 跟我这个公认只是命好才有今天的北梁世子殿下相比 你元亭山的命也不错吧 真正让徐凤年头疼的不是元亭山和冀州 而是两件事 事实上 赵传在开春之后做了很多 比如汉林院的签纸 还有将一名小小户部原外郎提议的重定天下板级 放入了他与中书重臣的小巢中 比起前者跟北梁的风马牛不相及 后者可就是对北梁递出一把刀子了 北梁暂时人心稳定 先前该走的和能走的都已经离开 主要是集中在灵州的北梁岛 没有太大影响 若是板级在此时变更 等于打开了一个大口子呀 北梁哪怕军户是大头 但涉及底层百姓的切身关系 能离开这是非之地 那些没有轻壮在边军中的老百姓 谁愿意留在北梁境内等死 徐凤年闭上眼睛 在此事上最能说话的户部尚书 元国闭口不言不出声 那就已经很明确地表态了 可惜好不容易东山再起 才做了没几天的帝官司徒 恐怕就又要被打入冷宫了 中书令齐阳龙支持 门下省坦坦翁反对 天官英茂春支持 但说此事已缓不宜急 欲速则不达 这份措辞可真是讲究啊 不亦急 亦而非疑 哼 真是精妙至极 中书省二把手赵又龄 果然跟英茂春唱了反调 不愧是科举童年没出息的 成了盟友 有出息的 成了政敌 如果说这还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那么有一件被掩盖在一件件大事中的小事 是整个北梁岛真正意义上的意外之喜和燃眉之急 意外之喜是张巨鹿继门生魏敬堂之后的又一个隐蔽手笔 如果不是黎阳曹运出现在这桩被朝廷刻意淡化的舞弊案 徐凤年根本没办法顺藤摸瓜猜到张巨鹿的用心 原来这么多年来 张巨鹿和坦坦翁先后盯着曹运 尤其是入梁曹梁一事 看似是百般刁难 竟然让人在暗中私自屯粮 那些处于灰色地带的粮仓 全都是在湘帆城更西北的广陵江沿岸地的 徐凤年敢断言 张巨鹿是在等 等着北梁若是果真愿意与北莽大军死磕到底 那么这些原本属于北梁的曹梁就会顺畅地送入北梁境内 若是北梁藏椰实力 那徐霄和他徐凤年有心保留实力割据一方 这些粮草就甭想拿到了 张巨鹿曾经决议要改良曹运 虚历和广陵水患 后来一一无疾而终 其中未必不是这种私心作祟 必须做出的割舍呀 治国何其艰辛复杂呀 仅是这暗藏曹梁一事 就牵扯到曹梁官员的一系列繁琐任命 更涉及到躺在这一国命脉上 吸血饱腹的那些皇亲国戚和开国功训 与这些蛀虫硕鼠的利益博弈 张巨鹿既要做到让天下血液运转无碍 又要保证能够在北梁的确是死战北莽后 朝廷或者说他当朝首府张巨鹿也能拿出一份诚意 更要对皇帝 对那些权贵都维持着一种平衡 现在赵传亲手让这个意外之喜变成了燃眉之计 张巨鹿安排的那些曹梁官员被一锅端 官品都不高 大官显贵们对这些无关紧要 又不是自己门下走狗的官员根本就不在意 说不定没了这些家伙 他们将来获利更大呢 而皇帝陛下致力贪腐的铁腕和决心获得了朝野赞誉 经过这场动荡之后 曹韵高官谁还敢跟朝廷叫板呢 北梁以后要粮食只会比以前更难了 徐凤年弯曲手指一下一下的扣向桌面 以北梁道不足两百万户的不足千万人 却要养活整整三十万边军 若不是还有一个有西北小广陵之称的灵州苦苦之称 北梁这根拉满了二十来年的弦别说是射箭了 早就自行崩断 李公德为何能够成为文官之首的北梁经略史啊 真是他只会对徐骁歌功颂德 只是攀附有数吗 当然不是 无他 李公德生财有道 他能够通过种种见不得光的渠道买粮 而且这价格都不算高 收下一箱箱贿赂银子的大人物 当然正是那些黎阳的皇亲国戚和功勋之后啊 朝廷亏大钱 他们一年不过是赚一百万两都不到的小钱 他们祖辈父辈都为了黎阳一桶春秋豁出性命 立下了滔天的功劳 捞点银子 他们有什么心虚愧疚的 接下来短时间内这些人应该没胆子再触眉头 还在经略史刃上的李公德就跑到了清凉山 已经跟副使宋栋明吐过苦水 一直保养得体的李大人很快就要两瓶灰白 尽霜雪了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去年在灵州近乎疯狂屯粮的刺使徐北纸 在他手上火速建立且填满大半的一座座粮仓 当时被讥讽为只会买米的粮仓刺使 一举就成为了整个北梁边军的救命稻草了 如果没有徐北纸 徐凤年也会重视粮仓储备 但绝对不可能做到徐北纸这种大刀阔斧 举一周之力来储粮的地步 徐北纸主政灵州的买粮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啊 不但根据李公德多年积累下的人脉渠道 去跟北梁以外高价够粮 还从灵州当地豪横和豪山家族强硬的低价买米 如果家有余粮的老百姓想卖点赚取差价 徐北纸一力不胜全收 所以要不是有徐北纸的那些粮仓 徐凤年呢会光明正大的去北梁道那些远亲近邻们家里抢粮了 而不是如今还算厚道的让人带着兵马出境借粮 好歹还会给些真金白银 不过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啊 要不了多久整个广陵江上游就等于对北梁道 坚必轻也了 徐凤年睁开眼睛 最初是你陈亮兮盐铁操粮势力被贬去流明之地 徐北纸先当上了一周刺史 然后是你在刘州守城有功 顺利让北梁多出十多万轻壮兵员 接下来先是徐北纸沦为梁仓刺史 很快又是徐北纸证明他才是对的 北梁其他看戏的所有人都错了 我深信你们一定会让天下人刮目相看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 徐凤年环视四周站起身去拿来浮水房碟子特意准备的那两只奇罐子 红枣木并不稀罕 但是两盒纹里分别呈现出鬼斧神宫的天女散花和童子鞠躬 这就让原本几两银子的两只红枣木盒变成了有价无事的西楚宫廷御用真品之物 是西楚王国之后流入民间 又在红家北奔途中流落在两地 没有跟随主人一同进入北莽 徐凤年打开那两只奇罐子 白旗是那一百八十颗清一色的名品血印 旗子缜密纹路都超过二十条之多 黑旗则是那墨绿色透着清澈光泽的鱼脑洞 徐凤年正今微作 先后粘起一枚黑白旗子 敲在并没有摆放棋盘的桌面上 然后像是要开始与人对弈 把白旗罐子放在了对面 轻盛开口 师父 徐卑职和陈亮兮都没让你失望 徐凤年看着有了两颗棋子后 反而愈发凸显的空落落的桌面 正正出神 最后抬起头 看着空无一人的桌对面 沉默不语 窗外天开清白 屋内视线不再昏暗 在这座只有徐凤年独自一人的屋内 落子如飞 随着落子从他徐凤年三个字开始 一个个名字从他嘴中脱口而出 有北凉的 有北莽的 有黎阳的 有死人 有活人 有声名显赫的 有冉冉升起的 有岌岌无名的 当他说到陆许的时候 落子后的徐凤年停顿了一下 赵传在齐阳龙建议下开设六馆 在殿阁六大学士后 增设六馆学士 这是在把寒家老家主破格美试后 顺势开了往后五人得以五字打头 示好的先河 为了安抚文官 以及同时分化六部权利 在这期间 据说那个赵家天子 有意要恶心你辅佐的那个 靖安王赵荀 招你进京进入六馆之一的 红文馆 你想不想去 赵荀肯不肯放 就算赵荀能继续忍辱负重 做小伏敌 不得不让你活着离开青州乡繁城 那你又需要付出多大代价 既然你难做赵荀更为难 那我就做个好人 徐凤年没有转头但是提高了嗓音 弥凤姐樊小差 你们两人去一趟乡繁城 把陆许请到北梁 他不愿意啊就抢 很快徐凤年就叹了口气 唉 算了 如果陆许真的不想来北梁 那就送他到一个可以不用担心照够的地方 徐凤年看了眼捉对面 看来我是真的赌运不行啊 而且富人之人 好在那么多年 学校也经常被你这么教训 我都亲眼见过不是一次两次了 低头望去 骑罐子血印和鱼脑洞棋子不多了 桌面上也变得密密麻麻黑白交错 让他想起了葫芦口外那场大雪龙骑 跟柔然铁骑的争锋相对 徐凤年终于开始喝酒了 洗舞之前酒量就不错的他竟然醉了 贪靠着椅背 整个人像是缩在椅子上昏睡过去 在梦中他仍有反复呢喃 都走了 都走了 大楚秀皇宫 早已不是齐待照很多年的一名青山男子 独自走入那座废弃多年 至今也未启用的院落 当年这里国首云集 而他最得意 他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那两只曾经无数次从中年子去落在棋坪上的棋罐子 他走出院子前只能退而求其次 拿上另外两只他唯一还算熟悉的古旧棋盒 下次出现在太阳城外 我会告诉天下人 大楚当年没有什么红颜祸水 这一日 大官子曹长青的如圣经界由王道如霸道 细雨如丝 临近黄昏 在燕之峰府城跟碧山县相接的关道上三骑击驰 古鲁街 三骑缓行在稍显泥泞的街道上 最后几个拐绕来到一座僻静院落 三人下马被挂有那柄大双长刀的吕云长一脸狐疑 不知道余地龙这家伙为何死活要来一趟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当时师傅一说直接返回梁州 这家伙整张脸就垮了 回屋子里拖延了半天 隔着房门说自己吃坏了肚子 让他吕云长先陪师傅动身上去 吕云长当场就乐了 就你余地龙的那肛底子就是吞剑吃刀的也搞不坏肚子呀 吕云长调侃了一句 难不成你怀孕了 搁在以往 这开不起玩笑的大师兄也就要用拳头跟他切磋切磋了 这一次却没反应 然后师傅也不知怎么 只说先去趟碧山先好了 余地龙立即就生龙活虎 飞奔去了马厩 然后牵马上马是一气呵成 柴飞院 这门用炉柴杆做门栓 要是吕云长随手一推也就给开门了 但是余地龙熟门熟路拴好马匹后 竟是在门口郑重其事的理了理衣襟拍了拍 尖头语痕 这才一本正经的敲了敲那柴门 很快 吕云长就看到 礼物房门缓缓打开 走出一个衣室素朴的女子 哎 余地龙是你娘 余地龙一脸恼火 下意识脱口而出 是你娘 余地龙很快绑着脸 别嬉皮笑脸的 等一下跟我一起喊陪姨 其他时候我不管 今天啊 你要是敢没个正经 我真揍你 吕云长翻了个白眼 不过很快 他就真的有点挪不开眼珠子 怪怪 这位姐姐可真是好看啊 不过吕云长很快就眼观鼻鼻关心 他又不是缺心眼的傻子 在东海武帝城底层江湖摸爬滚打了那么多年 年纪不大却也是老江湖了 用屁股猜也该知道 这位绝色女子是他们师父的那个啥了 接下来那位姐姐的言行举止 可就更让吕云长刮目相看了 自己师父是谁呀 是黎阳王朝最有权势的藩王不去说 随便混了几年江湖 就唠叨了天下第一高手的名头 吕云长还听说 如今在江湖上呼风唤雨的紫衣轩缘 那位数百年来唯一一位女子江湖盟主 当时只不过是师父身边的跟班护从 可这位隔着一扇破烂柴飞木门的女子 也不急着拔掉门栓子 脸色冷冷清清 斜瞥了眼徐凤衍 似笑非笑 还真不如不笑 哟 希克呀 我的个娘啊 这位绝对是女侠 而且还是那种不问世事 却武力绝顶的那种真女侠 否则看着要给师父吃闭门羹的架势 全天下谁有这份实力和胆识呀 于地龙忍着笑意 似乎很开心看到师父吃别 是不是有些忙吧 对了 吃饭了没 裴南伟没理睬他 这时候 于地龙伸长了脖子 很乖巧地灿烂笑着 裴爷 裴南伟会心一笑 这才给三人开了柴门 他揉了揉于地龙的脑袋 嗯 好像长高了些 行了 进来吧 四个人一起走向屋子 吕云长鬼头鬼脑的环室四周 这地方实在是看不出啥门道啊 就是一座很寻常的北凉小户人家 墙角有绿意淡淡的菜谱 甚至还有简陋的鸡舍 有啥稀奇的呀 于地龙踹了一脚吕云长 干啥 于地龙怒目相向 吕云长愣了一下 这才赶紧挤出了笑脸 裴爷 我叫吕云长 是师父的大徒弟 从葫芦口返回后 一直斜背有那柄梁刀的于地龙 面无表情地抬起手 去握住刀柄 说错了 说错了 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 于地龙是我大师兄 师父还有个徒弟 叫王生 是二师姐 裴南伟笑着点了点头 进了屋子 裴南伟去造访 给师徒三人做了些淡菜吃事 四个人一人一张凳子 围坐着桌子 徐凤年缓缓下着筷子 什么时候走 这就感人啊 裴南伟沉默片刻 突然皱眉 你不是还挂着 碧山县主布吗 怎么 领不到封路了 我元宵后去过县衙 户房叙利说 你也不用再去衙门点卯 后来听说县令 跟郡守大人通了气 要换上一名 富良的外乡世子 替补上主布的空缺 嘿 站着毛坑不拉屎 是不是他讲话 俸禄也就 发现裴南伟 死死盯着自己 徐凤年一拍筷子 立即见风转舵 假装发怒 岂有此理嘛 这不是欺负人嘛 我找个机会 去县衙说礼去 吃过饭就去 家里没咸鱼银子了 过日子 哪有咸银子多的呀 余地龙一脸的身以为然呢 就是就是 佩依 你说得对 等一下我和师父啊 一起去那碧山县衙门 帮你讨要俯禄 不给的话 好好说话 别打架啊 余地龙使劲点头 望向徐凤年 师父 咱们北梁不是有战功 就有赏银吗 葫芦口外那些 都是大个子的 不算我的 要不 你先预支给我 使点银子 以后我在战场上补上 我先把银子 存在裴衣那边好了 徐凤年在桌子底下 踢了这个 哪壶不开 踢哪壶的笨徒弟 我身上没带银子啊 咱们不还从郡城那边 带走两贯旗子吗 咕噜街上也有当铺的 我瞅着还挺值钱的 要不然 挑上四五十颗给我 我点当个十辆银子先 徐凤年伸手摸了摸额头 轻轻叹息 嘿哟 这胳膊肘往外拐的 小败夹子 那各有一百八十克的 两只红枣木罐 鱼脑洞黑旗也好 血印白旗也好 仅就材质而言 一颗棋子 别说十两银子了 十两斤都不卖 而且这类古董奇珍 跟收藏砧板书籍 一个德行 最是讲究一个喜拳忌缺 再说了 那可是西楚宫廷的 头等御用贡品呢 天晓得西年 是不是那位 齐代赵的心头爱 甚至有可能 连国师李密碧 或者曹长青 都用过他们与人 对异指点江山 嗨 他才多大的孩子 就去沙场杀人了 徐凤年看着他平静出生 他是我徒弟 裴姨 没事 我是北梁人 既然有武艺 上阵杀蛮子也是应该的 以后等我还完大哥子的债 再有立下军功 银子都往你这寄送 你帮我存着好不好 到时候裴姨 你随便用就是了 嗯 回头姨找人大修一下房子 建成四合院 到时候呀 专门帮你留一间屋子 好嘞 徐凤年吃过饭 放下筷子 看了眼裴南北 我跟你去县牙 让两孩子洗碗筷好了 两人各自拿了把油脂伞走出屋子后 吕云长盘腿坐在凳子上 妄想忙着收拾碗筷的余地龙 裴姨到底何风神圣啊 怎么瞅着咱们师父 挺紧致他的呀 裴姨可了不得 武功没有天下第二 也有天下第三 你唬我 爱信不信 反正裴姨一根手指头就捏死你 对了 这里是我家 你以后登门拜访 记得别蹭吃蹭喝 得带礼物 吕云长一阵呲牙咧嘴 余地龙捧着碗筷 欢快地跑向了造坊 有家了 徐凤年和裴南北走在巷笼里 谢了 因为余地龙那孩子 不用 我本来就挺喜欢这孩子的 倒是那个 吕云长 浑身泪气 不太喜欢 你错了 我如果撒手不管 吕云长以后撑死了 也就是个在江湖上 翻云覆雨的枭雄 做个什么武林盟主 就差不多了 可余地龙要是没有管束 或者说心里头没个牵挂 会很可怕的 这孩子呀 未必没有机会成为一个王先之 在下言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汉刀行第三百零四集 徐凤年有些头疼 以后的天下是怎么一个光景不好说 但是在黄三甲把八国气运转入江湖后 当下的武林就像是一座竹林 是个雨后春笋的大年 可接下来马上就会是竹子开花的光景 一死就死大片 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都死绝的那种 何况以后再无大年丰收一说了 都是小年份 越是这样 我三个徒弟 余地龙 王生 吕云长 他们就越会出类拔萃 尤其是机缘最好成就最高的余地龙 到时候他肯定一风独高 说不定会是在我这一位人以后的百年江湖 唯一一位陆地神仙 所以他有没有一个家 很不一样 所以你才乐意来这边看一眼吃顿饭 真是难为你这个北梁王 竟要跟北莽蛮子打仗 还要忧国忧民忧天下 而且你连自己徒弟也算计 不累吗 忧国忧民就算了 我实在没那份闲心 说到底啊 我就是想要守住徐霄传给我的家业 这个是底线 在底线之上 能够锦上添花做点好事 那是更好 做不到呢 也不强求为难自己 但什么落井下石 什么火上浇油 也还真不乐意干 至于你说的算计 也许吧 没办法 一看到于帝龙这个徒弟 就很难不想到那个王先知 他和黄龙氏张巨露三人 是三个我早年很讨厌 但最后 自己不得不去佩服的人 刚听到从葫芦口那边传来的军情 说是沃公城和鸾鹤城 一下子就给北莽蛮子攻破了 我以为你会让碟子带话给我 让我搬回青凉山 这两天毕山县城都在说 你亲自带兵去了葫芦口外 杀了很多蛮子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去梁州了 不喜欢就不用回去了 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好了 如果北莽大军真能南下 北梁四周 幽州只会是最后一个 比梁州还晚 地理形势使然 打个比方 幽州是鸡肋 而且极其难啃 刘州是一碟开胃菜 味道新浪 但是北莽真要咬咬牙 也能吃掉 林州嘛 是一盘山珍海味 就是离这有点远 蛮子的筷子夹不到 因此双方主战场 只能是在梁州 城池攻守 双方倾其伺机而动 甚至历史上 第一次大规模重骑兵之间的 冲撞厮杀 都有可能出现 北梁道还是太小了 人口也不够多 要不然你以为 李扬当初张炉故炉 治愈诸多藩镇的手笔 很大程度参考了 寻评撰写的扩地制 和谢观印内部 洪嘉年郡县图制 几大藩王的疆土 徐霄的北梁道能养兵多少 赵炳的南疆能养兵多少 都是被无数次推演计算过的 永辉中期开始 对北梁道的各种掣肘和扶持 当时都建立在北莽 以北梁作为南下切入口的基础上 原本西就是在赌出现今天的局面 至于赵炳的南疆 则是用来针对广陵道上的西楚复国 否则李扬哪来的底气 在杨慎姓 炎镇春大败后依旧那么气顶神仙 赵敦呢 甚至还有闲情意志 在死前都只是带着顾建堂跑去冀州看风景 而不是去荆棘南给大军鼓舞士气 更没有火急火燎 让两辽边军南下 为什么很简单 西楚复国在赵端眼中 根本就不是什么伤及一国元气的大事 他要做的 不过是拿捏火后 削弱北梁道以外所有藩王的割据势力 前期吃了败仗多 他不怕 他反而怕杨慎姓 炎镇春一开始就连战告捷 导致没有广陵王赵义 淮南王赵英 靖安王赵寻什么事 否则你以为为何赎安兵士的炎镇春 当时会仓促南下 持冤阳慎姓 卢生相会看不出风险 战后啊 看似胡乱发号施令酿成大火的京城兵部 为何连同卢生相在内无一人被问罪 如果万一烟斥王赵炳不出兵 怎么办 北忙百万大军压境 朝廷当真一点都不怕父辈受敌 到时候光靠顾建堂的两辽 守得住泰安城 你呀 太小看赵敦和那帮永晖之春的名臣了 藩镇宦官外戚文官党政地方武将拥兵自雄 一向是历史上武大害 你不妨回忆一下黎阳朝廷这二十年的光景 还有自西楚复国以来的结果 宦官官干政 两任赵氏皇帝活着的时候都没有 而且以后也不会有 外戚一世也是统领 若说党争 永辉年间有个张巨鹿 不成气候 如今张炉顾炉都倒塌了 虽然不知换了人坐龙椅是如何 但我也知道赵敦在死前 请了尚银学功大祭九齐阳龙 去泰安城做那顾命大臣 帮着新军稳定朝局 想来不至于出大乱子 至于地方武将 顾炉倒塌后 又有杨慎姓和严振春这两个老将的前车之剑 人人自危 加上顾建堂处处退让 很多武将能够自保都要谢天谢地 尾时没有那份跟朝廷叫板的兴起 而几大老藩王里 淮南王赵英死了 交通王赵虽给顾建堂压制的喘气都艰难 青州那边 那人为了表忠心 好像搭上了好几千惊起吧 然后北梁要跟北芒死战 势力最大的广陵王赵义被西楚牵制 免不了一场伤心动虎 加上你说烟尺王赵炳很快就要被赤令北上 裴南伟伸手捋了捋额头发丝 不愧是永辉之春 七阳龙没有让人失望 新朝廷很多事情都做得面面俱到 为功勋武将破格美事 为文官添增了六馆学士 一切都有条不紊 徐凤年微微低下头 张巨鹿死了 除了某些潜在的事情不会变 但他和张炉在黎阳朝的很多烙印 很快就会淡化 然后消失无踪 张巨鹿写旧的永辉之春那一页书 说翻过去就翻过去了 这才是黎阳最厉害的地方 看上去八面来风四处漏水 其实稳如泰山 归根结底 是因为赵敦留给当今天子的家底 不薄 两人走得慢 离那碧山县衙门还有些路程 裴南伟欲言又直起来 徐凤年转头看着裴南伟 哼 想问就问吧 裴南伟看着他 你不是知道我想问什么吗 徐凤年收拢起自己的油脂伞 突然挤入他的伞下 裴南伟也没什么异样神情 他想夫妻二人去衙门吵架要债 结果各自撑伞 也许会太不像话 气势就弱了 徐凤年从他手中接过雨伞 肩并肩 走在拐出巷口后踏足的咕噜街上 当时跟武当王小平去神武城的途中 我也没有把握能不能在人亡寒生圈手底下活着 就跟王小平说过些心里话 我爹徐霄 一直不是什么弯弯肠子的人 他说过 北凉道和黎阳就是一家人 关键门来吵架都没关系 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 那就搬出去 在隔壁自立门库 老死不想往来也好 但如果说别人觉得有机可乘 跑到家门口耀武扬威 那么徐霄不介意一个大嘴巴就摔过去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当然 徐霄也有底线 就是 我这个要继承他家业的儿子 只要我不死 哪怕继承家业的过程中磕磕碰碰 没那么顺顺当当 徐霄也能忍着 如果我死在朝廷手里 那他就不管北凉了 肯定要带着三十万边军一路打到泰安城 当时我跟老黄一起游历江湖 当时的皇后 如今的太后赵志 就亲自动用侍卫帮我挡过灾 显然 他作为女子 更能凭借直觉 把握住徐霄的心思 徐凤年突然自顾自乐呵起来 哎呀 只有我呢 当年在京城说过大话 说要为中原百姓守国门 不是真心话 但也不算假话 反正我得帮徐霄守着北凉 不就是帮中原百姓守着西北门户吗 一样的事情 两样的心眼而已 裴南围 嘴角轻轻勾起 徐凤年望着前方不远的那座衙门 北马那老妇人 曾经当着两朝所有人的面 说愿意与徐霄共治天下 是不是听上去激荡豪气啊 对啊 哼 这是勉力藏针哪 当年徐霄不肯化僵而至 走掉了一批心有不甘的将领 如果说这是徐霄自找的 后来朝廷让徐家铁骑马踏江湖 对武林中人动刀子 走掉的底层士族有多少人 你肯定猜不到 是两万之多 无疑不是身经百战的精锐老族 如果说徐霄愿意当年在北盲老玉提议下 接受了 你觉得会走掉多少了 徐凤年伸出一只手旋转了一下 最少十万 原来如此 徐凤年眯起眼 那场风雨中 徐霄跟那老妇在关外相见 我跟拓跋菩萨各自当马夫 最后不欢而散 不过 你要是以为徐霄是觉得会北梁军心涣散才不答应 那你也太瞧瞧我爹跟慕容女帝了吧 他私下答应过徐霄 提出过一个条件 你打死都猜不到 不就是工程之后 徐霄年纪大了只能养老 但可以让你徐凤年来当中原之主吗 徐凤年目瞪口呆 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后 满脸震惊 不 这你也猜得到 本来猜不到 可你都那么说了 反正就是怎么不可思议怎么来 再说了 赵志是女子 我也是女子 怎么就不能猜出慕容女帝的心思呢 厉害 我不冷 徐凤年一脸茫然 裴南伟扯了扯嘴角 真怕我冷 给雨水溅在肩头 你怎么不干脆把油纸伞侧向我 你的诚意是不是也太足了点 手拿开 徐凤年兴兴然缩回搭在裴南伟肩头的手 两人走入县衙大门 徐凤年收起伞 县令冯冠和县城左径都暗立住在衙门后边 徐凤年这个名义上县衙三把手的主部本该也有一席之地 只不过当时给冯冠七五塌年少无知又无根基排挤了出去 当初入山剿匪一役 其实什么都没做 就只因为是一把手的冯冠 在年末考评得了一个中上 左径到圣殿餐羹冷制的分润 富良世子身份的县位白上雀 则成功转入了幽州军 两人穿过衙门的时候 一路上那些还在当值的六房虚立 都有热络的打招呼 他们对徐骑这位失踪很长时间导致作为不保的年轻主部印象不差 只不过热情脸色中顺带着又有些完美延伸 既有惋惜也有幸灾乐祸 徐凤年靠着这点蛛丝马迹就心中有数了 虽说徐主部马上就要卷铺给滚蛋了 但是冯冠在或知此人登门拜访后 还是没有太过不尽人情 毕竟他才是罪魁祸首啊 否则徐骑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得离开毕山县 在幽州的旧皇历上 别说一年半载了 多少在衙门当差任职捞油水的匠种子弟 是几年都见不着人影的 谁让徐骑这个墨留的匠种门庭子弟既没靠山 又不识时务在当下游手好闲呢 如今的幽州 谁还敢不把点卯当回事 据说灵州那边 在那个粮仓次力的整顿下 一大批不误正业的世家子 都给收拾的比孙子还孙子呢 冯冠坐在书房 正在把玩两样新到手的好物件 竹根雕 少师太师 振指摆劲 还有据说是旧南堂玉制的竹黄灵之玉如意 听到下人禀报后 本想起身去书房外应付几句就了事了 是不会让那徐骑喝上一口热茶的 只不过当那下人善解人意提了一嘴 那徐主部的妻子也同行后 县令大人就心领神会了 把屁股贴回椅子 说要在书房会客 备好茶水 冯冠没有走到书房门口相迎 然后县令大人就看到那个本该是满脸谄媚的年轻人 就静直跨过了门槛 也没有主动跟他客套寒暄 接下来的举动是更荒唐了 竟是让他那个守活寡的媳妇坐在了椅子上 他自己则斜靠这椅子 我如果没有记错 新任主部和县位都是傅梁世子 分别叫阳公寿和朱英 先前都是青鹿洞书院的学子 如今北梁有大儒皇商等人主持评点北梁世子文章时论 那阳公寿是得过一次幽州半年屏的魁首 不去谈他 你只说说看那朱英智政如何 冯冠一手拎着那件精美竹雕 一只手保持着请人喝茶的姿势 不知所措 他一时间竟是不敢直视眼前的年轻人了 哎奇怪这小子哪来的这份官威啊 当初在胭脂郡的太守红山东身上都没感受到这种压力 竟然在这小子身上感受到了 冯冠放下竹雕如意摆劲 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 用宫门修行多年才练就出来的官腔脱音开口 徐奇呀哼我叫徐凤年哼本官还是张巨鹿呢 冯冠恼羞成怒一拍桌子 不对张巨鹿已经死了徐奇信不信本官凭你这句混账话 就可以锦衣尤其把你逮捕下狱嗯 裴南伟伸出两根手指偷偷拧着徐凤年的腰也学县令大人的那份腔调 说正是嗯 徐凤年打了个响指 然后冯冠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了一阵阴风神出鬼没 沾了个神情刻板的黑衣壮汉 从怀中掏出了一枚造型古朴的青铜将军服握着放到了他眼前 听说边军高层将领都有那一枚将军服不用以调兵遣将就只有一种用途 那就是在沙场上将领战死交由副将指挥战士 副将战死交给校尉 校尉战死传给都尉 都尉战死交给标长 标长战死交给武长 直到全军战死为止 可也不知道这一枚是不是就那将军服 再说了 打死那徐齐徐主部 难不成是什么北梁娃 所以冯冠愣是没来由生出了一股豪气肝军 大声斥责 徐齐 你放肆 真当本官是好糊弄之人 那名跟随徐潇多年的地之死士 看了眼新主人 徐凤年摆了摆手 这个面无表情的影子一闪而逝 冯冠是毛骨悚然的 碰到这么个人 徐凤年有点哭笑不得 伸手握住裴南伟的两根手指 后者挣扎着抽掉 先不说其他 你把那几个月的缝路给我 家里等着下锅呢 冯冠后背紧紧靠着一背 话好好说 杀人灭口的事情万万做不得 本官治下碧山县 可是有好几百体尤其的 他与其去相信这位前任主部是什么徐凤年 显然更相信 这家伙是那北莽 渗入幽州境内的碟子 裴南伟伸出一只手 给钱 二十四两七钱 冯冠额头都是冷汗呢 强颜欢笑 两件竹雕 都是出自春秋名将之手 最少能卖百来两银子 你们拿去好了 拿去烧火用啊 够用 何况过了你的手嫌脏 我要银子 两件竹雕老子不过是把玩磨缩了一番 脏什么 那真金白银就没过手了 真是头发长 见识短的婆娘 真是白生了这般祸水的滋容 县林大人 那我可就去护房那边领薪水去了 冯冠其实两条腿都在打哆嗦了 仍是故作镇定地摆了摆手 想着等他们夫妻一走 马上就让刑防和捕快 缉拿二人 徐凤年走出书房后 拿起搁在门口的两把油纸伞 你就这么讨要丰路 哎呀 这不是怕道理讲不通吗 而且就他那对全在你身上转悠的眼招子 我怕扯皮没扯出什么 就忍不住一巴掌把他扇死他了 扇死了冯冠其实也不错 这种官员换谁都能当 正好给阳公寿和朱英腾出位置 裴南北脸色有些古怪 徐凤年在前院衙门护房领了凤银 走出衙门 发现雨停了 那阳公寿不算什么 只会写些慈藻华美 其实没啥精气神支撑的漂亮文章 倒是朱英 在青鹿山鹿那间书院里并不出名 但是许多真编实事的文章 无疑不在扶水房案头上摆着 最后连我二姐都给惊动了 专程写信跟我说 此人当得大有 就是比起陈亮熙和徐北纸 太过锐气 认死李 而且得理不饶人 好几次连皇上请去的大儒讲学 都给逼得下不来台 那阳公寿不是个好东西 我就知道 是这人在纠缠你 浮水房的碟子可还没跟我讲这个 是最近几天的事情 上次去衙门讨债 此人来毕山县赴任 大概是还得等着 俊守大人的正式批文 吃饱了撑着整天没事做 每次我出门买东西他就出钱 总算还剩点读书人的脸皮 倒也不凑近 就在不近不远的地方大声迎诗诵词 水瓶也许跟你当年旗鼓相当 怎么可能 我当年跟北梁世子购买诗词 那可都是重金高价 内容也都不差的 黑南北和徐凤年就在要由咕噜街转入巷龙的时候 四五个像是在等着他们的地痞无赖 嬉皮笑脸的围了过来 黑南北看了眼徐凤年 后者皱眉自言自语 毕山县没领教过锦衣尤其的厉害 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有胆子惹试 很快这答案就自己水落石出了 在那群地痞说着怪话围上来的功夫 有人英雄救美来了 徐凤年和裴南北身后不远处 出现了一位白衣飘逸的佩剑男子 相貌很是英俊倜倚 战姿很是玉树临风啊 还有佩剑挺直前 当他看到裴南北身边的徐凤年后 眼中悄悄地闪过一抹伤感和失落 但很快这股情绪就化为满腔热血和无穷斗志 然后他都不用剑出如油龙 轻贺一声潇洒快步上前隔着七八不远就一掌地处 顿时就有一名地痞好似给雄魂掌风扫中 双脚离地撞到巷弄墙壁上这名白衣剑可又是一掌又有一人身体自己打了好多个转然后倒地不起痛苦呻吟 黑南北的嘴角有些抽搐 撇过头不去看这个白痴 徐凤年伸出手指捏住他的下巴轻轻把他脑袋转了回来 哎 这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也很辛苦的好不好 你好歹把戏看完呢 那白衣剑可正忙着彰显自己的浑厚内力和绝世武功没看到这一幕 否则呀估计要把自己打吐血了只见他是一掌接着一掌打的那群五大三粗的地痞流氓是屁滚尿流啊 还有些个挣扎着起身朝那白衣剑可冲去 然后都是连大侠的衣角都没摸到就给那灵力掌风扫中 以各种精彩分成的姿势侧飞倒飞旋转着飞出去 徐凤年侧过头以过来人的老道经验跟裴南伟低声介绍 我当年做这种事情开销要在两百两以上 因为一开始让王府里头的侍卫护从假扮地痞太假了 头一次做事我也没有经验 那些七八个侍卫明明是嘴上调戏姑娘而已 结果一开口就跟要杀人全家差不多 吓得那小家碧玉差点昏厥过去 哭着说别杀他他什么都从了 后来呢我只好出面解释你猜怎么着 那看上去挺清秀的姑娘也没啥害羞 就直接问我娶妻了没结果把我给吓到害得我给李汉林那几个看热闹的家伙笑话了大半年 打那以后呀我就聘请市井无赖来演这种戏 事先还得说好怎么个打法 这种掌风全刚的风格还好说价格低点 若是动刀子的人家就要加价了不过那时候呢我都是看着心情给银子我估摸着这哥们再小家子起花了恐怕也得有二三十两银子 在巷弄口那里蹲着余地龙和吕云长也都看傻眼了等到那位光是出掌就大汗淋漓的侠士总算是打完收工了那些地痞照规矩喊完了类似少侠饶命 少侠武功硬是了得这些话语然后就相互搀扶着离开 佩南伟言嘴而笑因为在他耳边徐凤年早就先与他们说了这些话 这个曾经的北梁祸害之手满脸得意呀 怎么样都是这个套路吧 我才是这种事情的开山鼻子卧 当年梁州灵州不知道有多少顽固子弟都在学我 背对着两人的白衣剑客赶紧喘了几口大气 等呼吸平稳下来这才笑着转过身向徐凤年和裴南梅走去 他正要说话不知道从哪里跑出两个捣乱的 其中那个个子高的对那裴小姐身边的碍眼家伙嚷了一句 师父师娘我和师兄随便找家客栈去住了 否则我们两个挤在一张床板上睡不惯走了 徐凤年看见两个小兔崽子一溜烟跑路了 脸色有些尴尬 收了好徒弟啊 眼前这位白衣剑客正是新任碧山县主部阳公寿 他眼睁睁看着那个徐琦站在自己心仪的女子身边 真是心都碎了 徐凤年伸手挽住了裴南梅的纤细蛮腰 这位大侠应该是江湖上的宗师吧 不知道有没有如雷贯耳的外号 阳公寿微微张嘴 这一茬还真给忘了 不过他才情确实是有的 否则也不会在青鹿洞书院名声雀起 于是抱拳微笑道 在下阳公寿江湖人称师父见 不远处一名年轻世子轻轻拍掌走来 哈哈哈哈 文府兄当初与我一同登上青鹿山 可才一半山路就气喘如牛了 不知今日如何就神功大成了 莫不是世间真纳天人附体 阳公寿给人揭穿老底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 好在那裴小姐已经与内人走了 阳公寿仗红着脸 终于还是说不出什么狠话 重重的冷哼一声 那狮子跟阳公寿站在一起望着两人走入巷弄的背影轻声笑道 呵呵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文府兄 以前你我护不对眼不过今日后你对我恶感大增我倒是对你有了几分好感 阳公寿一甩袖子大踏步走向了县阳 阳公寿啊阳公寿 你真以为那两人看不出你的捉猎把戏我这可是免去你继续给人当做耍猴戏啊 走在巷弄里徐凯年笑了想 哼可能那阳公寿不会领情只当朱阴是在拆台吧 曾经登榜胭脂瓶的裴南伟 对于这场闹剧 心中并无半点波澜 那朱英应该不适合官场吧 哎 要是在离阳 除非有那种独具慧眼 且有容人之量的伯乐 否则朱英应该一辈子都混不出头 读书人有一点很不好 议习勇士 正是 读书人比常人有着更多的感触 读书识字越多 认得历史越多 心思就难免越重 才学越高呢 往往分寸感越弱 不喜欢拿捏火候 准确来说啊 是不屑 懒得与人去虚语为疑 看人和做事呢 就容易非黑即可 也就是你所谓的意气用事了 所以历史上那些才高八斗的文豪 做官往往不大 这种奇怪现象 不光光是眼高手低四个字 就可以全部解释了 好在这对他们来说也没关系 帝王将相终是以剖土 唯有赢者诗者刘其名 借旧消愁显明篇 岂不快在 千百年后 自然比那些帝王将相和达官显贵 更容易让人记住 两人回到院子 陪南北端了两根小板凳 放在屋檐下 他看着自己身边 安静坐着的徐凤年 很难想象 你是当年那个在卢尾当杀人的世子殿下 徐凤年 莫不作声 听街上人说 广陵道那边出现转机了 西楚打了败仗 你觉得曹长青会不会出手 还是 等到燕赤王北上 嗯 广陵王应该很快就要去陪淮南王了 然后燕赤王大军才会和曹长青对峙 你这次肯来又说了这么多 是在交代遗言吗 两人沉默许久 裴南北看着天空 终于说话 有权势的男人 把女人当人看 很难得吧 也许不多 但肯定也不少 只是你运气不太好 没有遇到而已 裴南北把下巴搁在膝盖上 可是一年到头 不把女人当女人看 也不好吧 他说完这句话后 就起身走入屋子 身姿恶怒 天亮之后 于帝龙和吕云长 离开咕噜街上的小客栈 来到院门口 一左一右蹲坐着 像两位门神 等人实在是一件百无聊赖的事情 吕云长打了个哈欠 伸手轻轻拍嘴 于丘尹 你知道今年开创后的头等大事吗 于帝龙正想着 师妹王生在那白狐脸身边过得习不习惯呢 有没有在北蒙找到一两把崭新鸣剑 有没有跟人打架 根本没听到吕云长这个经常自诩江湖小喇叭的家伙在说什么 反正吕云长是狗嘴里也吐不出象牙来 这句话呀是王生说的 于帝龙一直没搞懂是什么意思 吕云长也习惯了于帝龙的心不在焉 自顾自地说道 以前吧 闻五瓶 将相瓶和胭脂瓶 一共有七瓶 都会把五瓶当作压皱好戏放在最后头 先用胭脂瓶来勾搭起人的胃口 这次 由纳兰又慈和谢观映连昧评点的降伏大瓶 不太一样 好像格外重视文瓶和将相瓶这三瓶 竟然把那五瓶放在了最前头 哦 哎 你就不好奇咱们师父在五瓶上排第几啊 那谁跟谁也不厚的 在师父受了重伤的时候做这个 要是师父名字不好 以后等到了北梁打败了北莽蛮子 我也学成了武艺 就去找他们麻烦去 哎 今年五瓶一共有十四个人登榜啊 重新提出了四大宗师的说法 再加上十大高手 师父跟拓跋菩萨 邓太阿 曹长青三人 一起被誉为天下四大宗师 接下来才是十大高手 据说也没有先后高低之分 黎阳这边有陈之报 徐彦斌 顾建堂 灰山的轩辕清风 吴家建种的家主 北莽那边有护炎大官 洛阳 红敬炎 慕容宝鼎 邓茂 咋的那个白狐脸 高个子 观音宗宗主 和喜欢吃剑的白眉老头 都没上榜 我觉得他们都挺厉害的呀 哼 你以后找到谢观应和纳莲又慈 自己问他们去啊 我哪里知道为什么 于帝龙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好 哎 你还真去啊 于帝龙转头 看了他一眼 你知道裴依说的四合院是啥吗 中原那边有很多这种院落 分为几近几近的 很多有钱人的大宅子都是四合院 得好些银子吧 在这整个县城 就一条咕噜街的碧山 画得了几个银子呀 撑死了四五十两就能拿下来 四十五两还想少 哎呀 也就是你眼窝子浅 作为咱们师父的徒弟 你跟师父在清凉山王府 要做院子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地儿才值钱 黄金万两都买不来 你瞧瞧 北梁多少当官做将军的 不就只有附近掠使宋东明宋大人 才能在清凉山有个住处 哼你懂个屁 你连屁都不懂 余地龙伸手去摸住两刀刀柄 吕云长也猛然起身 余地老 你真当我怕你啊 老子的大双长道早就寄可难耐了 正在这个时候 徐凤年一手扶着腰 一手打开柴门 看到门口两个徒弟剑拔弩张的模样 没好气道 要打就滚远点打 余地龙看着师父的气色既愧疚又惊骇 师父 咋又受伤了 昨夜难不成有北莽刺客啊 徐凤年脸色古怪 吕云长笑意更加古怪 这家伙殷勤惨媚道 师父 等会儿徒弟扶你上马 可别再把腰给闪着了 徐凤年一脚踹得吕云长飘离门口台阶 牵马 启程去梁州都护府 师父 真没事 徐凤年 搬起脸 一本正经 有些败账 输了后 是找不回厂子的 男人年纪越大 越是如此 余地龙很用心想了想 我师父都已经是四大宗师了 看起来敌人很强大呀 对了师父 裴一没事吧 徐凤年正要说话 吕云长扯开嗓子喊道 裴一 怎么跟着师父走了哈 师父的腰不行了 上马都困难 吕云长翻身上马 赶紧急驰而去 徐凤年和余地龙陆续上马 徐凤年皮笑肉不笑道 余地龙 去 揍你师弟一顿 余地龙左手握着右手拳头 狠狠揉了揉满脸的杀鸡 然后这个孩子问道 师父 啥理由 大师兄奏小师弟 还需要理由 余地龙是策马狂奔 追赶吕云长去了 徐凤年看着孩子的背影 哼 就像你挂念着王生 也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天高的北凉 住在清凉山 厅潮湖的湖畔 最后来到了胭脂郡的贫瘠小县 像一株无根漂泊的缠若芦苇 从胭脂瓶上的黎阳王妃到不争气丈夫丢了芝麻官后 生活愈发拮据的富人 每日与柴米油盐酱醋茶打着交道 但裴南伟从未如此安心过 他慵懒起床后像往常那般做起了早饭 上次年夜饭他忙碌了一个下午 做了摆满一桌子的八九个菜 然后他在桌上搁放了两副碗筷 他坐在桌前想着墙脚根那块菜谱和院后那块烧大一些的菜园子 什么时候会有收成啊想着吃过了饭就要去打开那座鸡舍 看着会不会有惊喜 想着昨夜从县衙那边讨要回来的二十多两银子 加上之前攒下的三十几两 按照碧山县泥瓦酱和木酱的价钱 怎么也能修出一栋有模有样的小四合院了 可惜呀如今幽州的世道不太平 若是在去年还可以省下好些银钱呢 裴南北环市四周 去年末购买年货给屋子添置了好些物件 当时事后还心疼来着 偷偷埋怨自己不该大手大脚 结果如今都涨了价格 倒是让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其实也挺持家有道的 裴南北收拾着碗筷自言自语 不常来没关系 能来就好 所以别死了 他突然翘脸微红起来 轻轻碎嘴 什么天下敌意啊 还不是揉着腰出去的 敦煌城 一座无人问津的隐蔽宅子 风雨女子弯腰 护着那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 脚步摇摇晃晃的孩子 伸手去抓那张悬挂门口的珠帘 作为孩子的娘亲 她此时的眼眸中 有宠溺 有疼爱 有愧疚 有遗憾 她蹲下身 抱住那个孩子 大人的脸颊 贴着孩子的脸颊 许念良 我的小地瓜 长大以后 一定要去找你爹哦 嗯 三骑稍稍绕远路 去了一趟青鹿洞书院 师徒三人在山脚厅嘛 将马匹交给书院杂役喂养马草 然后徒步拾接而上 徐凤年虽然赶路很急 但登山很缓 正是在这条山道上 他曾经跟高树路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相抵 那之后他得了天人体魄 呵呵姑娘也带着那顶不合时宜的雕帽 去拦截盲先知 一乱击石一般 徐凤年在半山腰凉亭歇歇脚时 斜靠着一根书院在年初重新刷过珠漆的鲜红亭柱 轩缘进城 我去年赠书灰山 也许你女儿会疑神疑鬼 以为我又是想着跟她做什么买卖 其实不过是希望能多一些江湖种子 轩缘清风以为 我不知道赵皇朝临死出窍后所做的手脚 我只是不想追究技巧而已 所以他想以女子身份做武林盟主 做灰山大雪平的王先知 都随他去好了 再过一百年 以后的草莽龙蛇 恐怕天象镜都比如今的陆地神仙还要稀罕 更不会有读书人 以读书读出一个如胜境界 当年你说了一句话 皮肤汗大树 可静不自量 那会儿 没有什么感触 如今回想到我北梁的处境 却是难免心有其其然 师父 去碧山县也就罢了 毕竟有陪仪那么风华绝大的女子 冷落了不好 可这座青路洞山 在半山这儿我就能听见那些读书生 我脑壳子都疼了 师父你说你来做啥呀 我可事先说好啊 若是没有第二个陪仪 而只是来书院替人背书 我可就真要翻脸的 到时候我收起刀落 收起刀落 再收起刀落 把那些读书人砍杀得人压马翻 吕云长 没打购是不是 信不信我一圈捶死你 吕云长一脸忧怨望向徐凤年 师父 你偏心大师兄 王老怪的秘笈 交给他保管也就罢了 连师父你老爷 套到人家那部 逼身心血的刀谱 也一并给了大师兄 哎呀 我是路边捡来 交给后娘养的 是不是 徐凤年双指弯曲 在吕云长脑门上轻轻一口 不是我小气或是偏心鱼帝龙 而是那两样东西与你不合心意 等我将来也有些武学心得 只要有机会编撰成谱 到时候只会送给你 而不是鱼帝龙和王生 当真 继续上山 跟在徐凤年屁股后头的吕云长 得意洋洋 瞥了一眼于地龙 后者翻了个白眼 哎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佛教寺庙多建在山脚 大的道教宫殿 却多在山顶 而儒家的书院 往往喜欢在山路绊腰 秃驴们喜欢香火牵 怕香客爬山太累 道教那些臭牛鼻子 都是求什么长生不老啊 正道非生啊 自然是要挑一个 离神仙最近的地方 每天送金拍马屁 神仙们才听得到嘛 至于读书人咋想的 大概是山脚山顶 都给人霸占了去 只好在山腰盖房子了吧 师父 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有道理 徐凤年不知可否继续发问 帝龙 你是怎么想的 于帝龙不过是个牧羊童出身啊 这辈子就根本没见过什么道观寺庙书院 对于如是道三教也无从了解 自然是一头雾水 可既然师父发话问了 这个孩子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想这个问题 他终于有点明白吕云长所谓的脑壳子疼是什么意思了 好在师父善解仁义啊 很快就转头笑了起来 哎 暂时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但是长大以后再遇到什么事情 可想可不想的时候多想一想 可做可不做的时候呢 不妨去做一下 人活一世自保无余之计 只求自己念头通达 不顾他人的顺心如意 那样的陆地神剑不做也罢 嗯 记下了 三人来到青鹿洞书院门口 这里有五人入院卸甲摘斗的规矩 当然正是徐凤年本人定立的 只不过于帝龙不愿摘下那柄大个子的战斗 吕云长也不乐意跟被他逆称为大脚媳妇的 大双长刀分离 两人就只好在书院外的开阔广场上等着 徐凤年把腰间北梁都摘下 放入搁在门口两侧的一只大竹楼里 黎阳朝廷不进各地书院 上阴学宫便是天底下最著名的思学了 但是赵氏也不对此扶持 书院创办者呢 多是地方上的名师素儒 极少有当地的守土官员 担任这类山掌洞主 北梁则是个异类 在徐凤年亲自关注下 时下北梁优良零三周的十几家书院 不但由清凉山和各地官府出钱出力 且不许官员阻碍弹压书院的各种真边实事 像这座青鹿洞书院的洞主 就是曾经享誉黎阳朝野的地方 徐凤年就在这种时候走入了书生朗朗的青鹿洞书院 因为他当时只在院门口会见了皇商等人 书院内有多外地世子也没谁认出他来 只当作是来书院求学的北梁世家子 徐凤年进入一座书楼 书院讲学以儒家经级为主 旁级史书诗文 兼获议论实证 今日呢 就是一场由大儒主持的极重讲解 书楼宽敞 地上摆放了一百余张扑团 供世子听众们席地而坐 扑团仍是不够用 像从后门进入的徐凤年 那就只能在后边随便坐下 那位科举功名不过举人的大儒正在讲解 致意之术 有点九评高手 大四评点五道宗师的嫌疑 不过徐凤年认真听了片刻后仍是觉得受益匪浅 尤其是大儒在猜题仪式上颇有见底 梁帝世子来年赴京赶考参与春围 也许可以多几人金榜提名 北梁对于世子肥水外流一事 自徐霄起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颜杰西到姚白峰入京任职 徐霄都没有刻意刁难 而徐凤年对那个孙吟也是乐见其成 原因很简单 李一山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幼鸟长城尚有咸识魏其母的反哺 何况人呼 当时少年世子殿下还是疑惑不解 李一山笑着说 也许识人中只有寥寥一二人对北梁心怀感恩 但是已经足够 如果把识人都禁锢在北梁当地 截断了他们功名仕途的青云路 那可就是十之八九都要对北梁心怀仇恨了 接下来那名大儒也拣选了几个没那么枯燥的话题 让一百多名年轻世子各书己见 有皇帝陛下的设立六馆 以及下令让十二名画坛国手为春秋功臣画像 还有如何看待当今天子准其肖像入寺功臣庙 陪祭太妙最主要是那大儒笑咪咪的让世子们猜 那陪祭画像之中会不会有老梁王啊 若是有的话又会是哪一位丹青圣手来描绘呢 是那贺家野义柳家富贵美誉的贺柳之一 还是那善化佛像鬼神 尤其是先手眼将魔陛像著称于世的小玉池 再不就是那位新晋以诗话相线 为当今天子亲笔尾题正家三绝的正私讯呢 书楼里面议论纷纷热闹非凡 徐凤年有些感慨 赵传在冀北给一万优吉下了个套后 又在兵部关正边陲的示威西北后 很快就来了一首刚柔并记 有小道消息传出宫外 说皇帝陛下要在徐霄嗜好仪式上朝廷有亏 要追试大将军徐霄 至于这个有亏 当然是当时的首府大人张巨露造就的 而他新军照转和他的新朝则是竭力补救 如果说这是中书令齐阳龙的手笔倒也不奇怪如果是赵传自己的意思那就很值得忧虑深思了赵传越是不拘小节北梁的处境只会是越艰险赵传对北梁或者说对我是心怀严重敌 一亿的纪北和曹运两世已经表露明显赵传给徐霄越多必定要从我手上索要更多给的都是虚的要的则都是实打实的 但这种取舍在黎阳朝野上下眼中却又是很讲理的徐凤年陷入沉思 然后突然被一阵吵架声打扰原来是身边阵营对立的七八名外乡和本地世子突然开始争吵起来是在争吵那霞光城何时被北莽攻破以及虎头城的稳固程度 对于霞光城在幽州二十多万兵马攻势下的沦陷双方都没有意义 但是北梁当地读书人觉得起码可以再支撑一循半月的 外地世子则在卧宫乱和的前车之间下认为霞光城是指日可破 至于号称西北第一雄镇的虎头城争执就更加激烈了 前者觉得坚持一个月就算是大功告成 后者呢近乎盲目的相信虎头城可以成为第二座中原砥柱的香烦 成为北莽骑军洪流中的北梁砥柱 在这期间又有鲜明对立 双方就徐凤年亲自出现在葫芦口外打得北莽补给线瘫痪 又是吵得面红耳赤了 外乡读书人信奉那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说徐凤年呢这种以身涉险的幼稚举动是想做那名垂青齿的英雄人物 是幼稚心态作祟 非但不能称赞 如果是那皇帝还要遭到弹劾得下罪己诏 北梁世子呢终究是嘴捉一些 许多辩驳都是词不达意 富梁世子饱读诗书总能拿出一环扣一环的圣贤道理来冷嘲热讽 到最后骂账输了的北梁读书人不愧是土生土长的北梁人呢 差一点就要卷起绣管跟那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王八蛋用拳头说道理了 结果被一名上阴学宫世子斜眼骂了句火上浇油的蛮子 这下子就彻底乱套了 一时间徐凤年身边拳头口水齐飞是好不热闹呀 北梁读书人本以为骂架不占便宜 仗着人高马大打架总不会吃亏吧 不曾想那有两个外地世子还是习过武练过靶似的文武双拳呢 始终席地而坐仍是被殃及吃鱼的徐凤年抬手挡住了一只鞋底板轻轻推开 很快就得转头躲过某人的一口唾沫 然后呢扶住一个给人打的亮枪后仰的读书人 那些个登山求学把配件放在竹楼里的北梁匠种世家子稍加打听当场就怒了几乎是跳着越过很多世子的头顶就投入了战场一下子就把劣势局面给搬回来了 那个曾经在上音学宫负责讲经却喜好冰学的大儒 倒是一点都没觉得犹如斯文 非但没有历生呵斥 反而是笑着粘虚席地而坐 对双方那些拳脚功夫进行精彩评点 赶来北梁的外乡世子如果没有点血性啊倒是没有这胆识气魄所以这场架打的那是愈演愈烈很快就有人见血即便如此也无人退缩 先是那些慕名而来的将冬子弟作为北梁一方的援兵加入了战场 他们的出手很快就引发了所有书楼内北梁世子的功名纷纷起身向书楼后方沙场是狂奔过去 然后很快也有外地世子以黎阳各道各州同乡的身份抱团前去助阵 那名大儒呢仍是不着急眼睁睁看着坐质的读书人士越来越少许多小胳膊细腿的世子也起身冲了过去就算不打架也会在外围鼓吹造势 徐凤年倒是出手帮了本地人几次只不过极有分寸只是帮他们挡下一些出手过重的招式其中一位将冢子弟的狠辣撩鹰腿也给他悄悄地扯住领口 往回拉了几步 最后啊书楼后方战士告一段落明金收兵 双方是气势汹汹对质大眼瞪小眼随时准备开始下一场大战 徐凤年当然是站在本地世子这一边啊 身边有个幽州将冢门庭的顽固子弟嘴角渗出血丝 一边疼得呲牙咧嘴一边扭头对帮他挡下一拳的徐凤年笑着说 哥们儿刚才谢了回头下山请你喝花酒 这帮龟孙子老子早就看不顺眼了 对了我叫杨慧之是刘俊的到了军内报我的名字 保管你万世太平 当然别做杀人越货的勾当 这种事情连我都不敢做 洞主皇商闻讯赶来跑着进到了书楼 书院是读书人休息置平之处 你们成何体统 有力气打架去投军北凉宾馆 皇商也不看那精卫分明的两帮人对那名老神在在的大儒讲师轻声叹息 那位叫薛记的大儒笑了笑 伸手随意指了指身后悬挂在墙壁上的一幅字画 我们读书人不怕道理讲不通就怕不讲道理 心平气和是讲大打出手也是讲 总比憋在肚子里等以后秋后算账来得好 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多年后在官场上位高权重的教训官小的 官小的欺负不当官的 不当官的只能去欺负老百姓 岂不是太可怕了 还不如今天大伙打完了架 把气给消了 也就能坐下来继续说的说的了 冬主 我这不是等着他们打不动了 静下心来 我才开导劝解一二嘛 书楼内这些半桶水 平时一个个晃荡的厉害 不吃过亏 是不会济世的 老许 你呀 你呀 黄商眼角余光突然瞥见了一个身影 吞噬心头一震 现在北梁官场可都是在等着看各大书院的好戏呢 黄商对于文人义正一事是绝对持支持态度的 可是对于山上书院内对边关军务指手画脚导致山下民心动荡的苗头迹象老人不是没有忧虑啊 虽说当初北梁王答应了他和官府不掺和书院事务 也放话准许书院绝对不会因言获罪 甚至庇护读书人不受兵戈之在五人之辱 但是黄商心底还是不太相信年轻气盛的北梁王真能当个甩手掌柜 何况此时的确是书院闹事在先呢 所以当青鹿洞洞主看到徐凤年出现在战场之中 顿时透心凉啊 难不成徐凤年要上纲上线 北梁的读书种子还未扎根 就要半途而飞 黄商不愧是硬骨头 越是新良越不肯退步 他走上前几步直言不讳地问徐凤年 北梁王来此 是要行事问罪 是要关闭书院 是不许北梁读书人读书 徐凤年摇了摇头 看了眼那幅字 我原本只是想来看一看 看了就走 不过现在放心很多 墙上那幅字是千秋大事最废思量 希望各位读书人好好思量 思量以后声音才重 你我共鸣 徐凤年面朝那名讲学大儒 对其轻轻作译 这个道理是先生教的 徐凤年受教了 学技本该也本想赶紧起身还礼 但是不知为何 那一刻 这个在上阴学宫 郁郁不得志的老儒生 硬生生把屁股放回了蒲团 执起腰杆不言不语承受了这一意 在年轻北梁王和洞主皇商离开书楼很久后 学技仍是纹丝不动 老人最后低头伸手在蒲团外的地面上摸了摸 谁说北梁土地里指出骑马披甲的匠种 出不了读书的种子 学技面对那群至今还没有缓过神的年轻读书人 抬起手往下暗烂 神态一以气飞扬 你们都坐下 我学技今天最后就讲讲如何思量 才是我为读书人该有的思量 青鹿洞书院的山长黄商独自为徐凤年送行下山 两人在下山途中言语聊聊 黄商是因为这气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结 既然年轻藩王不是来青鹿洞山路跟他的学生们秋后算账的 那么黄商也就无地放始了 总不能还得寸进尺 跟徐凤年再多要一些地方衙门官吏的交易啊 青鹿山对于傅良世子担任各州郡县的要职 已算是极为大开方便之门了 黄商的脸皮再厚 也开不了这个口 徐凤年欲试沉默 黄商就欲试忐忑 临近山脚 老人叹了口气 王爷 你这刀子总搁在老夫脖子上 又不干脆利落砍下 也不痛痛快快抽走 老夫浑身不得尽呢 又不然给个痛快话 实在不行我就说句心底话 换个人来当着青鹿洞山长 书院就像一块庄稼地 好不容易有了点好苗子 王爷要是觉得我打理不好 那就换上一个听话的 千万别迁怒那些才貌间的盗殃苗子 先生 你多虑了 书院世子一论北梁军政 没什么不多 天底下的事情 只有不变不明的 没有越变越浑的 黄商如是重负 点了点头 但是你们作为山长和授业恩师的前辈 要应势力道 不能冷眼旁观 我不是要你们帮着北梁边军说好话 因为那没有意义 我希望在我北梁扎根的读书人 都明白一件事情 他们能够之所以指点江山 是因为边关前线上每天都在死人 而那些死人 和也许即将战死的北梁边军 在北梁境内不起一缕狼烟 无论他们在沙场上是胜是负 他们总归都没有半点错 当然 骂我和清凉山或者是北梁都护府调度不当 和谋划有失 没有问题 不过若是抱着隔岸观火且幸灾乐祸的初衷 这样的读书人 北梁从来都是静械不明 大可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点盘缠 清凉山还是掏得出来的 皇上的脸色重新凝重起来 徐凤年看了老人一眼 哼 总觉得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总以为今世记名舍我其谁 读书读书 是养浩然正气 不是养那力气傲气的 我自己就是过来人 整天怨天尤人 举目四顾皆不平 心胸机遇更难平 也许先生这辈子没经历过这个历程 所以我这才专程来一趟轻入洞书院 多嘴几句 皇商半信半疑 当真却是说这几句话 哼 对于书院世子谈论边关军 物赌不如书 我会让官府给各地书院赠送几套陈之报撰写的五倍 集药 你们不妨让熟安兵士的大儒名师牵头讲解 先搞清楚我们北梁的梁刀枪弩和马正历史 弄明白我们北梁到底是如何具体制军的 再来言谈边军大事 好一个赌不如说 皇商犹豫了一下补充开口 王爷这件事做得漂亮 皇商可是出了名的吝啬意美之词啊 这种溜须拍马的活计实在是难以启齿 可见这次徐凤年登山拜访书院确实是让老人很是满意的 计时会儿当上心中没了借地的皇商言语上也放开许多 皇商只会治学敢说不出五年便会让黎阳对北梁的文章惊学刮目相看 徐凤年上马临行前面对皇商 清明前夕 还请先生带着书院世子书生前往清凉山碑林 到时候会有一场祭酒 理当如此 离开青鹿洞山三骑及时途中吕云长问徐凤年师父 咱们现在是去北梁督护府还是去正在打仗的虎头城啊 你回大雪龙击军其他别管 师父 我也想去虎头城杀蛮子 徐凤年沉默片刻突然开口 毕龙 你和云长一起去刘州 在青苍城暗中护着阳光斗和陈希亮 如果真有大战发生 你们可以自己看着办 我准许你们自作主张 在一处关刀岔口上 吕云长惊喜交价 师父 那咱们现在可就要分开了 嗯 云长 到了战场上 你盯着点你师兄 别让他杀红了眼什么都不管不顾 总之 你们谁都不要死在刘州 你们真正的沙场 是以后的江湖 师父 等我还完大哥子的债 再有人头军供 师父 赏银可别忘了 我还要寄送给裴仪呢 他到四合院 等着好多银子要用呢 总不能让裴仪跟外人借钱设账不是啊 哥 嘿 小小年纪就胳膊肘往外拐了啊 行了行了 真有那一天啊 北梁边军少不了你一颗铜钱的 嘿嘿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 余地龙仰起了拳头 你骂谁是娘妈 皮痒了不是 帮你垂垂啊 徐凤年在异路岔口停马步前 笑望着追逐打闹的那两棋背影 猛然编马前行 西年锦衣少年郎怒马扬鞭 梁州城 经折已过 临近春分时间 徐凤年单骑沿着戒备森严的梁州北边异路 来到了淮阳关 此时不仅仅是北梁战事渐重啊 天下乱象一线 广陵道东县 在寇江淮料挑子辞去主帅归隐田园后 由西县年轻主帅谢西锤兼任东县主将 与在朝野名声雀起的黎阳青壮将领之一的宋丽 在一巡内连续打战了三场 先前用兵如神 打败严震春铁骑和阳慎姓 冀州精锐不足的谢西锤 在又一次被西楚朝廷寄予众望后 竟是连战连败连败连退 曹长青领衔的西楚水师也终于不再按兵不动了 不得不开始向下游推进 为了给陆路上的谢西锤减少压力 开始与广陵王赵义的水军对质 而南疆 岩池王赵炳 起十万精兵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与此同时呢 南征主帅飘逸大将军卢生相和数万南京基大营兵力缓缓南下 跟南疆大军南北呼应 朝廷形势是一片大好啊 而顾建堂坐镇的两辽边线 在圆庭山 在济北打出一个开门红之后 与蔡南都是顾建堂心腹大将的 唐铁霜也在东线上主动出击了 斩首了六千北蒙首级为此 黎阳皇帝还下旨 由唐铁霜赴京 替补上卢生相的兵部侍郎一只 这名有着虎奔 汉将美誉的将领南下入京 恰好赶在兵部 另外一位侍郎徐巩前脚踏入两辽之后 故而在榜眼吴从仙与黎阳心其胜时段国手范长后 并称先后入京之后 又有了龙襄将军徐巩和虎奔汉将的龙虎屯兵的说法 黎阳朝廷是蒸蒸日上民心大定啊 越发就衬托出西北的动荡不安 据传北梁道在失去幽州葫芦口 卧宫鸾鹤两城之后 关外最后一道屏障 霞光城也是摇摇欲坠 而梁州关外最北的虎头城也是岌岌可危 更加让离阳百姓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是一个小道消息 幽州葫芦口号称树铺林立能挡下北蒙铁骑十多万 可是都说北蒙由洋元赞领军的三十万兵马打到现在 那是不减反增兵力竟然增加到了三十五万 离阳百姓尤其是京城百姓自然而然的会有所揣夺 那北梁蛮子是不是投靠了北蒙蛮子了 否则天底下哪有这仗越打人越多的道理啊 怀阳关以北龙眼平地以南的虎头城一直有着独占凹头的说法 徐霄在这座雄镇大城里安置了多达三万的兵力 齐军尽万部族有两万多 无疑不是善战老族 再加上有淮阳关和柳崖福灵两座军阵作为依托 这一线之后 还有一锦园青河重种三大关和玄参神武两城作为两翼的防线 这之后再是大雪龙骑军 顾大族的步军 还有何仲乎的骑军 不同于幽州葫芦口的被动挨打 梁州以北除了虎头城的死守 柳崖福灵和都护府所在的怀阳关都具有主动出击的骑军实力 也正是拥有这种灵活激动的强大战力在后方游业支援 让当下的虎头城守城人充满了人人坦然赴死的慷慨壮丽 当徐凤年在一对白马一丛护送下走入都护府议事大堂 楚露山正在和徐卫雄 还有骑军副帅何仲乎等人讨论战况 看到徐凤年到来也没有什么客套寒暄 徐凤年便顺势毫无凝制的加入其中 楚露山当然不可能全然不顾徐凤年这位北梁王啊 稍稍帮忙做了一番概括 虎头城流瘸子口气大 说他就算孤军守个一年半载也没问题 要我们柳崖福灵和华阳关三支骑军接下来一起出击 都建立在虎头城能够力保不失的前提下 甚至在关键时刻 虎头城的一万惊奇可以随时出城作战 现在我们就在算计 董胖子的那十多万董家私军不足会怎么用 又会在何时启用 迄今为止北莽工程的兵力还都是孤赛州的边镇兵马 给他们捣鼓出来进前架投石车三百亿匹轮番昼夜工程 也就是看上去很热闹 刘瘸子说一开始还有些不习惯 如今虎头城守军就根本不理会那些故意恶心人的夜间投石了 该吃吃该睡睡 军心和士气都没问题 让我们放宽心 楚露山说到这里忍不住轻声笑了笑 嗨 所有军队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恨不得死了几十人就把战况说得微如雷卵 就数咱们北梁边军士一类生怕爹娘担心 就算给打得满身是血也要咬紧牙关扛下 柳牙弗林两只骑军已经各自主动出击过两次 战口不大 但是迫使北莽没敢放开手脚围城而攻 否则给那千架投石车全线拉开 别说打虎头城 就是打泰安城也很有气势 在此期间 北莽出动一只人数三万的青旗 试图截击柳牙齐军给咱们淮阳关找到机会 他们没能打出围城打员的效果 反倒是被我们轻松载掉了六千七 如果不是董卓让人接应啊 咱们还能多吃一万人 我们骑军向北推进到虎头城一带 人手一颗蛮子手机骑骑丢置出去 王爷 你也是没看见 前线上那帮蛮子的脸色 跟憋了好几个月没能拉出屎来似的 洋云赞在幽州那边具体战损是多少 在葫芦口内已经过五万了 加上王爷和玉兰刀带着幽旗的成功拦截 别看他们增补了东井河西两州的十余万军阵兵力 其实就是在打中脸冲胖子 那两州兵员本该是给两辽东线的 结果这么早就用上 在北莽内部存在很大正义 都在骂那位南运大王拆东墙补西墙 已经有人建议兵权交由拓扒菩萨 如果不是太平令给他挡下 冻卓就有可能卷铺盖滚蛋了 徐凤年看着沙盘点了点头 嗯 咱们先不着急打那种一锤定硬的大胜仗 一点点消耗北莽的耐心就可以了 沙场啊 一直是庙堂的延伸 我们争取这场仗在降服二年的年末 成功打到董卓丢掉南运大王 就算我们北梁赢了 接下来的整个降服三年 可以轻松很多 徐卫雄悄悄点头 赞同徐凤年这个分明无过事功 既有保守嫌疑的说法 楚路山看了眼沙盘上的虎头城 那么这就得先保证虎头城不失 不让董卓喘气 所以就算刘继奴和虎头城 不管守不守得住 都得守 传话给他 以前虎头城 是用来做那种幽州 胡了口的大树铺 如今不一样了 他可以死 但是虎头城绝对不能丢 因此每当虎头城有失守态势时 不论用什么方式 都必须立即让都护府知道 然后我们就算用上 景元青和虫种 和玄餐神母五只兵马 也要为他们缓减压力 甚至连那一万大雪龙骑 和八千重骑兵 在关键时刻 都可以一并用上 何仲乎和几名功名显赫的老将 面面相去 欲言又止 在下言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306集 在北梁既定方略中 在损耗一定北莽兵力后 幽州葫芦口三城 所有树铺 都可以丢 而梁州以北观战城池也可以丢 不存在不计代价死守到底的情况 为了一个董卓 值得吗 顾大祖闭上眼睛开始在心中默默推敲战局和权衡利弊 何仲乎下意识望向北梁都护楚禄山 北蒙南苑大王曾是他的手下败将 照理说楚禄山最该反驳这个题 但是何仲乎眼中的楚禄山没有言语 而是双手食指交错在腹部视线在沙盘上快速游泳 在这种连楚禄山都不开口说话的时刻 大概也就只有徐卫雄敢出生了 虎头城的定义做出更改 整个梁州防线就要随之变动 这对后方灵州的影响极为巨大 就算徐北纸掏空整奏灵州和灵州周边地带 也会让梁州粮草运转无碍 占于国门之外嘛 虽然这是我顾大祖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但对于之前都在不遗余力扩大纵深的北梁来说 真的合适吗 这肯定是徐凤年第一次在边关事务上 表现出一种毋庸置疑的强硬姿态 督护府内气氛格外凝重 袁统领当时要走了我穿过的那具铠甲 说是督护府的意思 徐卫雄脸色古怪 嘿嘿 本来是想摆在这座大厅里的 看着气派 后来又一想啊 就让人送入虎头城了 留瘸子又送给了别人 徐凤年一头无水 楚露山收起笑意 给我们第一个战死的北梁将军穿上了 徐凤年低头看着沙盘 我知道是虎头城的马吉林当时在城内院子里 他坐在最后头 因为骂过我不敢见人 大厅之内除了徐凤年和徐卫雄以北梁都护楚露山其军大统领袁左宗副帅周康和布军副帅顾大祖这四人官位最高权柄最大 对于徐凤年提出要竭力死守虎头城 楚露山和袁左宗暂时都没有表态 竟是周康和顾大祖最先有了争执 后者在春秋战事中已提出天下刑事论以及提出南唐务必要站于国门外作为保国方针而著称于是但恰恰是看上去进攻意识极强的顾大祖有了意义不同意北梁边军请边关之力帮助流济奴的虎头城死守到底 反而是这股老营出身的周康赞同了徐凤年的观点古大祖根本就不顾及徐凤年就在当场毫不留情的说这种仓促做出的战略变更比起林郑幻将更加祸害北梁边军军国大势起势而戏周康也是争锋相对水无常事兵无故阵伺机而动有何不妥想我北梁当年制定优 周周梁周的用兵方略大将军和李一山都还在那时候的初衷仅是设想北马会经由北梁和冀州两条路线南下中原北马蛮子只将北梁当作一座固若金汤的大城就算不可能直接绕城而过也只是在此安置五六十万兵力撤走我北梁边军而非今日举国攻打优良留三周的糟糕局面策略和规矩是死的 我北梁将士则是活的梁州十万多边境齐军更不是吃素的周康一口一个我北梁以及提及北梁早年军政和边境齐军这位老将军的言下之意很明显你顾大祖一个晚来的外人但也不过是当上了布军二把手北梁以齐军为尊梁州更是如此那么你顾大祖就在此时此地 识趣一点其实军武和朝廷差不多不但按资排辈而且是讲究出身的在北梁像那些从布军体系进入齐军阵营的校尉将领就少不了白眼和长时间的磨合 北梁边军中对徐凤年一手提拔上来的顾大祖自然不可能没有半点非议 徐凤年皱了皱眉头但是没有说话 本将只是旧事论事 没谁否认我北梁边关齐军的战力不行 只不过拥有强大的战力不代表我们领军带兵之人就可以肆意挥霍 沙场战士恰如棋盘厮杀 只会下利器的国手 哪怕一时一地制孤甚至是屠龙成功就全局而言仍是得不偿失 本将不希望北梁军是一位空有十段国手力量却只有六段骑手眼光的骑手 北梁如今手握四周四周又有数以百计的城池军阵要爱和雄关 拿虎头成淡淡一子来决定过败其子的存亡是不是需要多加权衡 这口气我怎么听着像是陈之暴在说话呀 你这周这顾 今天我顾大族就当着周大将军和北梁王的面把话撂在这里 北梁军根本就不该全盘否定陈之暴 连北梁王都明确提出边军之中不该禁止武备其要 为何独独在你周康的梁州骑军中不得出现一本一卷 周康你要学忠宏武做那油烟不尽的边军山头不成 你看我不顺眼这么久 我看你不顺眼的时间也不短了 若是平时 骑军主帅袁左宗会当这个合适了 甚至会略微帮衬些顾大族这个外人 只是今天既然徐凤年在 袁左宗也就安安心心练习闭口禅轻松养神了 楚庐山这家伙更是一肚子坏水了 笑眯眯看着两位副帅在那里面红耳赤 饶有兴致的看着热闹 有资格在这里一试的 头上关帽子也都有三瓶二瓶 是该把话都说开 不过虎头成一事可以查漏补缺 但死守一年的决定不会更改 这句话是对顾大祖说的 然后徐凤年面对周康开口 陈之报的那部武备级要不要尽 周将军 你回去以后带头抄路一卷 包括都尉在内校尉和将领都不能免去 抄完了以后寄到北梁都护府 我亲自审阅 谁找人代笔 或者是谁不敢抄写 我直接去你军中跟他好好谈 如果还谈不拢 再让他去幽州当部族 周康一脸苦相小心翼翼地讨价还价 王爷 那部书十万多字呀 一卷也有将近万词 这会儿战士正憨 要不然等得了空再说 那咱俩先好好谈谈心 要不要顺便喝点小酒 再让我二姐做点下酒菜 吃饱了喝足了 周将军也好上路去幽州 不用不用 不用 回头我这就挑灯熬夜抄书去 手底下那些校尉都尉 一巡之内保管都一字 本来抄完 等到不齐两位副统领离开都护府 前往各自率账所在的城池 袁左宗笑了笑 原来是各打五十军棍啊 周康是挨了五十军棍 但是顾大祖可能会觉得自己挨了五百棍子 那需不需要喊住他私下谈一谈 顾将军不是那种名完不化的人物 只要道理说得通 老将军听得进去 但问题在于我没信心说得通 到时候反而火上浇油 只会让顾大祖更加坚定己见 还不如像现在这样 我故弄玄虚 顾大祖不清楚 我葫芦里卖的是仙丹妙药还是狗皮膏药 捏着鼻子也就能照做了 徐凤年看着大厅内 只有二姐 袁三哥和楚禄山三人 哎呀 现在都是自家人了 终于可以不用辛辛苦苦假装高人风范喽 楚禄山 除了看周顾两位老将军的笑话视线更多的放在了沙盘上 楚禄山看了看沙盘上梁州最北的虎头城 又瞥了眼幽州葫芦口最南的霞光城 轻声开口 虎头城不是不可以守一年 哎 我想到一个理由 也许可以说服郭大祖 从北莽选董卓作为南院大王 并且一开始就调动百万大军 分三县南下 叩关北梁道 意味着北莽彻底绝了从冀州和两辽南下的念头 这也意味着我们当年制定的策略必定会有漏洞 我们要做的就不止于缝补一事 而是要在某些地方全盘推倒了 我们北梁起先也有过这种最糟糕境地的预测 只是那会儿就像与人对敌 打个比方 就像是跟老剑神李纯刚为敌 我们猜出老前辈可能会一上来 就直接一招两袖青蛇或者是剑开天门 当年只以为是两大最强手之一 结果没想到一上来就是两招齐出 这样也好 虎头城战士越惨烈 梁州防线越是瞧着危待 那么我们出其至胜的机会也会越大 当年 袁左松突然笑着接过了话头 当年楚庐山是对李玉山定立的策略 颇有意义的觉得太正了 只想着不输而非想着如何去胜 嘿嘿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是得那么做 没有二十余年遮掩的甜白哪有今天的余地啊 楚庐山缓缓抬起头看着徐凤年 然后绽放出一个灿烂的一塌糊涂的谄媚笑脸 嘿嘿 这也是王爷给了我灵感 否则一小的这点脑子打破脑壳也想不出来的 说正经的 楚庐山继续没个正经样 王爷不是早就想到了 哎呀只不过是风险太大 知道顾大祖不会答应而已 嗯 徐卫雄看着沙盘上的幽州葫芦口一带 南宫至于攻下以后也是难守还是一守我们给过北莽机会 因此以沃宫城和鸾鹤城为核心的所有宝寨 他们看上去束手待毙的那种死守让北马自己放弃了这个机会 索性跟袁左宗楚禄山一样同为徐霄义子之一的齐当国没在场啊 否则又要头痛自己为啥那么笨 北莽一开始就是冲着踏平北梁然后直奔中原去的太平令的那些文臣官吏 都是要用于济州河州和接下去的淮南道没打算浪费在北梁 在这种情形下 幽州葫芦口的不祥死战和北莽自身也不愿纳降 使得卧宫鸾鹤两城周边的树铺寨子都在杨元赞大军花巨大代价攻破后 几近所快殆尽 当然目前看来 利弊参半 好处是让葫芦口内更加异于北莽骑军来往驰骑但是如果我们将北莽最有力的反攻放在幽州 那么杨元赞刚刚得到兵力补给的整整三十五万大军就有苦头吃了 要想扭转幽州葫芦口战局迫使杨元赞不得不撤退 那么我们最少要投入五万最精锐的骑军 要一战攻城 直接在关键时刻打光杨元赞的精锐骑兵 所以虎头长绝对不能丢 丢了虎头长也就意味着柳崖福林两城也要丢 淮阳关也要丢 一旦把战线收缩到清元重种一带让董卓的大军舒舒服服铺开阵线 到时候别说我们手上握有五万骑军的咸鱼兵力 就是五千多难 所以说为了虎头长可能要在降服二年这一年中就多死四五万人 但是在葫芦口他们要死很多很多 楚禄山阴侧侧笑起来盯着沙盘上的葫芦口 三十五万人全死在这里 咱们筑起了好大一座金冠 不比吸累必差了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元三哥这样的话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元白雄破天荒的柔声回复 让楚禄山突然一脸谄媚的想要跟元祖宗勾肩搭背 结果给元祖宗不客气的伸手拍掉了那只爪子 跟你不熟 我不是就长得胖了这样吗 王爷不就是长得英俊了这样吗 你就这么一毛去人 打住打住 你不是胖了一点点 我也不是英俊了一点点 徐卫雄看着唯唯唯唯叙叙叙的都护大人 看着那位笑脸温柔的北梁王和浑身英气的元白雄 自己也笑了 在都护府内 徐卫雄临时居住在一座小院里 徐凤年从行囊包裹中掏出了那两只棋盒 但是徐卫雄没有要 说他用不上 徐凤年只好是兴兴然收紧 片刻沉默后 徐凤年蹲在徐卫雄轮椅旁边 轻轻感慨 走过三趟江湖 才明白你当年不怨我在江湖里扑腾的苦心 怎么说 江湖人 是要自己活得有意思 作为徐霄的儿子 大概是得要自己活得有意义 别往我脸上贴金 也别给你自己说好话大话 从头到尾 我只希望你好好活着 就这么简单 咱们爹娘 还有你师父 甚至还有元祖宗和楚入山 都没谁让你死得有意义 宁愿你活得没意思 啊 这样啊 徐卫雄在徐凤年来到淮阳关后 第二天就南下返回清凉山了 留下来的徐凤年也开始身居简出 并没有对都护府大小事务指手画脚 筑地就在清源一线的齐当国 偶尔会去马前来帮着徐凤年解闷 两人经常一起出关 打着游猎的旗号 带上几百惊奇悄悄地靠近虎头城 遥望那边的战火硝烟 期间若是遇上小谷的北蒙马篮子 就当给齐当国麾下的那些在北梁边军骑射最是贤熟的白羽卫 打牙记忽都护府对此自是不敢有任何意义 只是暗中向关外洒出了好多镖白马游弩手 以防不测 这一日正值春分 天雷发生 小麦拔结 徐凤年在清晨时分单骑出行 为了不给都护府和游弩手增添负担 没有北上去虎头城 而是往东悠悠然前往了福灵城 其中有一标四肢护驾的五十多骑游弩手 没敢惊扰北梁王的散心 但是大概是为了能够亲眼目睹徐凤年 这位天下四大宗师之一的风采 那名标掌也花了点小心思 让部下五十来骑都有机会 游业之最近距离徐凤年两百步外的地方 不过随后务必要急之而退 否则要军阀处置 这让无形中成了花魁式的徐凤年哭笑不得 不过他也只当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徐凤年突然停下马转头看向南方 远处有四骑向北而行 然后在发现自己身影后 策马静直奔来 在他们到达之前 那名白马游弩手标掌 率先来到了徐凤年身边下马抱拳 启禀王爷 那四骑应该是竟由鱼龙帮筛选 前往边境投军的江湖人士 是否需要末将结下他们 不用 你们先行撤回淮阳关内便是 那名标掌毫不犹豫当即领命 虽说是都护府派遣下来的军务 但是在北梁谁最大这件事 三十万军应该听命于谁 哪怕用屁股想都知道了 何况咱们王爷是谁 当真需要我们游弩手护家 只不过在那名健壮飙涨上马后 有些破天荒 勉腆回复 王爷 末将斗胆说一句 幽州葫芦口外的事 我们都听说了 以后要是有机会 咱们两周游弩手 也都人人想着能跟王爷并肩作战一次 徐凤年微笑着点头 那名标掌神情激动的拍马而走 咱可是跟北梁王说过话的人了 这要回去跟多位大人和那帮兔崽子也说 还不得眼红死他们 标掌急迟出去数百步 回头远望一眼 看着那一人一齐的身影 咱们王爷可真是世间顶风流的人物 又是这般平易近人的心情 只要搁在中原那边 那得有多少妙龄小娘要死要活的 标掌顿时有些打抱不平 虽然听说清凉山已经有了两位 尚未明媒正取的准王妃 名声也都好 但还是太少了嘛 等到游弩手标掌远离后 那四骑过江龙也很快赶到 看到徐凤年后 为首一骑是位白发苍苍 但精神绝朔的高大老者 复健老人打量了几眼 我这小兄弟可知晓那淮阳关在何处啊 徐凤年笑着 严谨一概帮忙指明道路 老者抱拳谢过后自报名号自有一股江湖草莽的豪气 在下江南青松郡人士 江湖朋友送了个明天鼓的外号 敢问小兄弟是否跟我们一样是前来北梁边关投军之人呢 我本就是边军中人 父辈就已在北梁定居 原来如此是老小唐突了 老人笑意有些无奈 有些自嘲 不是老朽碎嘴啊 为师之我们一行四骑人生地不收 当时听说北马蛮子百万大军南下寇冠 老朽年少时便追随仙府和仙师前往济北在塞外杀过蛮子 如今憋不下这口气 又听江湖上传言天下十大帮派之一的鱼龙帮 可以帮咱们这些北梁外人引荐给北梁边军 这就带着三个头弟赶来北梁了 鱼龙帮只帮我们开了四分临时录影 这一路上吃了不少苦的 其中一名腰间玄沛常见的年轻男子愤然道 师父咱们遇上那一波波的北梁边军自是战力 看咱们的眼神跟看蛮子有何不同 徐凤年三趟江湖可不是白走的 一下子就听出了其中玄机 肯定是这伙人仪仗着武艺把势 跟北梁边军有过一场冲突了 否则断然不会有自视战力这么个前缀 而是直接就挑明后边那句话了 不过徐凤年好奇的地方在于鱼龙帮大开门户吸纳江湖龙蛇 这本就是梧桐院和浮水房受益的 但多是投机取巧的末流高手在立阳江湖私混不下去 才流窜到北梁找寻个栖身之所 真正肯到北梁边境投军上阵的 又却有几分功底的都是都护府有明确记录档案 至今才寥寥16人了 而这个徐凤年从没有听说过的明天谷年迈剑客 则是实打实的小宗师境界 这种货真价实的高手 别说在黎阳江湖上轻轻松松开宗立派 在一郡武林内执牛饵 就是去经常行步 弄个鲤鱼带挂在腰间 那也不难哪 徐凤年轻描淡写 观察他们四期 那四人除了二品高手的师父眼神祥和 其余三人眼神可就是各有千秋了 要见佩剑 有锦绣长岁的年轻男子一态巨傲 早就听说北梁的将种子弟多如牛毛 眼前这个无缘无故出现在塞外边关 且又不披甲配刀的陌生同龄人 多半就是其中之一了 中年剑客 应该是那位江南武道小宗师的大徒弟 性格相对老成持重 在不露痕迹打量徐凤年将握的手 试图找出曾经习武的蛛丝马迹 他的江湖阅历十分丰富 不相信在数十万北莽大军攻打虎头城的时刻会有寻常人在这附近 担其散心 至于最后那个头戴围帽遮掩面孔的紧身黑衣女子也在好奇审视眼前这位不像北梁男子更像是江南士族的公子哥 别人怎么看不重要做好自己就是真要拿眼光说是的话 黎阳朝野二十年看待我北梁不就一直等于是在看蛮子吗 那年轻剑客大概是勉强受得了北梁边军的气却独独受不了这种北梁同龄将种子弟的鸟气当场就勃然怒色 我们师徒四人跑来鸟不拉屎的北梁头军是陷阵杀敌来的不是听你这种人冷嘲热讽的 要不是我师父与灰山刺西克星红票是莫逆之交 老人脸色严厉制止徒弟继续言谈无计 中和叫冲和的年轻人撇过头默默生着闷气 他在江南江湖上一直也是温文尔雅的剑中君子 本不该如此失礼失宜 只不过到了这贫瘠北梁关外 往往策马狂奔一日都不见人烟 实在是水土不服 憋屈的难受 想那中原家乡此时也该是烟雨朦胧的已逆时节了 会有小巷卖杏花 有那湖上泛舟 有那青楼歌舞夜不休 就算什么都不做 在庭院深深的家中跟师兄师妹切磋武艺 那也是享受 也要好过在这种西北边关喝风吃杀还要受气 要不然我为前辈带路好了 武师献殷勤 肯定没安好心 还不是对师妹意图不轨 那老人瞪了眼这个口无遮拦的徒弟望向徐凤年 如此正好 到了关内 交过了录影 定要请小兄弟好好喝上几瓶那绿衣酒 是不相瞒 这酒老朽是遭遇耳闻 可当年尝过一口 哎呦 那滋味不敢恭维 不曾想如今到了你们北梁到喝着喝着竟是越喝越放不下了 这不在梁州龙口关买了两斤装在酒囊 没过两天就囊中空空 如今肚里这酒虫子可是造反的厉害喽 伍齐结伴同行 老人跟徐凤年闲聊着北梁的风土人情 相互都很默契 不去刨根问底身份的事情 娇浅延伸是行走江湖的大忌呀 不过那个年轻剑客很快就按耐不住了 嗓音不轻不重 恰好能让徐凤年听到说了一句 师妹 大凤王朝开国皇帝 曾经给草原游牧之主写过一封信说 冀州以北以西引公之地 受令于你而冀州以南以东灌带之事有阵致之万民耕之陈主相安 虚无暴虐 师兄你不是刚入北梁境内就说过了吗 在前方的徐凤年笑了笑 哼这是说给我这个冀州以西的北梁蛮子听的 与徐凤年并驾齐驶的老人闻之灰心一笑 小兄弟好多量 哎也是给一点一点熬出来的 否则早就憋出内伤了 那个叫冲和的年轻人明显就憋出重伤了 哎 与前辈相熟的那个红彪可是如今新晋当上了燕之重骑军副将的红彪 老人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正是此人 啊 那前辈在都护府那边交接了路影 得重新南下一段路程 去重种那边才能找到红将军 到时候我请人帮前辈带路 否则还真不一定见得着红将军 倒不是我们北凉小心眼啊实在是红将军如今的位置很特殊 莫说是前辈你们 就是很多北凉边军实权将领 也不是随便就能看到那只重骑兵的 然后老人和徐凤年相视一笑 近在不言中 接下来两人就聊起了中原江湖的趣闻 老人见多识广也见谈 说起了灰山当下如日中天的光景 说起那胭脂瓶文武瓶和匠象瓶更是压抑不住的眉飞色舞呀 以小兄弟的眼光 肯定知道这次把匠象瓶放在末尾的用意 其中将平囊括了离阳北凉和匠象瓶呢则纸平瓶底一样 这恐怕是自大奉王朝灭亡后最有分量的一次平点的 将平时人不分高低先后 离阳有四人 陈志报 曹长青 顾剑堂 卢生相 北盟有三人 董卓 柳归 杨元在 你们北梁则有燕文鸾 楚禄山和顾大祖 江平末尾有额外评点了 谢西锤 口江淮 妥拔气韵 崇潭 宋利等人 哎 袁左宗竟然没上榜 我有点不服气啊 那个年轻剑客 兴许是跟徐凤年天生相冲 又情不自禁地跑出来抬杠了 你们北梁还不知足啊 江平有三人 如果加上单其入属的陈志报 那就是四个 都快占据半壁江山了 加上武平又有那个年轻藩王 挤身四大宗师之一 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徐远兵 至于相平又有出身北梁的少保陈旺 和孙隐同时登平上榜 与殷茂春这种名臣公卿并列 你们北梁还想怎样 嘿嘿嘿 所以说呀 我们北梁水土不错 不仅仅仅是出蛮子 也能出那种力挽狂澜 金氏记名的文人 那个哥们顿时又内伤了 带着微帽的女子悄悄眼嘴一笑 这么多年老夫一直对一件事 匪夷所思 以北梁的人力物力 如何支撑得起战力冠决两国的三十万边关铁骑呢 为了与北梁抗衡 黎阳军马号称八十万 由盛大方王朝鼎盛士气 半载两辽半北梁 不知为何 师徒四人听到这句话后 满眼是那单调荒凉的西北风光 没来由生出一股难以言语的复杂心思 临近淮阳关时 徐凤年问老人 前辈如果不是你们认识在北梁担任将军的红标 还会来北梁吗 当然不会 徐凤年轻轻点了点头 脸色并无变化 但是老人很快又笑了起来 不过呀 自徐小死后 不以春秋那笔护的账 也就算搞一段落了 相信不只是老夫的 这么个半截身子在黄头里的糟老头子 这么想 很多老一辈人也是如此 再从那个姓徐的年轻人 在泰安城说过那句话后 只要不是当年 有着直接关联血害身仇的人 更多的外人 很多心结也就揭开了 进入北梁后 老夫也听说了许多事情 才知道很多事情 跟想象中不大一样 以后抽空会写信 给家乡哪边的旧友 告诉他们 一个不一样的北梁 原来在这里 也有书生郎郎 也有鸡犬香文 也有老人说到这里 突然忍不住笑出声 也有那让我遗憾没能 早来三四十年的饭酒小娘啊 梁帝女子 恰如那入口如燃火的绿衣酒 一旦喝上了瘾 这辈子就再难换酒喝喽 哼 那你们北梁王为何娶了两个外地女子 徐凤年一时间哑口无言 沉默片刻后转头无奈出声 这回 算你剑术绝伦 见血封侯 我认说 那个年轻人先是一脸洋洋得意 继而板起脸半冷酷 但是很快就嘴角翘起 再去看这个可恶的北梁将种子弟也不是那么碍眼了 出现在五旗视野中的淮阳关不同于虎头城 这种地方就是兵家必争的死人之地呀 兵书上的那些关爱多是如此 不论大小 只要想快速过境就必须拿下这些建立在道路要冲地理险要的关口 方可没有后顾之忧的长驱直入 相反 许多雄城巨阵看上去很是威风八面 但是战事启动后大可绕城而过 黎阳在两辽防线就有许多这种城池 但不是说他们的出现毫无意义 恰恰相反 他们的存在虽然组织敌军大军的作用不大 但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 对北蒙是一种鸡肋 攻打损失严重 绕过粮草有危 只不过一切城池都是扎根不动 将领和兵法则是灵活的 到时候还得看攻守双方 谁道高一尺谁磨高一丈 纵身不足的北凉起最大悲壮就在于每一寸疆土几乎都是那种会流血的死地 北蒙既然以举国之力来攻打北凉 就是在明白北凉会逼着他们一寸一寸去争抢地盘的前提下 仍要凭借着强大国力碾压而过 这个时候淮阳关外的徐凤年有些不合时宜的忧虑 不是担心那气势汹汹的北莽大军 而是想着那句春分卖起身一刻值千斤的农宴 想着今年许多北凉百姓会余粮不多 想起了当年走过倒马关时遇到的那些还在上私塑的孩子 多半会更眼馋那皮儿薄馅多的肉包子了吧 这个时候那个头顶围帽的曼妙女子忍住休意 悄悄凝视着不知姓名的北凉男子 他心头只有一个让自己难为情的念头 若他就是让自己朝思暮想的年轻大宗师 是那家乡很多归中密友都爱慕的北凉王 可就好了 当初听说他要来北凉的时候 好些个只会女工的大家闺秀 平日里那般的温顺婉约的性子 可都差点跟他一起私奔赴粮 师傅笑颜这种让世间男子吹胸顿足的光景 大概只有很多年前李纯刚青山障见走江湖时才有过呀 如今江南美娇娘几人不思徐呢 在下言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07集 降伏二年的春分时分 原本形式一片大好的广灵道突然急转直下 在广灵东线将士习惯了寇江淮神出鬼没的调兵遣将之后 主将宋利步步为营缓缓推进 不断压缩那只西楚大军的发挥余地 不但夺回了全部失地 而且成功策反了数名当时起兵造反的西楚校尉 把泄西锤主力两万部族压缩在荡印和压明古一线 当时宋利大军中不但有三万广灵道不足 更有八千善战惊奇作为机动力量 加上宋利素来用兵稳重 怎么看都是稳操胜券的局面 唯一的问题就是看能否在立下之前攻入西楚旧都了 但就是这种战果唾手可得的时刻 兵力烈士的解西锤突然开始发力 主动列阵出击 解西锤只以五千利剑中甲部族 持仗于墨刀以横向密集队形列阵于前 不顾见识如墙而尽 当纵身不断缩小的广灵骑军不得不展开真正的冲锋后 对上这些恍如西楚大几世重现天日的中甲部族 竟是之后让泰安城兵部官员面面相去的六个字 人马当之击碎 然后溃步成军的残余其军只能有几方中军部族两亿绕出战场 接下来是更为惨烈的布军之战 士气落于谷底的广陵部族虽未退却 但依然难挡西楚的推进主将宋利不惜心身陷阵率领八百死士一举破开西楚磨刀阵 即便如此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战前被黎阳朝廷笑称为巧妇难为五米之吹的泄息锤 屡次调动暗兵不动的有生力量投入战场 人数都不足千余人 但无一不精准补救了几处危局 这宋利也绝非庸将 欲血奋战 曾经两次带兵冲杀到泄息锤阵前不足百步都被乱箭射退 这之后 泄息锤用埋伏于后方的数千齐军冲阵 宋利对此亦是早有应对 即便战事胶着 仍是严令损失惨重的齐军 不得轻入战阵 全力支援己方 只准齐军校尉率领五百旗轮番杀敌 这才在三千西楚齐军的冲锋下 保持广陵齐军和步军不至于一战击溃 西楚广陵两军由赏武战至暮色时尸横遍野 谢西锤麾下两万部族死伤一万五千之多 而宋利的四万部族和八千齐军最终撤离战场时 仍有战力之数也不足五千人 但真正让双方将士都感到几倍发凉的真相是在宋利主动撤退出战场十余里地外 谢西锤出动了好似从天而降的精神气十足的三千青击 而阻挡这支齐军扩大战果追击步伐的则是宋利同样本想用来出其制胜的五千伏兵 黎阳朝廷在八百里加急奏章到达京城后的那次大朝会上纷纷对宋利 大家弹劾 延期用兵昏聩空有大好优势 却错失局面皇帝龙颜大怒下指令宋利赴京请罪但是在之后唯有中书众臣碰头的小朝会上天子赵传率先对宋利此人赞不绝口说过不在广陵军更不在宋利中书省二把手赵佑玲更是坦言宋利此人虽然让广陵战局更加迷了因为在卢生巷入境之前广陵到路上暂时一路上的阶段 以无一战之力只能寄希望于广陵王赵义的水师大军 但终究是仅以小数的代价就试探出了西楚军力的深浅 当时春秋老将杨慎幸恰好也被破格击身小朝会马上就跪下伏地请罪气不成声 但没有被自己开拓 而是说严震春之死罪在他阳慎幸和冀州老族 皇帝赵传并没有追责 反而对这名丢尽朝廷脸面的老将军好言安慰 甚至让他在广陵战事中丧失一臂的敌长子杨虎臣出任了冀州副将领着那只脱困没多久的济南百战部族赶赴济北 代付将功补过 春分过后 南疆的十万进军已达祥州 延迟王赵炳中途身患重疾不得不交由世子赵助领军 与此同时标逸大将军卢生相和那与杨慎幸严震春同一个辈分的功勋老将两线齐下共计四万精锐 与南疆大军遥相呼应驾计西楚叛军在这之前黎阳朝廷仿佛是以近九万伤亡的巨大损失 以一位藩王战死的代价造就了谢西锤和寇江淮这两个西楚年轻人的威名 在这种时刻西蜀发出了一个声音可谓是令天下震动 继续校之后 王朝又一位义姓王陈之鲍上书京城 称其养兵万余随时可以出西蜀远广陵 虽为兵部不回 但朝野上下仍是为之震动啊 赞誉为喜闻春雷胜 足可见那位白衣兵胜在黎阳人心目中的超然地位 似乎在黎阳看来 那些叛离北凉的英才文豪 且不说向来呼声极高的陈之鲍 李学宗是摇白风也好 皇亲国气颜杰西也好 如今高居礼部侍郎的进兰亭也罢 都会格外让泱泱太安诚 瞧着舒服顺眼 在北凉都湖府内 徐凤年和楚禄山为首的一群梁州边关将领 正在对着一座临时建成的沙盘讨论着谢西锤和宋利双方的胜负得势 怀阳官校尉黄来福言语中颇为不屑 这谢家小儿的用兵之法还不是跟咱们学的 在双方战线部族也完全铺开的地带 暗中积蓄力量 在紧要时刻分批次投入战场 咱们北凉边军稍微有点眼力劲的校尾都晓得 唯一拿得出手的东西 也就是他不知道从哪里调教出来的磨刀阵 不过对付广陵齐军还行 对上咱们的铁齐 也就是当年西楚大吉时的下场了 这毕竟是自春秋以后首次已布上齐的战力 不管宋利的齐军战力如何 我们都该摸摸底 有没有磨刀阵的详细布置 还在等扶水坊的消息呢 不过估摸着双方粗略战损 谢西锤的磨刀阵 比起当年大吉战阵应该要完善许多 哎呀 相信顾剑堂的两辽那边很快就要推广开来 少不得跟户部狮子开口要一大笔军饷 清元军阵的一名壮硕校尾皱了皱眉 就谍报来看 谢西锤和宋利可不是一根精 都是鬼精鬼精的 对各自齐步的运用都很谨慎 伸起大胆 以前只听说西楚那寇江淮擅长不惜角力的长途奔袭 哪怕总体兵力少于敌人也能在局部战场上形成一多打扫 而且从来不守城也不攻城 打得好像不足都能当骑军用了 很有脚头 嘿嘿嘿 靠江淮是在用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胜利告诉天下人 以后在中原地带的仗到底该怎么打 已经不是你攻城我守城那么简单了 一切战役都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宗旨 你归缩城内我就变着法子逼你出城打 你如果有大量兵力出城 我可以先不打 找准了机会有必胜把握再一次打光你 反正就是块刀子割肉 一次两三斤 次数多了也就见着骨头了 如果说当初顾大族首次提出战鱼门外 足以让后世兵家大开眼界 那么靠江淮这种别开生面的新营打法 就是一种完美延伸 大概可以称之为战鱼城外 最大程度削弱城池的意义 用好了能够处处掌握主动 当然了 当时我在北莽腹地打早就是这么玩的了 只不过矛头不是对准黎阳 朝廷那些官老爷也就不知道肉疼了 柳牙骑将揉着下巴开口 广陵道好不容易有宋利这么个懂兵式的将军撑场子 那黎阳皇帝脑子给驴踢了 就这么拿去太安臣问罪了 明摆着赵义水师也会给曹长轻吃掉的嘛 唉 仅就纯粹广陵战士而言 是不该动宋利 但就全局来看 朝廷这种看似自毁根基的做法 其实是一脉将成的 当时灭掉春秋八国 分封武将 如今赵家要收拢天下兵权 才好应付将来权力与北莽大战的局势 杨慎信和严震春跟他们麾下司军的评判是事情的一面 而唐熙借贤占卢白杰 南征主帅卢生相 龙湘将军徐拱 辽熙大将唐铁霜 还有当下的宋利 这些人的相继入京为官 则是相对隐蔽的另一面 朝廷有意纵容西楚复国 除了没想到西楚一开始 就会给他们那么大一个下马威 其他事情都在意料之中 按部就班发生着 甚至连现在烟赤王出动十万兵马北上支援 也是早就安排好的 别看谢西锤 把广陵道路上战场给一口气清空了 其实不过是帮着朝廷 让烟赤王赵炳四更多人而已 归根结底 朝廷就是以此来削藩 和抑制地方武将势力 算是阳谋吧 呸 依我看 那赵家先后那两个皇帝都不是豪鸟 王爷看待问题 跟咱们这些大老粗果然不同 是高屋 高屋什么来着 高屋剑 他娘的老子也给忘了 楚禄山揉了揉额头 有些丢人 哈哈 高屋剑林 对 高屋剑林 哈哈 对 高屋剑林 然后各自称赞了一句 王爷猜高八斗 王爷这学问硬是要的 行了 拍马屁这种技术活儿 不适合你们 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带兵打仗好了 以后打了大胜仗 我拍你们马屁都没问题 哈哈哈哈 徐凤年在楚禄山重回两北沙盘 跟诸位将领 商量完布置后 两人走向楚禄山的住处 徐凤年走入那栋逼色的院子后 感慨出色 真是难为你了 楚禄山习惯性弯着腰 别看陆秋儿这些年 过着遮舍无比的神仙日子 当年穷疯了的时候 能有个热腾腾的馒头吃着 那就还天洗地了 后来是进了徐家军 这身肥镖才一点一点养出来的 说出来王爷可能不信 陆秋儿曾经不说骨瘦如柴 全身让下加一起 也就是一百二十几斤的肉 不过那会儿肉结实 吃得住苦 徐凤年看了眼 臃肿如山的陆秋儿 还真是不该想象 你瘦的时候是怎么个样貌 嗨 谁说不是呢 连自己也都差不多忘了 哎 我今天特意烧上了那两罐棋子 怎么着 来一句 行了 王爷稍等 陆秋儿这就让人找一副 造工考究些的匪木棋盘来 嘿 不多时 两人久违地相对而坐 徐凤年直白 楚禄山直黑 开始对局 徐凤年 输了 楚禄山 终于赢了 因为楚禄山等了这么多年 终于可以不用刻意让齐 盘腿坐于一只宽大秀墩上的楚禄山 正正看着棋局有些唏嘘 唉 今天才知道世子殿下齐立的真正深情 原来当年陆秋儿在凤水 而世子殿下也从来没有用心过 听到世子殿下这个有些陌生的称呼 徐凤年出现刹那的诗神 叹息一声 唉 我让人去青州找那个陆许 但是结果让人失望 陆许带了句话给我 他说他宁肯去京城 也不会来北凉 唉 人各有志 强求不大 嗯 听说以前徐霄也抓到过许多春秋文人 但是忠义的人物 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在齐灰下效力 只能放了 楚禄山笑脸有些尴尬 义父是放了 不过很多人事后都给陆秋儿要偷偷宰了 其中就有袁白熊那家伙 一个至交好友的长辈 难怪袁三哥说要点你的天灯 嘿嘿 与那赵先生不一样 我跟李先生是一样的贫寒出身 天生就跟士族人物不对付 我又没有李先生的哑量 当年见着那些眼高于顶的家伙 就恨不得一刀剁掉一颗头颅 如今回想起来 当年本该手软些 少杀几个的 徐凤年无言以对 楚禄山双指微微碾动一颗微凉棋子 炮开永辉之春那帮臣子不说 唐熙剑仙卢白杰 中书令齐阳龙 国子坚左记九摇白峰 东元阁大学 誓言杰西 南征主帅卢生相 龙襄将军许拱等等 这些人 是赵敦帮那儿子请去京城填补张炉 倒塌后的空缺 至于宋克里等人 则是赵敦在事时 故意压制的棋子 好让下一任皇帝 以示君恩后的 那么兵部侍郎唐铁霜 新旗盛范长后 广陵道的宋利 以绍宝陈旺 冀州将军 元亭山 孙吟 陆许这些人 则是新军赵传自己栽培的行人 除了对咱们北梁 每一手都很无礼 其余的先手 可都很符合正统气力 赵敦选赵传这个四皇子 而不是大皇子赵武继位 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 迄今为止 赵传做得滴水不漏 楚禄山突然眼神玩味的望向徐凤年 哎 别想歪了啊 我跟那个皇后没什么 你当赵家皇室都是睁眼瞎不吵啊 再说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严东吴跟李富珍一个德行 两人当初都对我爱答不理的 其实准确来说是 示弱仇寇 嘿嘿嘿 陆球可是想着有什么才好 去你的 你真以为世间女子都该喜欢 我不成 楚禄山放下那颗棋子伸出双手 一脸的天经地 哎呀王爷你有所不知 现在中原一带稍微消息灵通的大家闺秀 爱慕王爷你的小娘子 没有一万也有八千 哎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啊 天下江湖一百年 武功缺顶的也许不少 但还得长得玉树临风 更行事风流的 可就少之又少了 数来数去就只有老剑神李纯刚了 王先知 哎 早老头啊 透拔菩萨 北蛮子一个 邓太阿剑术通选是真 可惜相貌那一关过不去 本来齐贤真和曹长青也能够算一个 那一个是从不入室的道教神仙 一个是只想着复国的书呆子 所以就只有王爷你不负众亡了 走过两趟黎阳江湖 亦是去世运是无数 也去过太阳城 更是堂堂北梁王 还干掉了王先知 更有无数被你建立为艳品的珍稀字画 在京城和江南流传 同时 有大雪平和轩辕清风的强势崛起 等于变相为曾经清零过灰山的王爷造势 那些小娘子 怎能不为之疯狂 那可真是九汉逢甘霖哪 哎呀 是这样啊 那以后 肯定有更多人记恨咱们北梁了吧 这是当人 远的不说 就拿燕之郡那些不愁嫁的婆姨来说好了 只要有没人说 哪家男子长得有几分相似亡于你 那行情可都是诸然竞俏起来的 徐凤年只能一笑置之 王爷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可以问 未必答 能让路求尔如此郑重其事的开口询问 不是徐凤年想要故弄玄虚而是他真的没把握能给出答案 果不其然 楚禄山问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 在王爷去北马后 尤其是拎着徐怀南的头颅返回北梁后 杜秋儿就知道 跟北马这场大战会跟所有人设想的不一样 那么 楚禄山必须在今天问王爷 如果有一天 跟义父当年一模一样的抉择摆在了王爷面前 会怎么选 徐凤年欲言又止 楚禄山死死盯着他 马上开口 王爷知道一点 到时候的赵家坐龙椅的人 不一定是赵传 可能会是曾经与王爷一起在丹同关的那个赵柱 徐凤年没有说话 反而是问话的楚禄山继续说着 如果真有那个时候 同样的抉择 但已经不是相同的天下格局了 比起当年徐家毫无胜算的必败无疑 以后 徐家 赵家 我们最不计也会是胜负各半 大事 在我们手里 两人之间的内盘棋局已定已死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陆九二 让你失望了 楚禄山缓缓低下头 徐凤年也是低头不语 看着棋盘发呆 不知何时 徐凤年依旧枯作原地 楚禄山已经站起身来到了徐凤年的身边 有些艰难的弯腰伸出手 轻轻揉了揉徐凤年的脑袋 虽然很失望没有听到想要的答案 但狮子殿下 你可能忘了 在你小的时候 在那么多义子中 始终是你 跟那个还傻还傻的陆求尔最亲 陆求尔我也从来都以此为荣 比打了圣仗还要开心 如果有一天 从小就孤苦伶仃的陆求尔 把这三百斤肥镖交代在沙场上了 别伤心 我楚禄山这辈子能有个家吗 知道了 虎头城是北莽大军南下必要拔掉的一颗钉子 虎头城之巨大巍峨素来有边陲在乌二至西北更无病雄之称 东西长四里半南北宽约五里 北梁道耗十六年建成后 据传耗尽王朝西北半数巨石大墓 其正南门名为定顶门 更是饱受黎阳闻臣诟病 虎头城近正北城头就只有脚车强弩十二驾 使道有七驱 箭矢大如乌船以铁叶为雨 急发如雷吼 罪远可及七百步万 虎头城除了本身一手难攻 还在于后方有柳崖伏林两座军阵帮忙牵制北莽 使得虎头城不至于不相反十年孤城的后尘 加上虎头城内有随时可以主动出击的六千骑军 又能跟柳崖伏林的精锐骑军遥相呼应 而怀阳关这条防线同时与更后方的重种四镇一线相距不过百里 无疑不是下马首城上马骑射的北梁边军精锐 如果不是北莽中线兵力足够的充裕 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 那么北梁随时会率先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棋战 于是降伏二年的春季虎头城就成了唯一的主角 吸引了两莽双方的大部分注意力 在北梁都护府或者说徐凤年个人决议要虎头城死守一年后 在附近掠使宋冬明和梁州刺史田培方主持下 梁州境内向柳崖伏林两阵火速填补了万余不足 其中刘州轻壮有四千人携带了大量的器械资众 一路北上在齐当国亲自率领白羽卫的严密护送下进入两座军阵 为此北莽象征性的出动了两万骑军 绕过虎头城试图南下拦截 但是最终没有跟白羽卫死磕 仅仅爆发了两场小规模的接触战 在此之后 北莽应该是猜测到了北梁方面的战略意图 加大力度猛攻虎头城 其攻城手法主要是脱胎于幽州葫芦口 只是相比卧攻鸾鹤两城的简单粗暴 攻打虎头城则多了许多的新意 除了投石车 南朝匠人还为北莽大军制造出了大量用作填平壕沟的蛤蟆车 还有为弓箭手登高平射 以及捣毁城头制叠的飞楼 还有仕途临城堆土弃山 甚至还派遣学师勘探地势 日夜不息地挖掘地道 以崩坏城墙或是以通城内 为此虎头城是做了各种应对 北莽不足誓死如归 前冲以茅草树枝国土扔入壕沟 智者如云 虎头城便将烧红的铁柱射向壕沟 钻入柴草缝隙最终灰烬泥土不过是增高了数寸而已 这距离北莽的预期相距甚远啊 虎头城还在城墙内挖沟 腰结地穴以火攻之 北莽进迁士族是闷死其中死相凄惨 虎头城对于北莽进迁投石车的连绵攻势也是早有准备 刘济奴筹谋周响早已命人制备了四十余万的土胚 林战用以增补城墙 随坏随补 虽然远不如最初夯土板住的城墙强度 但这让北莽原本用以制胜的投石车只成为了锦上添花的花手物件 当北莽用最笨的法子 在虎头城外骑土为山万夫长以下人人富土 刘济弩则是以其人之道反制北莽挖掘地道空气地基 一举呈现了北莽敌军数千人山崩地裂之际是尘土飞扬 连远在淮阳关的北凉都护府都能看的 哪怕是极少褒奖他人的楚禄山也是不由的惊叹一句啊 我好一个共守兼备的刘济弄 至于吃足了苦头的北莽将领 对这个早就名声远播的北梁名将则是愈发人人恨不得食其肉了 柳鸭福灵在各自获得五千部族帮忙守城后 两阵轻急就能够彻底地放开手脚了 与此同时徐凤年亲自下令 先离牧场在内的梁州几大马场 为原本还需要兼顾长途奔袭的柳鸭福灵两阵 更换或是来补充战马 转为以追寻爆发力作为唯一的宗旨 徐凤年和都护府给柳鸭福灵制定了一项规矩 接下来的战事应当以两百里为界限 只要能找准机会 不用跟都护府禀报军情 可以自行出城寻找北莽骑军作战 要求就只有战后能够保存主力 不论胜负 这对北梁边军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的军令啊 竟然还有吃了败仗都不责罚的好事情 为此 弗陵柳鸭两阵的主将还专门跑去淮阳关询问此事 生怕是消息传递有误可得到的答案竟然是肯定的事后两名骑军主将碰头意识都有些憋屈和愤闷啊觉得王爷和楚都户这是瞧不起他们两阵骑军的战力啊憋了口恶气的福灵军阵骑军很快就带着刚从几大牧场迎取来的数千新媳妇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得到游弩手 汇报后在牙齿坡一带跟北蒙的一支偏其狠狠地干了一架四千北蒙骑军死战不敌向西溃逃 这时一名叫起伏龙关的骑军都位建言军阵主将魏良不可追击 可魏良不听劝阻 贤为追杀了三十余礼为八千莽骑埋伏 跟在弗灵骑军最后的起伏龙关在关键时刻摔五百骑破阵直冲北蒙大盗 而且在这之后又誓死殿后 这才给弗灵骑军主力后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起伏龙关身上铁甲嵌入箭矢多达六根五百兵力仅存不足一标人马 此战虽然北蒙战损大于北梁 但是梁州边关第二道防线上的弗灵骑军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 就算是仍有五千部族守城 但是没了骑军 原本两翼骑飞的防线也会折断一翼 魏良为此前往淮阳关赴京请罪 不过徐凤年并没有责罚这位弗灵主将 只是提拔了那个被自己随手丢入弗灵军阵 担任小都尉的起伏龙关 升为都尉之上校尉之下的孝剑官 同领补足名额后的一千骑军设立斩道营 允许此营每次建功便酌情增加兵力 最终会以三千骑为人数上限 这是在葫芦口布军虎扑营被撤营和幽州骑军 新设不退营后又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起伏龙关 这个北蒙马篮子出身的无名小卒 开始在北梁边军中一鸣惊人了 北梁都护府内 楚禄山正在和将领讨论 是否应该向虎头城运输兵力 双方争执激烈 争吵的焦点在于 开辟这条道路付出的巨大代价到底有没有意义 现在谁都清楚 虎头城再容纳一万五千人不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是进不进得去 柳鸦扶灵的骑军牵扯 暂时只能做到让北蒙无法在虎头城南面展开稳定的攻势 这跟北两边军由南门大摇大摆的支援虎头城可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送一万五千人进入虎头城的代价 大概会是万鱼骑军的损失 反对一方则坚持这种损失太过低估北蒙的战力和决心了 这种铤而足显的行径正中下怀 北蒙正愁打不开局面 这是北蛮子打瞌睡了 咱们北梁就送枕头 到时候别说损失一万其全 就这三万人都不够填满虎头城南那个大窟窿 咱们福灵柳崖两阵同时出击 大胆推进 向驻扎在龙眼平原的北蒙大军展开骚扰 为走淮阳关这个方向的兵源输送打掩护 呸 放屁 与董卓等人的脑子 这种看似好心实则下场的用兵 那无异于主动跟北蛮子打招呼 生怕他们不知道咱们北梁有动作了 随着柳牙福灵的增兵 北蒙肯定推测出我们要以虎头城作为支撑点的用意 否则他们也不会在几天前给福灵骑军下套子 所以北蒙如今是的猜测 我们何时会支援虎头城 而不是猜测我们是否会支援虎头城 这一点无庸置疑 当楚禄山开口说话后 立即全场寂静 一个个桀骜难迅的边军肖将 都自然而然地竖起耳朵 凝神旁听 楚禄山继续不温不火地开口 那么我们就争取挑个他们想不到的时机 做成这件事情 没有这种机会 那就只能不去做 诸位 虎头城要守 但别忘了为何要守虎头城的初衷 不是为了守城而守城 而是要最大程度保全我们梁州防线 护换兵力的事情 哪怕是我们边军以一人性命换取两个北莽蛮子 也毫无意义 当然 期间我们可以顺势吸引几支北莽骑军离开主力大军 甚至直接就干脆把一万五千人放在华阳关后方 却不去动 但是 可以让重种一线的军阵骑军清朝出动 来一场北莽如何都想不到的大规模战役 打赢了就扯 楚露山说到这里伸出手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虎头城有刘继奴 他会做好守城的事情 再做各位 咱们除了两条腿 还有战马四条腿帮着跑路 千万别一条道走到黑 说到底现在我们跟北莽大军就在虎头城和淮阳关这一带大眼瞪小眼 谁都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 双方勾心斗角 就看谁的道法做得更出其不已了 虽说虎头城支援一事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结论 但楚露山发话后 在场降临也就不再有意义了 之后楚露山陪着徐凤年在都护府散步散心 可惜了 弄巧成竹 也许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吧 当我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 楚露山摇了摇头 仍是有些惋惜的脸色 当时徐凤年给柳崖扶陵两阵下达那个军令后 魏良的贸然追杀和北莽的伏击 其实都在都护府的意料之中 事实上一旦魏良所率骑军陷入死战境地 最多支撑小半个时辰 就会有一只长途奔袭的清源骑军加入战场 一口气吃掉北莽诱尔骑军和后续的扶军 只是突然横空出示了一个既有危机感 又敢死战的小都尉 起伏龙关破坏了所有布局 徐凤年和都护府也就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了 这样的机会属于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没了就是没了 北莽肯定以为北凉不会重蹈覆辙 一头闯入伏击圈 北凉也随之就失去了给北莽下个连环套的大好时机 楚禄山突然笑了 京城兵部那边终于记起来要跟咱们讨要有关北莽公式军情了 哼 别搭理就是 如果当时兵部关正边锤那伙人有胆子去幽州葫芦口 或者是来咱们淮阳关 我也不拦着他们旁观战局 现在既然自己都滚蛋了 那么天底下就没有躺着享福的好事了 楚禄山有些幸灾乐祸 可不是 那条原封狗现在是骑虎难下了 王晶虫和大儒者士维这两个那波 双手奉送了一场大劫给他 如今朝野剩下都对北莽战力嗤之以鼻 袁廷山也如愿以偿当上了冀州将军 估计 顾不见堂都恨不得把这个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的女婿砍死了 北莽最东面的战线越是不堪一击 咱们顾大将军可就越是难从户部兵部那边要钱要粮要兵器嘛 这不两聊说要打造六千人磨刀布阵 户部上书还没说什么 侍郎就直接给了 有命一条要钱没有的双利大夫 现在回头看 当时援国从清水衙门的礼部 升入掌管一朝钱袋子的户部 表面上看似是深得胜倦 其实不然啊 赵传真正的心腹程度 六部作为只会是以礼部为首 然后才是吏部和兵部 户部也就只比刑部工部稍高而已 乌漏偏逢连夜雨 袁国随后又在小朝会上战队又出了纰漏 唯一的悬念就在于他和兵部卢白杰 谁更早离开六部了 哼哼 哎呀说到底还是新军打心眼而不信任故卢门生 更改立阳板级一事 何尝不是在试探袁国等 啊 当下不是有传言要在藩王侠境设置节度复始吗 我估摸着 卢白杰和袁国都得滚出太安城 一个去南疆恶心赤王 一个去兴境旧藩的地方 南疆道肯定会有 多半是让赵传大师所望 且从头到尾都不视为自己人的唐膝见心 袁国则会相对好些 应该是去跟赵传向来不和的汉王那边 如果表现上加 袁国还有一丝重返朝堂中枢的机会 卢白杰是肯定一辈子在地方上辗转的命了 而且少了一个兵部尚书 注定会有一系列的升迁变动 朝廷也好安抚一些地方武将 一举两得 毕竟士号是死后才有的事情 兵部的官职却是实打实的 嘿 黎阳赵家 除了当初偏居异渔时的庙堂乱象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这么眼花缭乱的高层动荡了 其实不太一样 现在的乱 是寻常老百姓看热闹才会觉得的一团乱麻 其实是乱中有序 尽管心里都有底 嗯 所以说 齐阳龙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不愧是赵敦用来顶替碧尔的老家伙 哼 赵传愿意实心实意重用坦坦翁 证明他这个忙着用屁股捂着龙椅的年轻皇帝 总算还没有失心疯 楚禄山和徐凤年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初玉兰刀任职的崖乌廊外 两人站在屋檐下 一人食指交错 一人双手拢秀 这两个北梁最大的人物这么并肩而立 看上去有些滑稽 楚禄山轻轻呼出一口气 看着那团雾气在眼前缓缓消散 幽州齐军出了个玉兰刀 霞光城也冒出一个屡次建功的刘浩剑 如今梁州好歹也有了个祈福龙关 这是好事 我就等着刘州那些几十万难民中有谁最先脱颖而出了舞 而且那个红镖似乎也不错 性情有点像黄甫平 这类人天生就为乱世而生的 北莽也有重弹之流 以后也会在大势中渐渐浮出水面 楚禄山正要说话 一名白马一从都尉突然快步走入院子 脸色有些难以掩饰的古怪 王爷 都护大人 有一人求见 自称是广陵道寇江淮 饶是徐凤年和楚禄山也忍不住面面相去啊 这是长大一处 咱们是扫踏相迎呢 还是亮着这位明动天下的西楚明将 带他过来 很快就有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出现在他们视野 这好像也等于此人悍然闯入了整个北梁边军的视野 孤身进入北梁道的寇江淮没有携配刀剑 瞥了眼确实很难不被看到的都护大人 然后盯着徐凤年开门见山 徐凤年 我寇江淮可以为北梁效力 但有个条件 如果有一天必须让我带一万北梁铁骑赴广陵道 至于做什么 你不用管 寇江淮自信抵得上一万骑军 哈哈哈哈 那些青楼花魁自台身价也没你寇江淮这么厚脸皮的 要说你寇江淮是在广陵道那边 别说能够当一万骑军用 就是两万三万我都认了 可到了这儿 你哪来的自信有整整一万北梁铁骑的身价啊怎么 打赵一打送礼给你打出来的信心 就他们那些骑军的卓绝战力配给我们北梁骑军提携吗 寇江淮脸色铁青 依旧凝望着那个比他还要年轻些的西北藩王 你想用北梁骑军去破局 我不会答应的 寇江淮面带讥讽笑意 没想到堂堂黎阳王朝兵力最盛的藩王 也就只有这点气魄了 你徐凤年就不如广陵道 越让黎阳朝廷焦头烂额 肇事才会真正倚重你西北徐家吗 到时候只要你徐凤年肯借兵给我 看朝廷还敢不敢再拿板机和曹韵粮事来刁难北梁 退一步说我借兵也不会光明正大打着北梁骑军的旗号 退两步说国信由账换为将 对北梁岂不是更有利 公主也好曹长青也罢 还有我寇江淮注定都不是黎阳肇事 非但不会拖北梁的后腿 实不相瞒 这种事情我无聊的时候私下也想过 咬咬牙给你们两三万骑军广陵道也就拿下了 但如果说帮你们西楚去争夺天下 别说两三万就是五万十万都是杯水车薪 你真当西蜀陈之报和两辽顾建堂是两根木桩子 嗯真当南疆十多万精锐编军是看戏的 到时候别说等着你们将信当皇帝 然后亲力支持西北恐怕北莽早就长驱南下了 寇江淮你说我眼界不大 我不否认但你眼界更小而已 徐凤年忍着笑意 嗯再者你这种别搅说客啊 尤其是这一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真不高明 我徐凤年当年走江湖的时候 假扮像是装神弄鬼 每次多少还能骗些铜钱 至于你嘛 别说一万骑 就是一骑都带不出北凉 哈哈哈哈 寇江淮没有露出情理之中的恼羞成怒 反而有些遗憾又有点释然 徐凤年走下台阶 知道为什么曹长青不让你领兵吗 他只觉得我只是一元将才而非帅才 应该看到更远的太阳城 而不是广林道的那点得失 这下子轮到徐凤年压抑了 哎 那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只知道一点 只有西楚本身之力 打到台阳城下又如何 你小子也不笨哪 只不过比起兢兢业业的谢西锤 你寇江淮的胃口更大 寇江淮看着这座小山 身为武将 在屡战屡败屡败屡败的徐霄 和一生之中百战百胜 最终仅有一败的叶白魁之间 你选择谁 嗯 有道理 哼 寇江淮满是自嘲的笑了笑 然后直接转身就走 徐凤年直到他走出院子 也没有出声 真的就这么让这条过江交流走了 比起寇江淮 后来我还是更欣赏任劳任怨的谢西锤 嗯 谢西锤用起来安心 寇江淮就不好说了 寇江淮 进来吧 出院子后的脚步那么慢 给谁看呢 寇江淮果真 重新反身 出现在院门口 在下阎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308集 能带走多少北梁骑军 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从今天起 不但淮阳关 还有柳崖福林两阵的骑军 都归你调动 啊 跑去北梁损失 你能杀多少北莽人 到时候 我就给你多少大雪龙骑 和两支重骑兵之外的任意骑军 不过事先说好啊 那些骑军啊 不是让你拿去打太安城的 只不过是帮你留下一些西楚元气 然后你得带着所有人 返回这里 事实上你我心知肚明 广陵道不适合你寇江淮 北梁恰恰合适 这笔买卖你做不做 寇江淮脸色阴晴不定 徐凤年伸手指了指 行了行了 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伎俩 我徐凤年一样是你的前辈 你寇江淮从一开始啊 就是打着这主意来的 我也没怎么讨价还价 你就知足吧 我是不擅长演戏 可你徐凤年也别得了便宜买乖 一旦西楚败王大势已去 你真放得下我们公主不去救 不一样要带兵去抢人 我只不过是帮你找了个台阶下罢了 嗯 看来咱们都不是什么好鸟 楚路山看着眼前这峰回路转的一幕场景有些无语 唉 现在的年轻人啊 满身尘土的寇江淮很不见外的开口 哎 有没有睡觉的地儿啊 我先好好睡一趟一天一夜领兵杀北马蛮子的事情 等我睡吧再说 你才是大爷啊 等到寇江淮被领着离开 徐凤年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陷入沉思 走下台阶后楚路山也不出声打脚 安静站在旁边闭目养神 许久过后 徐凤年缓缓出声 就算寇江淮用化名 以后利弊还是不好说 朝廷那边咱们不用管 现在差不多就已经是最坏的局面了 一个寇江淮当一万其用 其实还真不是那小子吹牛 清河重种那一线有周康顾大族坐臣 不用担心什么 但华阳关这边真要有大战 黄来福等人不行 就只能有我清身上阵了 有个寇江淮咱们也能轻松许多 为何还要此说 哎可能是我想的太远了 楚路山很快便心领神会 哎是有些远 但远水解不了尽渴呀 哼也对 咱们还是先用寇江淮解决掉燃眉之急 楚路山犹豫了一下 徐凤年拍了拍他的肩头走出院子 楚路山站在原地喃喃自语 是怕我楚路山有一天真把三百斤肉丢在沙场上 才打印寇江淮留下来吗 临近清明节 今年此时北梁无语 北梁道的人心也趋于稳定 梁州虎头城始终稳如泰山 葫芦口那边摇摇欲坠的霞光城也守下了 刘州轻壮陆续进入各州边军 而柳崖福岭两阵主将头顶多出一个姓寇的实权将军 名义上的头衔呢是梁州副将 有幽州玉兰刀在葫芦口外的显赫战功诸玉在前 梁州边关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这也侧面证明了年轻藩王对北梁军政的掌控力是越来越大 这绝对不是仅仅因为他姓徐就可以做到 清明这个节气位于仲春与牧春之交 正值弃清景明万物皆显固有此名 在往年北梁与中原大致同俗 除了扫墓祭祖这个传统 还有夜灯祈福插柳辟邪等事 但是今年北梁道各个州郡官府都专门下令 不许插柳带柳一事 也没有解释什么 清明本就是鬼节之一啊 又在柳条抽牙饭绿的时分 于是扬之着户上白鬼不入家一语 快治人口 只不过如今的北梁许多刺头角色要么早已离境 要么就是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对于这种无伤大雅的小事也就没有什么风波意义了 降服二年 梁州清明无语 天气柔且佳 但是梁州清凉山所在的州城有一种无颜的肃穆 不断有大人物带着亲戚涌入城中 除了北梁都护府楚禄山留在了淮阳关 齐军主帅袁左宗没有南下 还有布军主帅阎文卵坐镇幽州边境 其余的边关大将几乎无一例外都赶赴这座州城 周康 古大祖 何仲乎 陈云垂 幽州刺士胡逵 幽州将军黄甫平 甚至连精略使李公德和灵州刺士徐北指也都陆陆续续赶到 这是徐凤年世袭网替北梁王后清凉山王府第一次如此的匠心晦翠盛况空前 第二天便是清明节了 来自两北边关的两旗在夜幕中悄然入城 由南城门进入后沿着主街一直向北直奔那座对黎阳朝野来说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北梁王府 画名寇北上的梁州副将寇江淮 在骑马缓行时转头对身边的徐凤年笑了笑 现在还有人去王府刺杀你吗 应该没有了吧 天下四大宗师之一的徐凤年 不管是不是北梁王都没谁敢自寻晦气啊 徐凤年一笑置之 真跟这个寇江淮熟食以后啊 徐凤年才发现 别看这家伙长着一副生人物尽的冷酷模样 其实是个画牢 画匣子不开则已 一打开那就关不上 这一路同行 徐凤年第一次游历江湖时候的故事糗事 差不多都给寇江淮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反倒是对于北梁君政 寇江淮从不主动询问 偶尔说起足以牵动天下人心的广陵军物 也总是吊耳朗当的架势 让徐凤年打开眼界 原来在现阵无双的猛将和与善关金的儒将之间还有这么一种将领 练剑的寇江淮对于徐凤年不但与李春刚结伴游历江湖 还跟邓太阿有过交集 那叫一个两眼放光啊 恨不得徐凤年把先后两人健身的喜好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都给问清楚 所以当徐凤年说那个羊皮球老头喜欢抠脚挖耳屎的真相后 当场崩溃的寇江淮沉默了约莫整整半天的时光 好不容易重新振作起来叙叙叨叨说着 原来那才是高手风范呢 不与世俗同流合物 难怪能练出那世间头等剑 看来我也得穿件破败皮球才行啊 结果当徐凤年又说了那位桃花剑神的相貌一点都不封神如玉 其实啊 比他寇江淮还平易近人后 寇江淮又开始沉默了 等到寇江淮好不容易疗伤完毕 徐凤年又来了一句 自己练武不过三四年是碰运气练出个大宗师 这让剑术其实颇为不俗的寇江淮是悲痛欲绝彻底闭嘴了 直到当下进入梁州城 寇江淮总算是有些还魂 在可以依稀看到清凉山灯火后 寇江淮突然如是重负 虽然你故意说得清巧 但其实我知道你有今天的风光来之不易啊 要是这么说能让你心里平衡一点 那你就这么理解好了 嗯容我粗略算一下 大概自我尚武当链刀开始 从二瓶小宗师起至陆地神仙之上的天人境界 真算起来六个境界好像不止一年破晋一次嘛 对了你貌似如今还是小宗师 没到金刚境吧 啊 运气好的话呀 四五年后你有可能就是天下第一的高手了 于是练剑的寇江淮又不说话了 这位梁州副将在进入气象万千的王府时依旧是病痒痒的 两头年幼虎魁性匆匆的跑来迎接徐凤年 昵称金刚的那头虎魁更是直接扑向了徐凤年怀中 姐姐菩萨也亲腻轻轻咬着徐凤年的袍子 然后徐凤年把寇江淮留在了厅潮湖 带着两头欢天喜地的年幼虎魁去了趟梧桐院 二姐徐卫雄还有陆承燕自然都在 跟那些有女汉林美誉的年轻女子一起忙着披红 二姐只是抬头看了眼徐凤年就低下头去 徐凤年走到陆承燕的桌旁 让他意外的是王初冬这丫头也在梧桐院有了一席之地 书桌就在陆承燕的隔壁 好像在撰写一部注定不被黎阳文坛关注的北梁英灵集 徐凤年搬了椅子坐在他们之间的时候 小丫头还提着笔正正出神呢 那很认真去发呆的俏皮模样 让徐凤年和陆承燕相视一笑 不远处徐卫雄忙完一份谍报批示后 放下笔揉着手腕 陆许就在这几天会进入京城 你当时就应该让弥凤杰和樊小差把他绑来清凉山的 送附近略使就会轻松很多 徐凤年举起双手 我这不是拐了个寇江淮回来吗 也算将功补过了吧 寇江淮不来北梁只是不得 但是帮赵寻城上书册的陆许到了太安城 为赵力所用 却会有害北梁是有失 梁者岂能混淆 徐凤年一脸苦笑不敢反驳 陆承燕也不帮着言语解围 只是朝他微微一笑 那位后知后觉的一书夺魁王东相亡的文豪 终于发现了徐凤年就坐在近在咫尺的地方 惊吓得身体后仰 连人带椅子一同向后倒去 徐凤年轻轻伸手一虚拉 把椅子拉回原位 闹笑话的王初冬满脸的无地自容似乎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像一只惊慌失措的小狐 徐凤年朝他做了个鬼脸 他马上便灿烂地笑起来 眼眸眯起月眼脸颊也有了酒窝 哎 你们别太累啊 记得劳逸结合 那套武当山拳法 你们空侠师也能练一练 少站着说话不腰疼 徐凤年小心翼翼朝陆承燕和王初冬 翻了个白眼 桌子位于那个方位的梧桐院丫鬟们都忍俊不禁偷偷笑着 徐卫雄正要继续训话 徐凤年赶忙起身 我到宋先生那边去瞧瞧 看着带着两条虎魁一溜烟跑路的北梁王 梧桐院的氛围无形中也轻松了许多 徐凤年在宋栋明那边的待遇跟梧桐院遭受的冷落 当然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如今在傅京略史大人担任下属的官员 多是事工学问都在北梁出类拔萃的年轻世子各有所长 只不过相比江湖年轻一辈更多崇拜和羡慕徐凤年的大宗师身份 这些读书人更多是在深入了解北梁现状后 对徐凤年这位三十万铁骑之主的由衷敬畏 所以当徐凤年和忙里偷闲的宋栋明相对饮茶时 那些年轻人都关注着年轻繁忙的一举一动 宋栋明双手接过徐凤年亲手烹制而且亲自倒茶的茶杯 不急着喝茶只是用以去除春寒 所有富良世子都到了那些战死将士的家属也到了 这其中有些言语声音肯定少不了还望王爷不要放在心上 徐凤年点了点头 有些风言风语就像很多人当初听说他去葫芦口外 就觉得是以匹夫之勇逞威风是同一个腔调 对此徐凤年是真的不愿意去理会 有些呢是苦疾而泣的声音 这些徐凤年是不敢去听 聊了些北梁政务 宋栋明起身跟徐凤年走出屋外 这位曾经被原本息当作储相栽培的中年人犹豫了一下 以前是我想当经律师 以便更好施展手脚 与李公德相处后 觉得还是希望他能够继续担任经律师 我在梁州 李大人在邻州并不会无事 嗯 既然宋先生说了 那就没有问题 宋栋明停下脚步 我还有一大堆事物要处理 就不远送了 哈哈 理当如此 宋栋明对着徐凤年的背影开口 以前只知道北梁是个五人用兵之地 现在宋栋明和许多读书人都发现 北梁同样是个文人下得比的地方 我要替这些人 又王爷道一声谢 徐凤年转过头 开心笑了 宋栋明突然眨了眨眼睛 强忍着笑意 王爷 我宋家有几位晚辈女子 性情也都娴熟 都写信给我了 说就算是偷 也要让我给他们寄回几样王爷的印章 字铁之类的小物件 胆子最大的一个 自幼就向往行走江湖和错难女侠 他说就算给他寄去一件王爷的衣衫 那才最好 若是没有东西寄回 他就要跟我这个伯伯绝交了 徐凤年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额头 宋栋明笑声爽朗撂下一句 哈哈哈哈 一闪我看就算了 王爷随手写四五个字的字帖 送我几副就成 这清明前一夜徐凤年独坐山顶 看着山脚那满城灯火溅起又溅溪 喝尽了一壶绿衣酒 天微亮 徐悲止缓缓走到山顶 看着披了件厚重球子的徐凤年 走到石桌坐下 晃了晃那只已经喝光的酒壶 匹夫怀必死 白鬼看高明 唉 我昨夜在想 如果以后换了人做皇帝 哪怕那个人跟我曾经是要好的朋友 他能不能容忍一个别姓之人 手握数十万精兵啊 你最好别抱希望 省得失望 因为就算那个人能忍 他身边所有人也不会答应 怎么坐上龙椅和如何坐稳龙椅 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北梁总觉得黎阳赵氏三任皇帝是一个德行 都喜欢狡兔死走口碰 这种看法倒也没冤枉他们 只是且不说刚刚登记的赵传 赵阴赵敦 既然注定会是后世史书上的明君 自然有他们的过人之处 寻常平头百姓想要打理好一个门户 想要日子过得年年有余 尚且需要担惊劫 更何况是偌大一个王朝 赵英也许信得过徐霄 不会反赵家 但赵英信不过徐霄的儿子 还会心甘情愿镇守西北 赵敦也许知道你的底线并不低 但一样信不过徐家下一位异信王 就一定不会骄纵难治 他肯定在想 有没有可能北梁王会不会哪天一个兴起 就跑去挖断赵家的墙根 徐北指瞥了眼欲言又止的徐凤年 可能你会说徐霄不会反 我徐凤年一样不会反 以后我的后代也一样 徐凤年苦笑无言语 徐北指依旧是言辞刻薄 神星格度痞啊 没有谁是你徐凤年度里的蛔虫 天底下也没有谁必须要相信谁的道理可强 尤其是那些生在帝王家的龙子龙孙 不生性多疑怎么做龙姨 怎么去跟藩镇外妻 宦官还有满朝文武斗心眼 再说了一份家业 宁肯被子孙摆光 也不愿被外人抢走 这种阴暗心态也不是皇帝独有的 你徐凤年敢说自己就一点都没有 也对 你不是四大宗师之一的高手吗 怎么也会怕冷 刘州那一战后实力大跌 终日骨子里生寒 囚子其实不遇寒 之所以披着 不过是聊胜于无 就像很多江湖隐退的驰木剑客 喜欢经常去看一看 搁在架子上吃灰尘的配件 卸甲归田的将军 也会经常去摸一摸铁甲和战刀 那个梁州副将寇北山啊 是怎么回事 新欢嘛 咋的 橘子你这个旧爱是来兴师问罪了 徐北纸面无表情盯着徐凤年 徐凤年只好收起了玩笑脸色 就是广陵道那个西楚寇江淮 跟我做了笔买卖 算是各取所需 刘州只有三座修缮还未齐整的军阵作为遗托 却要面对柳归的十万大军和拓跋菩萨的数万嫡系精锐 三万龙象军的两个副将 王林宝仅是冲锋陷阵的猛将 李莫帆虽是独当一面的将才 但在刘州两莽双方兵里悬殊 李莫帆也不是撒豆成兵的神仙 龙象军依旧是独木难支的险峻局面 需要寇江淮这种具备春秋顶尖名将才智的将领 去雪中送炭 等寇江淮在福林柳崖淮阳关防线打出一点名气声望 我也有让他去那边当刘州将军的打算 在梁州北关 我们跟北莽其实可以灵活用兵的空间都极受局限 说到底啊就是死磕硬拼 那么多边镇关爱和驻军双方都束手束脚 但如同白纸一张的刘州不一样 有之让寇江淮把军事才华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充裕刘白 哎橘子 其实你是怕在青苍城的陈亮兮出意外吧 难不成非要我成天算计同僚 你这个北梁王才安心 徐凤年一拍桌子怒目相向 橘子 你不能在灵州受了气给人骂成买米刺势 就带着我撒气好不好啊 咱俩好好说话行不行啊 在清凉山随心所欲散步的寇江淮凑巧看到这一幕听到这番话 没来由感到一阵毛骨悚然呢 难道那姓徐的跟姓徐的友谊退 要不然一个没啥根基的姿势能让堂堂藩王委屈到这地步 寇江淮脚底抹油就要转身撤退 结果是被徐凤年喊住了 然后三人围着石桌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架势 寇江淮呢 一脸你们打情骂俏 老子是笼子瞎子哑巴 就当我不存在的表情 徐凤年望向假装目不邪视的寇江淮 指了指徐北纸笑眯眯的介绍道 灵州刺史徐北纸被宋栋明宋先生赞誉为是那种可以载制世术安定邦国的人物 可惜酒量不行酒品更不行 有次在灵州鱼龙帮喝酒还是我亲自背他回去的 见过徐次时 徐北纸也恢复平时清雅出臣的气度 寇将军来到北梁边军无异于如虎添翼 不是为虎作伤吗 哼 厉害啊 一骂骂三个 连自己也不放过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可见王爷用兵很不入流 只动嘴皮子就能跟你寇江淮和徐北纸玉石俱焚还不入流 动手的话 嗯 要不然试试看 这时候刚刚登顶清凉山的一大帮人纷纷起哄 试试看 你一定要试试看 寇将军 我看好你 赢了这一仗 可就是天底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大宗师了 别说梁州副将 梁州将军也做得 要是还想关小 我陈云垂的布军副统领 让给你 寇将军 咱们不服气王爷很久了 咱们是年纪大了 就算赢了王爷也胜之不武嘛 今天就你跟王爷是统领人 一定要帮我们出口气啊 大不了回头我和政府亲自抬你下山便是 转头看着这一大波北梁最为位高权重的封江大力 刚刚到北梁的寇江淮嘴角有些抽搐 一时间有些不适应 在广陵道 不论是早年在上阴学工求学还是之后置身大楚庙堂 都绝对不会出现这种老头子合伙起来坑一个年轻晚辈的场景 在感到有些荒谬和好笑的同时 寇江淮心底也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情绪啊 大概可以称之为壮怀激烈吧 眼前这些老人中有旧南堂第一名将顾大祖 有锦浙姑周康 有一八千骑大破后随四万部族的合众户 有每逢大战必披甲陷阵的陈云锤 四位北梁边军副帅之后 便是身批文官功夫的精略使李公德和副使宋动明 有黎阳地方阎官良心美誉的皇上 除此之外 寇江淮依靠官袍和装饰 依次辨认出了梁州刺史田培方 幽州刺史胡葵 幽州将军黄斧平 灵州副将韩劳山等人 可惜寇江淮始终没能见到那北梁齐军主帅 白雄元左宗 还有那个布军大统领燕文鸾 当然还没能看到那个玉家最为得意的玉鸾刀 寇江淮难免有些遗憾 寇江淮看到在更后边还站着二三十名武将 大多是相对年轻的三十多岁 应该是北梁改制后更显金贵的实权校尾 不知为何寇江淮情不自禁地站起身 对这些人猛然抱拳行礼 是何仲乎率先抱拳回礼 这之后所有人也都笑着抱拳 寇江淮无意中发现 哪怕是田培方这样的文人 与武将一同抱拳时也毫无凝职 然后众人一起登楼俯瞰这座周城 随着时间的推移陆续散去 到了正午时分 最终又只有徐凤年徐北纸和寇江淮三个人了 还有那两条围着徐凤年活蹦乱跳的年幼虎魁 最后徐北纸也出楼前往了宋栋明所在的半腰关抵义室 无所事事的寇江淮也跟着下山去听朝阁那边赏景了 徐凤年则在楼内等到了一伙人五个人 徐衍兵加上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北莽青年 徐凤年看着那个已经完全像是一个离养百姓的北莽武道宗师 眼神复杂呀 果然是你 正是忽颜大观的中年男子咧嘴一笑没有说话 倒是他的女儿瞪大眼睛使劲盯着徐凤年这个他亲定为自己师父的年轻公子哥 抬起小脑袋目不转睛的看了半天似乎有些失望老气横秋的叹了口气 原来跟我爹一样啊 瞅着都不怎么厉害 打了两架没分猪胜负 最后那一场我跟他都不急 哼 是不用急 徐凤年如是重负 望向那个浮水坊叠报上经常提及的铁木地儿 看着他腰间那柄希拉平常的佩剑用北莽腔调说了句 好剑 甜蝶儿只当是客道话 紧紧冷着脸点了点头 但这个年轻人的神情仍是有些难以掩饰的局促啊 毕竟眼前这个那是黎阳王朝兵力最盛的分王 不但是整个北莽的死敌更是战胜了五帝城王先知的武道宗师 在高楼外廊呼颜大官扶着他的女儿让他站到栏杆上 徐凤年看到一个身影后告辞一声就走下楼了 徐卫雄坐在轮椅上瞥眼楼上的那些人 一寻前西蜀那边递话给梧桐院 要你去灵州边境一趟我没有理会 他要见我 如今他和谢官应还有那个春铁草堂的女子 三人已经进入灵州 他说会在灵州和梁州街嚷处等你 哼 那就见一见好了 带上徐叔叔还有谈他平静 如果呼颜大官愿意同行是最好 徐凤年喊了一声 降服二年的清明节 黄昏时清凉山后山 数万人高速 北梁王徐凤年带领近百名文武官员 一起为战死于刘州的龙象军 死于冀北和葫芦口外的幽州齐军 死在葫芦口内 沃公城鸾鹤城内外 死在虎头城内的边军祭酒 那座碑林三十万块无名石碑 已经写上了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二个名字 夜幕中一盏盏祈福的许愿灯在梁州城内缓缓升起 武器出城后 徐凤年停马回望了一眼 摘下酒壶痛饮一口 一年以后 北梁边军还会有多少人喝不上这一口酒 数年后 北梁千万人 又会有多少人在死前惦念着这绿衣酒 此时此刻 徐凤年眼中那幅画面 如同满城升起火灵 徐凤年徐衍兵呼颜大官 澹台平静铁木笛尔 武器南下灵州 其中三人 积身五平十四人 澹台平静如今是世间最具气象的练气室宗士 还有一位则是北莽最有希望温定见到的天才青年登平那只是时间问题 这个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阵容 比起大破北莽万奇的无家九剑仍是要胜出许多呀 铁木笛尔不知道为何要有这一趟难行 内西深处也颇为抵触那个年轻繁忙 只不过呼颜大官说要他随行 铁木笛尔就只能老老实实的跟着 武器在灵州最北部一处停马折出一道 沿小路转入一座山脉 山路上不断有剑状良地剑儿在北凉世俗的护卫下 将那十条十块石板从大山中运出 为武器领路的是一位早就守候在入山口的浮水房碟子 是个貌不惊人的中年男子 反而没有太多碟子该有的精明散发着近山之人独有的粗利气息 汉子姓刘是浮水社二等房的一名碟子小头目 他只知道自己要接人 但到底是接谁事先并无告知 等遇到那夹杂有各地口音的武器后 这名碟子也吃不准是什么来头啊 可既然统领灵州碟报的浮水社贾字房大当都破天荒说了几句重话 他也就小心翼翼地陪着那武器入山 汉子一路上自真俱拙地给他们介绍着这座采石场的历史 这儿在咱们当地叫剑鱼山 灵州世子喜欢称为大理洞天 从大奉王朝在北梁更西的地方 设立西域都护府后 如今青苍林瑶那几座军阵的打造 石料大多都是从此开造而出的 后来青苍山王府的建造是如此 梁州边关那些耗时六年的虎头城更是如此 徐凤年五人到最后都不得不牵马而行 来到一座山顶俯瞰风鸾 开春后满眼景象郁郁葱葱 只是事也所及就如同他们脚下的这座一支风 其实早已是个空壳子了 自大风起经过将近五百年的石料开采 这个位列道叫三十六福祉之一的大雨洞天 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洞天 由十六大洞群合近千个洞体组成 在侧风一支风望去 扬长小劲地站到爬满山脉 主峰那边偶有无言飞翘的道观 隐映在一笼绿意中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北凉数以万计的彩石将人 在此为了生计劳碌奔波 而问长生之人则在此出事修道 徐凤年站在山巅正正出神啊 大雨洞天从年初开始灯火通明疯狂开采 迎来了彩石量的最高峰 为此连那素来不问世事的几座道观真人都坐不住了 生怕那个年轻藩王真要铁了心 把整条山脉给彻底挖空 到时候他们上哪儿找洞天伏地去 在清明前夕就有三位年迈真人 连魅拜访灵州刺史伏地 言辞委婉地跟徐北指提出异议 甚至不惜用上了此举有伤北梁根基气数的理由 徐北指呢 以礼相待 但是官府该用什么进度彩石还是照旧如成 作为罪魁祸首的徐凤年 当然深知其中密心呢 他放出话去 要在第三条重种防线后再起一座虎头城 而且只用三年时间 由经略师李公德和一位墨家巨子担任都监 他徐凤年呢则会亲自担任副监 尚未命名的新城会枕横水而面松山比虎头城规模更加宏大 届时便会称为新的西北第一巨城 城池会不会建造 当然会了 徐凤年就是要以此来告诉北芒北亭和西京 尤其是那南苑大王董卓 北梁要在他们哪怕成功摧毁虎头城柳牙夫林和虫种三县后 依旧要再破一城才能进入北梁道的境内 本就并不宽裕的北梁财政赋税会不会因此而崩断呢? 他也是当然 但是徐凤年本就是在孤注一掷 整个梁州除了三县边军和镇守关爱的军武 其余所有人都要奔赴恒水松山一带为建造新城而添砖加码 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一年后那场葫芦口决战打掩护做铺垫 徐凤年必须逼迫北芒不得不把视线都放在梁州一线上 为此 徐凤年甚至跟楚禄山讨论出了一个梁州圣刘州输的惨烈方案 因为刘州只有圣和输才有纵深意义 僵持态势下刘州没有任何的战略价值 当然 刘州即便输也只能让北芒和柳规赢得惨胜 那么寇江淮就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 正是寇江淮的到来 促使楚禄山生出这个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的念头 然后徐凤年答应了 这就意味着三万龙象驻军 刘州清仓三镇 尚未迁入北梁就有三周的十万流民必定会陷入险境 而他徐凤年的弟弟徐龙象首当其冲 所以当徐凤年答应的时候 楚禄山深情复杂 之后在清凉山梧桐院 徐卫雄之所以对徐凤年没有什么好脸色 未必不是他内心深处 对徐凤年的这个决定有所抵触 徐凤年指了指远处的一个洞窟 转头对澹台平静笑问他 自我听说大雨洞天的惨时候 就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洞窟那么宏伟 洞口却那么狭小 当年只听师傅说过 在洞里采石 其实没外人想象那么艰辛 用紫城附业 徒勋师业的采石人的话来说 那就跟刀切柔软豆腐差不多 只不过食材给掉到洞外后 就会很快坚硬如铁 澹台宗主 你知道这里头有什么玄机吗 许多保存千百年依旧完毫无损的坟中古物 重见天日之时都会烟消云散 山腹石料出山变硬 大概是相同的道理不同的呈现 是雾气相容的结果 徐凤年欲言又止 强忍着笑意憋了半天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嗯 年少时性子无良 又口无遮拦 琢磨了半天终于想出了一个解释 觉得那些石料由绵软转为坚硬 其实就跟厨在青楼里见着世面后啊脱了裤子一般 结果跑去听朝哥这么一说被师父罚超了好几万字的圣贤经典 哎呀 当时想死的心都有了 一袭白衣如仙人的澹台平静深呼吸一口气 忽言大官坏笑着把大致一死跟货真价实的厨铁木叠耳一说 后者翻了个白眼 哎 澹台宗主 再问一个问题行吗 不回答行吗 徐凤年只好厚着脸皮说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在湖底下不吃不喝十几二十年 用最上乘的道家避骨石器 或者说是佛门面壁禅定能否做到 你们炼气室有没有类似神通法门 澹台平静莫不作声 倒是忽言大官开了口 只要不在湖底就都有可能 那锁骨穿练千刀的楚狂人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自徐凤年去武当山炼刀起就很好奇的事情 当时只以为是自己境界不够 不懂一品修为武道宗师的厉害 可当他达到金刚境界后发现 就算济山金刚境也万万做不到啊 之后接连晋升纸旋境界 天象境界 徐凤年仍是没能得到合理的答案 后来在高树路封山解开后 双方一战他成就了天人之身 才知道要做到楚狂人那个地步 唯有擅长养气的陆地神仙才能勉强做到 但事实上 楚狂人的武道境界在如今的徐凤年眼中 其实并不算太高明 一品是有了 可绝对到不了天象境界 这就足以让徐凤年百思不得其解了 当初镇压与和西州持节令赫连五威一样出身的北满公主坟的双刀老人是老黄出的力 但真正谋划的是听朝阁顶楼幕后的师父 可是师父至死都没有给出任何的线索 徐凤年突然感慨 智者尽其谋 勇者劫其力 忍者拨其慧 幸者笑其忠 文武争持 君臣相安无事 自可垂拱而至 垂拱而至 哼 说起了轻松 其实历朝历代 除了那些个 幸运实职天下成平的享乐皇帝 身处盛世 想要开透江土 身处乱世 要想着守住祖业 退一步说 真做到了文武并用 那么智者出谋 到底为谁而谋 是为帝王谋 还是为百姓谋 杖巨鹿的死 不正是名为贵 君为亲的代价吗 勇者出力 会不会得龙旺熟 人心不足蛇吞象 也过一过做龙椅的饮 忍者仰望 泥沙俱下 其中有没有孤名钓鱼 比如像松家老夫子那样 偷藏历年的奏章副本 以求自己名垂青史 信者效忠 会不会有臣子于衷 其实 是在疑惑社稷 当皇帝啊 谁不想 我年少时就经常想 除了那个如今 已经没了的大侠梦 接下来就是皇帝梦了 一招拳在手 杀尽天下碍眼狗 天下女子都是自己的 多爽快 只不过随着时间推移 就发现当皇帝 真的不轻松 赵传爷爷要杀徐霄 赵传老子 杀冀州寒家 临死还要杀了张巨鹿 才能安心毕业 赵敦和黎阳 有没有接受 两禅寺李当心的心力 没有选择让天下 多有六十年太平 而是让他赵家子孙 多了几年国座而已 我想 正是那一刻 赵敦和张巨鹿这对 原本可以千古流芳的 明君明臣 开始真正分道扬镳了 张巨鹿 才可以下定决心求死 赵敦就硬着头皮 让闭眼而去死 门心自问 我要是有天终于做了皇帝 面对那么多取舍 会不会越来越问心有愧 会不会杀了徐北指尘亮兮 杀了楚庐山原祖宗 会不会拆散 北梁边军 让那些一心想着死在塞外 马背上的老人 一个个 死在烟雨绵绵的中原床塔上 以后我徐凤年的子孙 男子 会不会为了争抢一张椅子 同是操哥 儿时信誓旦旦 言笑艳艳 大事笑里藏刀 反目成仇 女子 会不会嫁给他们根本不爱的人 徐凤年望向徐衍兵 哼 徐叔叔 这算不算富人之人 嗯 是有词不长兵的说法 但也没有说 长兵之人就要事事铁石心肠 跟大将军齐名的春秋四大名将 不管是叶白魁还是顾剑汤 平时至军领兵都十分平易静人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真正心狠手辣的时候 也就是用兵的那些时候 这一点 楚露山就做得很好 徐凤年轻轻望向南方 在那边有个人甚至做得比楚露山更好 在下阎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第309集 五人千马下山 一只站在五人远方的流星碟子依旧带路 在山脚处凑巧碰上了一大队从深山处走出的彩石人 碎石铺就的山路进攻三四人并肩而行 小料食材被采石人层层叠叠的捆覆在独轮车上运往山外 大块石料则搁置在驴车牛车上 还有许多的采石人悲食负重结队而行 比起南兆子坛南木那些一寸一斤的黄木还能以和运输 食材运输要更加显得笨拙一些 徐凤年在要上马出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名白发苍苍 但是身材高大的年老采石匠 体力不支背后那块长条石料猛然倾斜 老人整个人就随着石料摔倒在碎石路外 阿爷 哎 老了 老了 这身子骨不行了 来 先喝口酒 肌肤有黑的年轻采石人偷偷停下脚步递给老人一壶烈酒 附近的北梁士族对此想要上前阻拦 那名复卫模样的都官轻轻摇头用眼神制止了麾下士族的上前 只不过当徐凤年走近时七八名士族都同时按刀虎视眈眈 什么人 此地不得擅入 谁放你们进来的 徐凤年看着对自己拔刀相向的北梁士族不由得心中好笑 早就听橘子说这座彩石厂如今能够进来的外人都是跟官府亲近且在府水房那边有着家世清白记录的人物 毕竟大雨洞天那几座大小道观还需要相互支撑 两莽大战已起祈福之人越来越多最为富饶的灵州自然香火鼎盛 不论富人穷人都要求一张平安符之类的 徐北指就给灵州境内大大小小的道观寺庙定立了条不成文的规矩 以往不必上缴官府的香火钱要实力抽两三四不等 如大雨洞天这种身处境地的香火钱 因为是官府网开一面就要抽四 难怪橘子在买米刺史之后又有了类似吃香刺史扒皮刺史的美誉啊 诸位官爷这边说话 流行蝶子跟几位士族说了会儿话 那些负责彩石运送的灵州君族才退回去 但眼神依旧戒备警惕 那名喝了口烈酒的彩石老人抬起头 看着眼前这个披着球衣的英俊公子歌 也不如何怯场主动笑着说道 这位公子是去崇山观烧香的吧 不是老儿给崇山观说好话 那里的因缘钱真的很灵广 这些年老儿见了许多公子小姐许愿后都还愿来了 老儿那不香花的孙子也是在冠礼求得终上千后 果真给老儿找了个挺好的孙媳妇 如今灵州都说 除了武当山的钱什么都最灵 就因缘钱来说 就要轮到崇山观喽 说到兴起极为好客的老人下意识抬起手想要请那位公子哥喝一口 但是很快就缩回手 显然是意识到这种二十文能买上一斤的绿椅 虽然他们这些采石人喝着金贵啊 可换成眼前的这种世家子哪里喝得下嘴呀 徐凤年本来都要接过这酒壶了 可当老人缩手后也就只能作罢 笑着蹲下身 很快徐衍兵就从马背上摘下一只酒壶丢过来 徐凤年伸手接住后交给老人 老婆喝我的 不介意的话都拿去好了 老人也不客气结果那酒壶后拧开了后使劲的嗅了嗅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绿衣酒一样的名字 可空子的酒光是闻着就知道更值钱 老儿这辈子就喜欢喝酒 有人送酒喝不会不收 不过往我孙子这只酒壶里倒几口也就行了 再多也没那脸皮药 老人果真往自己酒壶里倒了几两酒 倒完了酒晃了晃那只粗烈酒壶 才把精致酒壶还给徐凤年 老儿多醉说一句啊公子可别闹 虽然啊公子你看着就是大家大户里出来的有钱人 只是过日子可不能就这么大手大脚的 家业再大也得精大细算才行啊公子要是不爱听 就当老儿放了个屁 千万别把酒要回去 当家的人是得有这么个当家的法子 对了老婆我听说你们大雨山采石场每人每日采石量是八十斤 两趟入山出山虽说有二十五里山路 却也不至于太过吃力 怎么老婆要一次就背一百来斤重石啊 那年轻采石将不想爷爷对外人说的太多 于是出声提醒 阿爷怎么要动身了 在孙子的帮忙下老人蹲着重新系好了捆绑食料的牛皮绳 缓缓站起身后转头对徐凤年大大咧咧笑道 此时大人是有过这么个规矩 不过公子有所不知啊 采石场还说了 在做成一百二十斤的任务后 多杯十斤食料就有一文的赏钱 老儿和孙子还有前头的两个儿子 四个人加在一起 一家人每天两趟 这怎么也能多杯个四五百斤 那就是四五十文钱 对咱家来说可了不得呀 老儿还有些力气 孙子儿子也都孝顺 只让老儿杯一趟 这不就像这一趟多杯个二三十斤的食料 走得慢些 但能多赚两三文钱那也是好的 官府那边结账也一直爽快 咱们干活也就要干劲儿 徐凤年笑着点头 老人兴许是喝了几口好酒 一犹未尽 不过 老儿我一大把年纪了 转不转那两三文钱也不算是什么事儿 只是听说王爷要在梁州北边建造一座大城 好大北莽蛮子 老儿就想虽然这辈子是没机会去北边了 但趁着好歹剩点气力 每天多杯二三十斤 既能赚两三颗铜板 又觉得以后那座城建起来了 说不定老儿多杯的那点食料 砍巧就能多扛下北蛮子几件 一想到这儿啊 老儿心里头就舒坦 村子里很多年轻的蛙儿 都不跟他们爹一起采石了 见过灵州 很多城里风光 心也就大了 掀起开山挖石 没出息 都去当了边军 咱们这帮老头子 多杯几万斤石头 早点把城给建起来 他们呢 也说不定就能多回来几个过年 老人突然停顿了一下 望着远方的天空 听菜市场 当官还有当兵的人说 王爷家后头那三十万块石碑 得有一半都是用咱们大鱼山的食料 家里有挖头军的那些老家伙都说如果有天 家里有谁回不来了 要在那些悲伤刻上名字 那么用咱们家乡这儿的食料也是好的 老人已经开始前行 身后突然传来那个富贵人家年轻公子哥的喊声 阿伯你等一下 随后年轻彩石匠诧异看到那人脱掉球衣交给那名高大如男子但容貌似神仙的白衣女子 那人走到了自己爷爷身边不由分说的解开了绳索 背上的石料 看着不像是个会干粗活的公子哥啊 背着那一百多斤的石料竟是气定神贤 那人身后个个气态非凡的四个人则是悠悠然牵马而行 更衬托的那家伙脑子有点不正常 这到底算怎么回事呢 皮肤有黑的年轻石匠一时间有些走神 难不成现在的北梁王顾公子都这么好说话了 倒是老石匠比孙子更加心安理得行 一行人悲食出伤后 跟那个奇怪俊哥唠嗑了一路的老人都已经拍着胸脯说要把村子里最翘的姑娘介绍给他了 有他这个在村子里说话还算管用的老儿来牵线作媒这事准成 可惜啊 那俊哥说他有媳妇了 这让老人很是遗憾 最后那年轻人在卸下石料后跟老人说了句莫名其妙的言语 老人家放心我定会尽力啊啊好好 老人也没听懂他在说啥只好笑着点头 铁木叠尔本以为这无非是徐凤年这个北梁王吃饱了称的与那些彩石匠收买人心 少不了让那灵州蝶子无意间泄露身份不曾想徐凤年批回囚子后就那么直接出山了 连那蝶子从头到尾都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到最后铁木叠尔只能是觉得这年轻繁忙真的很无聊 否则道理讲不通啊 五旗来到这大雨洞天结果是四旗率先离山 那个当时联手徐远兵给铁木叠尔一行人造成致命麻烦的高大女子 不知为何说要回山一趟 澹台平静单骑入山最终千马走入大雨洞天另外一座侧峰的半山腰 但是没有入洞就站在洞口等着 暮色夜色又沉色他终于等到了两个外向道士 一位年轻道士和一位年幼道士 道袍明显不同于采石匠经常见着的大鱼山道人装属 年轻道士对澹台平静温和致力 贫道武当李玉府见过澹台前辈 那个小道童也跟着师父有模有样的行礼 小道武当渔夫见过澹台前辈 澹台平静看着这对从武当山走出 然后走入大雨洞天的师徒淡然道 李长教也望尽了大气机 贫道还要感谢前辈的守候 澹台平静看似站在洞口实则是拦在洞口才对 语气不算有多和善 此缘初起于我们师徒 是我们看着白蛇走江蜕变成交 然后看着他沿江上游 如今又是我们 是他亲手牵动异象 脚下大道人人可行 澹台平静看着这个故作高人言语的孩子笑了笑 给人盯着瞧得小道童微微仗红了脸 很快气势大弱 是师父说的 武当山现任长教的年轻道士眼神温暖 抬起手摸了摸徒弟的脑袋 是你说的 看着这对师徒澹台平静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神色 掩饰后说道 地废山广陵江畔 你也结下一线之上的两缘 但是 黎渔府轻轻摆了摆手 澹台宗主大可以放心 我们来大雨洞天不是要争什么 不过是贫道想带着渔府多走走看看 你道家不争就是大争 澹台平静看着不急不躁的武当年轻长教 大秦以前一向是推崇天人同类 你们道教圣人率先提出天地不仁之说 我师父曾凭此中真意 天地于人无有恩义也无恶意 足可为天地起惊雷 后世学浅之辈只凭喜好 曲解为鸡身圣人即可看待世间万物为除狗 大秦末 儒家圣人提倡人性本善以及天人感应 其根底却有重返天人同类的趋势 黄三甲称之为波云渐月而非开云渐日至于佛教是外来之教不去说的 澹台平静眼神木然尖锐起来紧紧盯着武当长教 你李玉府要以一己之意擅自为天下苍生做决断 当真敢言自己无措 自己行事行对事行错事都比别人要对你做好事坏事要更有理 李玉府不再看向观音宗宗主而是抬头看着天空似乎在与天言语 天地生人不喜不悲天地死人无忧无虑 在这生死之间 岂可操之于那些早已超脱生死的人上人生于天地死于天地不该问如何长生 当然要问一问为何生我以及如何活的更儒家的有理道教的清净或者是佛门的慈悲 在这人生一世的百年自问自答之中会有人得也会有人施 后世终归有人自知自重自强自立还有内自由 人生虽苦短好气自长存 澹台平静正正看着这个胆敢问天的年轻道士无奈一笑 让过洞口道路踏步前行离去 小道童彬彬有礼对着澹台平静的背影攻身说道 谢谢前辈 澹台平静回望了一眼 李洞玄 齐玄真 洪喜相 前辈 我叫于福 李御府带着小道童进入山洞点燃早就准备好的火把 曲曲折折走了半个时辰才走到一座碧绿深潭盘 把那只火把放在山壁间 然后从行囊拿出好些油壶和一盏古朴油灯 盘膝而坐弯腰点灯 于福也跟着坐下 等了半天小道童也没看到平如镜面的潭水有丝毫的动静 只好看着那灯芯 师父 咱们这是要做什么呀 无聊了 那就背诵经典 小道童呕了一声开始背诵猪囊目录 小半个时辰后实在是口干舌燥转头苦着脸 累了就休息小道童开心一笑 李玉府之后为那盏油灯添了一次油 期间吃过一些干枣果腹的渔腐已经是昏昏欲睡了 李玉府让孩子枕着自己的腿休息打盹缓缓入睡 李玉府也开始闭目扬身 深潭水面轻起涟漪 然后跳出了一尾半身赤红半身雪白的小鱼 依稀可见是鲤鱼的形状双须极长 他游到潭边双须轻柔灵动摇曳起来 变身鱼林熠熠生辉犹如龙甲大放光明 李玉府睁开眼睛微笑道 广灵江畔一别你我又相见了 他摇动双须和白尾意态欢快 我愿护你走江之后入海帮你画龙 若是后世大汗难熬 你可愿为人间行云捕鱼 若是有君王不仁 你可愿戴天侍景 若是你自觉孤单 可会仍然不去腥风作浪 若是你再无相克艳声 可会与世人相安无事 他静止不动 作为你龙兴之地的北梁有他在你不用担心 民心所向天地同利 他微微白微破开水面悬浮在水潭上方 李玉府轻轻掐指 三日后你我一起下山入江 在广陵江入海口 然后再道别 他好像点了点头缓缓前回深探 李玉府微微叹息低头看着嘴角流着口水的小道童 听着孩子含糊不清的抑郁 小师叔等你开窍时李玉府斩断天地之前会请他回来 那之后便再没有来世了 李玉府闭上眼睛 嘴角有着笑意 其实如果有来世 让我再喊你一声小师叔 那该有多好 可惜 没有了 降伏二年春 两个武当山道士离开北梁 开始沿着广陵江一路徒步往东 所到之处都有一场场贵如油的春雨落下 当西蜀春铁草堂的女主人谢谢听说那年轻繁忙的灵州之行 竟然胆小到需要带着数位五道大宗师才敢离开梁州 他对其实分嗤之以鼻啊 尚未见面就对那个姓徐的年轻人十分看清 自然而然对于身边男子当年的单其入属感到是愈发的愤懑不平 只不过当他陪着两个当时最富传奇色彩的男人亲眼看到那武器出现在视野没有理由的这位女子第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个年轻人好像真的有资格让如今的鼠王重返灵州有资格让谢先生为了对付他专程辗转鼠地补骄养龙 当然他也越来越讨厌那个叫徐凤年的家伙了 但是很快登屏过两次胭脂瓶的大美人谢谢就不是憎恶这么简单而是连杀人的心思都有了 因为那个家伙在下马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谢仪是吧怎么没带孩子一起来灵州啊 红包都准备好了的 作为西数二十年来最游物的女子春铁草堂的谢谢他十四岁便登榜胭脂瓶以肌肤如阳之玉 捧手四连包著称于是十年后蝉联胭脂瓶如今真实年龄虽有二十六岁但看着说她是二八美娇娘也不为过 徐凤年远在北凉都听说西数到精略史对其是垂涎已久若非陈之暴风帆西数成为春铁草堂的座上客 恐怕当年谢灵珍在春神湖畔死在徐凤年手上后他就会沦为精略史府邸的龙中雀了 徐凤年调侃了谢谢后千马前行没有马上望向门口站在三人中间的白衣男子而是看着那个中年如生模样的谢观音 自舒阳自号飞鱼曾经跟李一山并称是北谢南里共凭春秋风流 当然最让徐凤年感兴趣的不是此人补胶养真龙的大手笔而是他的一个身份 白狐脸的爹 白狐脸当年不知为何说他已经死了 而且也不跟谢观音姓谢而是姓了南宫 这其中自然又是一本难念经糊涂账 在徐凤年看来如今黎阳王朝撑得上身负气运的角色只有寥寥三人 皇帝赵传当然算一个 然后便是身前不远处有谢观音轻力腐弊的陈之报 偏居西南属地一语对中原虎视眈眈 如今又策反了本该属于北梁阵营的西蜀太子苏苏和老夫子赵定秀 有了南兆作为依托可谓是羽翼以风 只等风云变换而已 这次陈之报为何要见面 徐凤年猜得出来一点端倪 因为有第三个有望坐龙椅的天之骄子了 是烟尺王世子殿下赵柱那个当年的小企儿 那么接下来的格局跟先帝赵敦当年巴龙夺敌 有了异曲同工之妙 北梁不用掺和其中就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陈之报要名正言顺地走出西蜀必然要利用西蜀复国的大势 成为那个先于南疆大军攻破西蜀国度的定顶人物 北梁在此事中将要扮演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关键角色 如果徐凤年铁了心要牵制西蜀兵力 那么赵柱成功的可能性就会远远大于陈之报 当然西蜀这次也绝对不是低眉顺眼来求人办事的 而是要做一个隐蔽的交换 只要北梁不拖西蜀进入中原的后腿 那么想来西蜀也就不会在两莽大战中令北梁后院起火 这就要考教蜀粮双方的默契了 都答应 那么皆大欢喜 但只要徐凤年和陈之报其中一人不愿后退一步 那就会是今日之后双方彻底撕破脸皮 不死不休 北梁 富北受敌西蜀也会一务时机丧失中原逐鹿的大好先手 也许就是一步漫步步漫的尴尬处境了 这一笔交易极有可能会决定着整个中原的归属 甚至会是整个天下的姓氏 否则以陈之报的秉性 岂会重返北梁主动跟徐凤年见面呢 而且多半更是谢官英从中窜断 好不容易才说服这位白衣兵胜出鼠入梁 一行人进入这栋江南风格的遮舍院子 徐凤年和陈之报在最前并肩而行 接下来是坦台平静和谢谢最后才是谢官英和徐掩斌 胡言大官和铁木叠尔没跟着 胡言大官说瞧着不像是马上要开干的架势 他得去这座陵北大城的街上买些奇巧物件烧给媳妇和女儿 然后这个北莽的武道大宗师就直接走了 事实上这趟灵州之行胡言大官之前在清凉山就已经跟徐凤年挑明了 他不会帮着北梁杀谁 但如果徐凤年一旦有性命危险 他则会出手相救 徐凤年对此当然不会苛求什么了 到了呼言大官这种无比接近王先知境界的武副 除非是徐掩斌曹长青这类有太多放不下的牵挂 否则谁都不会在意世道如何 比如邓太阿吧 虽然跟徐凤年好歹还有个亲戚身份 一样不愿也不屑理会两莽大战的走势 随邪谷亦是如此 之所以逗留北梁 恐怕说到底呀 还是想着在坛台平静身边偶尔露个脸讨句骂而已 抛开弱不惊风的谢谢不说 北梁这边是境界受损的徐凤年 只差半步的徐掩斌和练气室第一人坛台平静 西蜀那边不确定是否已经超凡入胜的陈之报 和那幅陆地神仙图上位列榜首的谢观英 应该说属于势均力敌 六人在幽静院中落座 谢观英最先喝了口茶 放碑后率先打破沉默直奔主题 曹长青心知肚明 西蜀要一鼓作气打到泰安城下 一仗都不能输 否则整个广陵道局势就会急转直下 目前脱胎于大吉市的磨刀镇已经浮出水面 几只作为主力的野战骑军也都现实 除去水师六万人西蜀路上兵力有十七万 在明面上跟北边卢生巷领前的朝廷大军 以及南疆十万兵力可算旗鼓相当 但是战争从来不是纸上数字的多寡之争 赵秉的南疆大军战力总体要远远胜于西蜀 徐凤年喝了口茶双指悬了悬碑眼儿 局势还是持平 曹长青的水师必定会吞并广陵王赵叶的水师 河流之后 有广陵水师的广陵江会很大程度阻挡南疆大军的脚步 泻溪垂有西楚十七万 跟兵力劣势的卢生巷较量胜算很大 然后就要看青州水师能否帮助南疆兵马越过那道天谴 否则曹长青就会一路打到太安城 顾剑堂的两辽边军也会顺势南下 这也是太平令为何让北莽最东线两位纳波 为何要对纪委元庭山势敌以弱的根源所在 在这种急剧发展的态势下 除了顾剑堂 其余势力在朝廷看来是原水解不了尽渴 青州水师未必不堪一战 卢生相也绝非等闲之辈 徐凤年看着这个双臂双白的中年男子 一时间有些神有万里 不愧是白胡脸的老爹 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很能让女子心动啊 就气态出众来说 好像就只有大官子曹长青可以与之一较高低了 富有诗书气自华真不是什么骗人的说法 反观那些地地道道的江湖人 杨培秀老头邓太阿 忽颜大官可都差了十万八千里呀 当然年轻时候的李老头无论是贱还是人 自是世间无敌手的 谢官英对着这么个堂而皇之走神的年轻番王有些哑然失笑 瞥了眼身边那个始终神情平静的白衣男子 难怪当年赵长林选择了姓陈的他而不是姓徐的世子殿下 徐凤年歉意一笑然后好奇的问邪观影啊谢先生在青州水师中早有谋划这不奇怪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卢生像当时离开广陵春雪楼是原本西的授意他到时候会答应让出入城之功 那可是意味着卢生像能否离开黎阳大将军变成兵部尚书啊 毕竟以后的王朝什么大将军不过是好听一点手握实权的尚书才是香啵啵呀 哼哼就算他卢生像想要做当初一举定定中原的北梁王 可他想做就能做得成吗 何况今时不同往日他哪怕成功为成也需要忙着去与南疆那个年轻世子做一场欲望相争 谢谢敏锐察觉到他心仪倾慕的男子悄悄皱了皱眉头 啊这么说来先帝赵敦是死早了 否则谢先生都不用如此伤神 如果先帝在世 我现在就不是身在灵州 而是青州水市中了 世人皆知赵敦对陈之暴轻言有价 自然而然赵敦没死的话一定不会像当今天子赵传那样 蜿蜒拒绝陈之暴麾下仅仅一万人的初属平叛 赵氏先后两任皇帝有些事情是心火相传的 比如赵传跟先帝一样对待北梁 始终都是在不影响中原稳定的前提下 务求最大程度的消耗北梁军力 否则 只要北梁徐家还在 薛藩就成了天大的笑话 但是有些事情就悄然改弦一辙了 比如对待蜀王陈之暴的态度 赵敦是那种近乎偏执的信任和欣赏 作为自认开明的帝王 无比陶醉于那种国有无双良将为一阵驱策的心结情绪 而赵传呢 则是转为了忌惮和猜疑 先前一直如旧有重逢言谈温和的谢观英 摇摇头拒绝了谢谢的继续倒茶 气势骤然一变 语气渐冷 早前我与蜀王推演过北梁战况 如果把王爷当成寻常官吏做出考评 不过是中夏而已 若非王爷没有在梁州北重重南经见大城 那就连中夏都没有了 徐凤年笑着不说话 北梁的上策 只有凭借十多万天下最精锐的野战骑军 一战攻城 谢先生是说 让北蒙百万大军全部屯扎在梁州虎头城以北 在下阎文鸾 欢迎继续收听雪中汗刀行 第310集 谢观英笑而不语 充当锦上花的谢谢心中有些小小的讶异 这个面目可憎的年轻藩王倒也不笨嘛 谢先生可不是故意为言耸听 而是跟那人有过一次通宵达旦的沙盘推演 只不过当时推演的基础是有他坐镇北梁 而不是这个姓徐的年轻人主持大局 在这种前提下北蒙根本就不敢分兵三路全线押近 只会也只敢避其功于一意 跟北梁好赌一场 准确来说是跟他沉之暴孤注一致 谢先生扮演董卓 他作为北梁首方 双方调兵遣将 极其相似当初的西磊壁大战 双方不断减员不断增兵 比拼谁更早被拖垮 最终谢先生竭尽全力 仍是输给了手头只剩下三万骑军和步军 全军覆没的北梁 在那场惊世骇俗的指尚谈兵中 刘州 幽州和陵州都沦为看戏 所有惨烈 诡诀和精彩的战役 都只发生在梁州以北 但这才是那场推演的先手 连中盘都没有到 接下来会是北梁 迫使元气大伤的北蒙 矛头转向两辽 北梁从离阳马前卒 变成拥有数年时间 休养生息的闲人 在整合了刘州难民后 合纵连横 一口气打通西域 收拢西蜀难照 在同样的三足鼎立中 离阳北蒙不断消耗 北梁在重整旗鼓后 将会迅速恢复到 手握十五万纯粹齐军的兵力 然后南兆西蜀 起兵十五余万部组 再度以总计三十万兵力 参与天下之争 当时在旁观推演 在中盘临近尾声时 本以为他会趁虚而入 率军直奔泰安城 一举成为中原正统后 再与北蒙最终在收官时 决战一场 但是他让他猜错了 当时他选择了由梁州和冀州两地北上 选择了先踏平北蒙南朝 再去寄与中原 最后再成为北梁南朝西域西蜀南照六大版图 共主后 居高临下 直接绕过本已遭受重创的顾建堂两辽防线 在淮南道境内跟黎阳大军决战 继而南下广陵道 根本不用理睬泰安城 再与南疆大军一战 那时候顾建堂的两辽边军战与不战 都已无关大局 你徐凤年大概只能想到那场推演的先手而已 如何能猜到那之后中盘与收官时的荡气回城 然后他就目瞪口呆了 只听那个家伙微笑问话 按照谢先生的推演规则 顾建堂岂不是又得当新王朝二十年的兵部尚书 澹台平静瞥了眼谢谢 这位炼气式大宗师也笑了 一只如同完全置身世外的蜀王 终于正视了一眼徐凤年 这个可以算是他陈之报 很多年冷眼旁观 看着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的北梁王 谢官英抬了抬手 谢谢马上倒茶 他笑着喝了口茶 这茶似乎味道出来了 只有这样才算是双方勉勉强强地平起平坐 在这之前 他谢官英根本就没把徐凤年看成真正的对手 王爷要守北梁 不惜话地为牢 不管外人理解与否 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谢某人对此并不欣赏 但因为王爷既然是大将军徐霄的儿子 也就明白了 那么在这个选择后 北梁和西蜀即便成为不了盟友 可同样能够不用成为生死相向的敌人 无谓的义气之争没有意义 更没有意思 就像你我六人今天喝的是茶 余味无穷 而不是喝酒 一滩烈酒开了风喝光了 撑死就是醉死一场 喝的时候很尽兴 但是第二天 少不了头疼 徐凤年只问了一个问题 谢先生有没有想过 中原会多次几百万人百姓 谢官英陷入沉默不语 两酒过后反问徐凤年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何才算真正继承徐霄 打烂猴发根气的深层意志 哼 谢先生是想说 从大秦帝国到大凤王朝 再到春秋九国 就没有哪个堪称中原正统的皇帝 是韩树出身 只有出了这么一个皇帝 徐霄马踏中原 才算功德圆满 徐凤年放下茶杯后 缓缓出声 或者按照谢先生的说法 有意思 大秦称霸史 洛阳那是中国之地 大凤时青州是中原 到了黎阳 江南才是中原 如果有一天多死几百万人 甚至是千万人 却能肩并整个北莽 让北梁至西北塞外成为中原 又有颗不妥 攻城之后 赢得数百年天下大定 今日多死之人 就是后世少死之人 有些账 不是这么算的 都说王爷向来不做亏本的买卖 跟西域烂陀山的六珠菩萨是这样 跟灰山大雪平的轩辕清风也是这样 跟化名寇北上的梁州副将寇江淮还是这样 跟鱼龙帮那个叫刘尼蓉的小姑娘更是这样 在来灵州之前 我跟蜀王打了一个赌 赌你会不会让忽颜大官正大光明出现 结果是我输了 可见王爷这趟南下 看上去气势汹汹 其实还算有诚意 谢先生 是一位谋国之士 但却不是什么精明的生意人 并不了解我到底是如何跟人做买卖的 再者 谢先生不如黄三甲 这么多年不过是十人崖会 黄三甲把春秋当作一块庄稼地打理 轻力轻为 风生水起 可谢先生你 归根结底只是个翻书人 前半辈子远远称不上写书人 春秋谋视黄三甲 我师父李一山 原本西 纳兰又辞 甚至不算严格意义上谋视的张巨鹿 都比先生更加 没那么话题为老 毕竟信书不如无书 当然 先生领了 耐不住寂寞 试图为自己补救一二 于是在天下找来找去 从头翻了一页的春秋书 才到了自古不成气候的稀署 想要别开生命 谢观英神情一致 谢谢如坠云雾 这个姓徐的到底在兜什么圈子 为何氧气功夫极好的谢先生会为之当真动怒 徐凤年突然转头看向他 嘿嘿 谢一听不懂了吧 谢谢顿时为之胸闷气短 坦mens 坦桃平静 会心 倪向 他作为世间最擅长忘记之人 有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就足以让他探寻到天际 喷 例如黄三甲的血书身份 谢观英的背书职责 黄三甲的大局不动小处篡改 最后的结果竟然不是早早暴毙 而是硬生生熬到了古稀之年 大概也称得上是善终了 这足以让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背书的谢观英感到愤怒啊 这就像是两个童年的考生 有人钻了科举空子 轻轻松松的进士基地 另外一个本本分分的硬考自认才学相当 才捞了个同进士出身 如何能够不愤愤不平 现在又一次的机会摆在眼前 于是后者就想要搏一把了 不但要把黄三甲 还要把寻平原本期 李一山 纳兰 幼慈 赵长玲 这些科举童年都全部压下一头 他要让自己赢得问心无愧 圣人言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从心所欲 不于举 澹台平静之所以会离开梁州来灵州汤这趟浑水 正是他跟半个同行的谢官英走到了彻底的对立面 认为谢官英的行径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余句 至于之前谢官英捕捉西蜀蛟龙那仅是两人分道扬镳的微妙兆头 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竟如此之快 谢官英一笑置之以轻描淡写的语气开口 王爷说赵敦死早了 我倒是想说赵长林死早了 他又补充了一句 李一山则是死晚了 同样作为谋士 原本西是死晚了 谢官英看着这个年轻人 那敢问我谢某人是不是也死晚了 徐凤年没有说话 但是徐掩兵和澹台平静已经同时站起身 谢谢完全不畏惧这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氛围 相反有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快感 至于自己的生死 他早已置之度外 而且他不觉得站在他身边自己会有什么危险 错过了这个男人的春秋 他不想再错过他争夺天下的任何棋局了 就当谢谢以为那徐掩兵和南海观音宗宗主会大打出手 他今天再一次猜错了 同为女子的澹台平静 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他 在这里等死 谢谢正要说话就给身材高大的白衣女子拎小技一般的拎出了院子 更让谢谢吃惊的一个事实是跟他们一起离开的 还有那个照例说应该留在院子里给那家伙当帮手的徐掩兵 那信徐掩兵难不成是想以一敌二 疯了吧 澹台平静 随手把谢谢轻轻丢开 望向怨落 真的没问题 最坏的境地也就是让胡言大官赶回来 个人而言是这样 但是对于北凉来说已经是最坏的处境了 徐掩兵点了点头没有否认 不过他转头笑了笑 哈哈 澹台宗主不觉得这样的北凉王会比较解气吗 别的不说 这场赌气对整个天下的影响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越是如此才值得徐掩兵这种不懂庙堂不懂大事的无知匹夫选择站在北凉 哼一个境界大爹名不副实的武道大宗师逞什么匹夫之勇 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 从来不跟一见女流一般见识的徐掩兵破天荒的骂了起来 你个娘们懂个卵 谢谢瞠目结舌 他总不能辩解自己其实懂个卵吧 闹事之中原本忙着给媳妇女儿挑选几样精巧物件的忽颜大官翻了个白眼 不再跟掌柜的讨价还价了 幸幸然离开店铺 顾不得会不会惹来街上百姓的震惊 拉起铁木迪尔手臂一跃而起 转瞬过后两人便无声无息的落在了那栋院子的外道 对徐掩兵和澹台平静抱怨道 这是闹哪样啊 这也能打起来 谢谢终于找回场子了 哟哟 得力帮手来了 是不是很快就有成千上万灵州兵马也会火急火燎的赶来 忽颜大官懒得理会这个女子自顾自看了眼院落那边 十分惊讶的疑了一声 这也行啊 铁木迪尔欲言又止 大概是想问又不好意思问 忽颜大官始终抬头目不转睛的望向院子高空 下意识习惯用中原语言说道当年送了你两个字你蠢得很这么多年一直没能理解透彻 所以才让你一路跟随徐凤年是希望你先真正走进这位差不多同龄人的大宗师然后再走出去 没听懂忽颜大官说啥的铁木迪尔一脸茫然忽颜大官很快意识到自己的纰漏 改用北莽腔调没好气的 叫你两个字离谱 想要有朝一日境界高出徐凤年 你就要先摆脱他 当年王先知每逢李淳刚与人比试 必定会厚着脸皮在一旁观战 很多人也这么做 但是非但没有离谱 反而对李淳刚越来越高山扬指 然后就一辈子站在山脚看山顶风光了 只有王先知咬着牙一步一驱走到了高处 最终胜过了李淳刚 哦不对 当年是打平 那时候李淳刚心灰意冷 自己把位置躺出来让给王先知了 之后王先知尤为难得 没有止步 境界攀升一日千里 行至最高处仍要山灯绝处我威风吗 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懂 就是实在没那份心气去做而已 李淳有个叫福丁的年轻人 如今在东海武帝城继承了王先知的半数一博 只不过他在输给徐凤年后 暂时还没能离谱 不过你小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法子的事情 你那悟性跟我比起来 真是让人感到绝望 听着忽颜大官久违的叙叙叨叨 铁木地儿咧嘴微笑 天底下比他腰间那柄廉价配件更让自己感到亲切的应该就只有这个老男人的贬人和自夸了 但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男人真正出手后 在一旬之内接下徐衍兵两枪后 铁木地儿不得不承认 忽颜大官真是天底下最抱恬天物的家伙了 忽颜大官突然轻声感叹 傻小子 我开始不奢望你这辈子能超越徐凤年了 但你一定要紧紧跟在他身后啊 铁木地儿憋了半天 终于还是壮起胆子 把内心深处的一句话说出了口 我铁木地儿 我的剑 我的剑术 从一开始就是世上唯一的 我不需要学谁 忽颜大官听到后愣了愣 转头看着这个跟自己一样 从北盲走出来的年轻人 拍了拍他的肩膀 小瞧你了 很好 忽颜大官揉了揉下巴 难怪我忽颜大官会选中你啊 原来是性情相似的缘故 害得老子这些年 在黎阳时不时地扪心自问 是不是当年猪油蒙心 外家瞎了狗眼才去点拨你 就凭这一点 你小子以后当上天下第一 没跑了 不远处的谢谢 整个人都呆滞了 这位不要脸的很用心的家伙 就是那个被尊称为 一人一宗门的北盲大宗师 那个号称原本有望顶替拓跋菩萨 去跟王先知争夺天下第一的武道天才 然后谢谢感到有些颓然无力 要不还是早些回属地吧 外边世道的这些个男子 从信徐的到徐衍兵 再到这个忽颜大官 真是个个王八蛋知己 愿中 陈之暴依旧是闻思不动 谢观英则正襟危坐 只是这位读书读出大境界的读书人 尚未有丝毫如临大敌的迹象 徐凤年望向杯中茶 念头起 水起涟漪 曾有北盲剑气进 黄青递出大半剑 十六关生佛 徐凤年满是嘲讽地说了一句 原来有这样的读书人呐 随后轻轻举杯 仰头一口喝光了一杯茶 然后可谓跃进人间沧桑的谢观英 看到一幕让他都忍不住地叹为观止啊 愿中有无数来客横空出世 有羊皮球老头好似站在山殿高处高呼一声 剑来 有中年剑客到其履林桃枝飞剑营绕飞旋 有白发如雪的魁梧老人副手而立 有双缕长眉的老者盘腿而坐坐吃健壮 有哀笑缺门牙的老人弯腰背霞而行 有年龄悬殊但身态酷似的三个道士并肩而立 有身穿相同道袍的三位武当道人 有人低头皱眉解迁 有人平时身指欲断疆 有人昂首复剑前行有双手空空的年迈老者 人质及剑道有人屹立于紫气生腾的雷池中央 有福将红甲气象三严有绿袍女子像是在平栏脱塞软望 有为暗男子持枪面北有莽袍老人双袖缠红丝 有高大老人腰配一柄冰雪凉斗持续不断的有人出现还算宽敞的院落 这地上是沾满了人空中也悬满了人 甚至最后连谢观英身边的石凳上也做了一位并容枯稿的文士 似乎在嘲笑着谢观英 这数十人连妹倒进了春秋百年的血液风流啊 谢观英既没有京剧也没有闲着 仍是闲情意志 娓娓道来将那些风流人物一一点平过去 最后侧望向那位坐在一旁的枯稿文士举起了茶杯 你我江南别史双兵都未燃霜 你说要去领着数百老族处辽东的徐蛮子群众看一看 那是你李衣山是何等意气风发 这些年过去了 结果最后是这般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 到此也不安心啊 你图什么 难道你真信北凉守住了国门就能换来黄龙山所谓的开万世太平 要知道国座能有四五百年 那都是极其长寿的王朝吧 谢观英似乎连喝茶都能喝出酒的豪气和醉意 提高了嗓音 李衣山啊李衣山 我早跟你说了 真投了徐家军 那你晚年腐弊之人 不过是个早要的西北藩王 他只会战死在正史上留下骂名 连累你在后世好事者的谋事排名中 也是垫底 甚至都不如与你结伴游历大江南北的纳兰有此可惜你向来不信称为鬼神 甚至在我早早断定寻平之死后你仍是不信 你说那只是因为寻平治国之术用差了手腕 他的死是人定而非天定 你呀从来就是钻牛角尖的性子难怪这一辈子年纪越长越活得不痛快 谢观英收回了视线 北凉王 怎么 人多了不起啊 难道你如此健忘忘了观音宗振允重器之一的那幅陆地神仙图上 到底是谁排在你前头 你以吕祖三教融合为宗旨 凭借佛家根本做大观想 亲来这么多前世之人是挺壮观的 但是你就不怕这等手臂 到头来只能是怕羊入虎口吗 徐凤年正今微作 这些前辈中有人读书有人不读书有人已死有人游活其中死人其实可以继续活 但死了他们今日以何种姿态出现意味着在我徐凤年心目中那才是他们真正风流 在你谢观音看来也许我徐凤年死守北凉是没有进取新的话地为牢 我师父李衣衫身处厅朝隔二十年是作茧自负 徐骁空有三十万边军却不去争抢那把椅子是傻瓜 你这么觉得我不奇怪 人各有志各有求各有想 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人人有人人的活法 不是你谢观音觉得有意思就要去做 人生在世难免不称义 难称自己心更难称别人义 你要跟我徐凤年跟我北梁做买卖 好歹先搞清楚我是怎么一个人 既然大家屁股下的位置高低悬殊不大 那么天底下哪有强买强卖的生意啊 嗯 谢先生这辈子过得太超然逍遥了 大概不会懂双脚踩在泥泥中前行是怎么个感觉 谢观音环顾四周神情冷冽 徐凤年 眯起那双本就狭长的眼眸 要是谢先生觉得这些院中人都是我摆出的花架子 不妨试试看 看他们到底会不会成为蜀王一举 跻身天人的进步之物 一只慢饮春神茶的陈之豹突然放下茶杯 茶杯在桌子上嗑出一声轻微声响 哼 按照王爷的习惯 谢某人此时是不是可以说一句 买卖不在人亦在了 真不打呀 那可就真是乘兴而来空手而归了 谢观音转头望向白衣男人 后者摇了摇头 谢观音略显无奈 但是嘴上没有如何示弱 无缘之水再多也经不起挥霍 奉劝一句啊 王爷这场架势还是拿去对付拓跋扑散好了 徐凤年四周春秋已故之人逐渐消散 他笑着起身 哦 那就到此为止 谢观音坐着不动 脸色冷漠 说不送客 从头至尾 陈之豹都没有说一句话 一个字 在门外 徐凤年跟满脸探寻意味的谢谢 即将擦肩而过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哎 谢仪是不是再也不想来北凉了呀 也对 这儿水少风大 沙多 伤肌肤 本来就没上胭脂瓶了 若是再给哪个年轻女子抢了属地第一美人的名头 我可就真是愧疚难安了 堂堂北凉王坑我一个女子斤斤计较 好大的胸襟啊 哎是我的不是 嗯最后说一句真心话 谢仪的烹茶真是天下独一份的手艺 天大的技术没法赏 谢谢当下已经弄不清楚 这是不是这个王八蛋的肺腑之言还是笑里藏刀 不过他内心深处到底还是有一丝自己不愿意承认的自得之意 五人上马远去 澹台平静看着脸色苍白的徐凤年瞥了眼忽颜大观 为何要成匹夫之勇不论战礼还是境界那谢官应都要比我强上一大仇 真要厮杀起来你这种手法更多比拼的是境界更是谢官应再属忍不过的最强手 徐凤年摆了摆手打断澹台平静的言语 嗯就当热热手好了 省得下次对阵拓跋菩萨有可能手忙脚乱 而且跟谢官应这么一仗虽然没打起来 但我也不是没有收获 原本四面漏风的观想补齐了许多 徐凤年说完之后转头看向徐彦兵 呃徐叔叔 恐怕要劳烦你绕远路去跟韩副将说一声 就说让他无须自责 徐彦兵疑惑不解呀 但是没有多问什么 同门师兄弟韩劳山如今是灵州副将名义上是镇守北梁最南方的门户 其实谁都清楚 韩劳山最重要的职责是盯着西蜀的风吹草动 以防蜀地兵马在两莽大战震撼的时候落井下石 武奇在出城之前就已经分岛扬镳了 是三个不同的方向 徐凤年和澹台平静 北上进入梁州 徐彦兵南下去烧化给韩劳山呼颜大官和铁木叠尔可以在灵州随便逛的他们两人本来就跟北梁没有太多的牵扯徐凤年也没那个脸皮真的去使唤他们 徐凤年和澹台平静两棋出城之后徐凤年感慨道不说战力强弱只说到境界的高低拓拔菩萨作为天下第二人其实一直被王先知拉出一段明显距离 说到这点虽然呼颜大官如今已经输给拓拔菩萨但其实前者境界仍是要高出后者这跟天赋和际遇有关 王先知一死五平十四人的差距没有以往那么大境界和真实战力都是如此 当然目前是拓拔菩萨杀人第一倒是鬼鬼祟祟的谢观应多年坐着为他人做家义上勾搭境界最高 你和呼颜大官暂时紧随其后 说到这里谭台平静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犹豫不决该不该泄露天际 你是想说曹长青会昙花一现 陈之暴也会后来者居上吧 谭台平静不知为何凝望着这个满头霜雪早已重新转黑的年轻人 越来越觉得神似那遥远当年徐凤年嘴角翘了翘不握马江上双手习惯性的拢在袖子里 望远方千万别用这种怜悯的眼神看我那谢观应都看了老半天了 你要是真嫌烦倒是一鼓气揍了谢观应再说 哎呀女子就是女子那神仙一般的也一样会蛮横不讲理的 谭台平静自己笑起来应该是也意识到自己的无礼了 徐凤年在城外急持三十余里后翻身下马给战马喂养精良 在这个北返梁州的停顿间隙谭台平静问徐凤年 为何要让徐衍兵告诉韩劳山不要自责 是凌山军方出了纰漏 我也是见到他和谢观应后才有的猜测而已 如果没有猜错 蜀地台面上的一万兵马是没有出数 但是暗中恐怕已经有不止一万人早就离开西蜀了 这一步也许是陈之暴在单骑入蜀前就已经想好了 一两万人的调动 想要把战礼发挥到极致寻常沙场名将仍是有些头疼 但对于陈之暴来说从来都是跟玩一样 何况目前只是把这些兵马换个点 话匣子一开 徐凤年就有些自言自语了 等着吧 这些整整四百年未曾出境作战的蜀兵很快就会在广陵道的战事中让整个黎阳王朝大吃一惊 当年以齐军著称的徐霄用部族攻破西蜀一直给朝廷和中原一个误解就是蜀兵战力不济 但是听朝阁保存完善的那些秘密档案都明确无误记载了蜀地将族是如何赶战血战和死战 有天然守国优势的西蜀举国上下兵力不过十二万但是知道当年死了多少蜀军吗 多达九万整整九万战事之惨烈稳居春秋之冠说到这里徐凤年竟是咬牙切齿破口大骂起来 狗日的要是北凉能有西蜀作为战旅纵身和冰原地老子还需要看朝廷的脸色还需要亲自跑到葫芦口外带着一万幽州齐军送死 老子就可以坐在端根小板凳坐在淮阳关晒太阳克瓜子了等着他们北莽蛮子来打北凉 他们敢吗 哼 如果不是赵敦让他这个兵部尚书跑去风帆西蜀 那么今天就要换成顾剑堂的两辽防线去面对那百万大军了吧 看着师太的年轻藩芒谈抬平静会以心异想 你真的不想当皇帝 我觉得你会是个好皇帝 嘀嘀咕咕的徐凤年恢复了平静 抬起头发问 为什么 赵家不能容北凉 但你可以容中原 当皇帝 做龙椅 有些人肯定可以做得比我好 可是北凉王 整个天下就只有我徐凤年能做 这跟我武力高低才学深浅有关系 但不是最重要的 至于跟我能否做好北凉王也没有关系 陈之暴也不行 大概也不行 不过陈之暴的不行不是这位白衣兵上的本事不行 而是出于我的一个私心 龙椅谁做我不管 但北凉王这个位置必须由我来做 人生为己天经地义 人不畏计天诛地灭 我得谭台大宗主啊 别人说这魂话我就忍了啊 可你怎么也开始曲解佛教典籍了 作为世间屈指可数的炼器是宗师为天道抓漏网之鱼的角色 坦台平静 岂会不知这句为世人断章取义的佛教言语 不知其中真意为何呀 我果真曲解了吗 哎呀 你高看我了 两人上马后 徐凤年突然笑脸灿烂起来 嗯 你问我想不想当皇帝 要不然你猜猜看 坦台平静是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两棲沉默着一路北行 但是当他们相聚梁州城不足百里的时候 徐凤年在驿站停马 毫无征兆地跟他说要往西边走 向西是怎么个西边 数百里还是千里 要跟人借兵 别人却都谈不拢 我还是自个儿走着一趟 否则好似是撒场子去的 不像话 当今世上最有把握单独杀你的人物 恰好就在西行烂陀山之路的中间位置上 是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赞 打赏